这是中国最受争议的电视剧 看第一遍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晦涩难懂 无聊至极 配不上9.7的评分 然而等你真正看懂 就会觉得他简直是惊为天人 常看常心 他就是中国第一神剧 大明王朝1566 这段故事开始于明嘉靖39年 那年一东无学 嘉靖问秦天谦是否天有异象 秦天谦谦政周云逸是这么回复的 朝天开之无度 官府贪慕 也民不了生 天怒真 周云逸的这几句话 精准地交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皇帝嘉靖沉迷修仙 连续二十年不上朝 朝政都交由严松父子和太监们把持 嘉靖虽然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好色 但他喜欢修道观 众所周知 盖房子是个烧钱的爱好 慈禧因为修颐和园 直接把大经朝搭了进去 嘉靖皇帝这里也差不多了 虽然周云逸的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这话由他嘴里说出来就是找死 周云逸是什么身份 今天监监政 放在现在等同于国家天文台台厂 是个蠢蠢的科研人员 一个科研人员不搞科研 却公然搞政治 还处处针对政府 这摆明了是找死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嘉靖帝没有杀他 只是下令仗则二十 如果你以为嘉靖是这么宽容的人 那你就错了 周云逸说的话虽然难听 但句句属实 所以嘉靖即使心里想让他死 也不能明知说 掌尖的小太监冯保 精准地揣摩到了嘉靖的这层心思 于是自作聪明 让下面的人下了狠手 把周云逸活活打死了 冯保沾沾自喜 以为嘉靖会赏识他的聪明 殊不知 这件事却给他自己埋下了天大的祸根 周云逸死了 但雪还是没下 于是嘉靖决定开启为期十五天的斋戒 骑雪活动 巧的是 就在骑雪的最后一天 突然天降瑞雪 私里间吕方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要下了雪 就等于召告天下 周云逸说的不对 相反 这雪还是皇上求来的 一切都只能说明 皇上 又得呀 雪虽然下了 但是大明王朝真正的危机却并未解除 在一年一度的御前财政会议上 财政部副部长高拱气哄哄地说 去年一年国库亏空843万 实际支出比预算多出了1400万 并且这些超支都出自严松的儿子 严世凡所掌管的立部和公部 严世凡一听就激动了 大骂高拱心机表 他说 这些账目我早就报过去了 你当时没提出异议 现在却拿到御前来说事 你安的什么心 严世凡说的你们 指的是以豫王为首的新流派 核心骨干是财政部长徐阶 副部长高拱 国防部长张居正 徐高章三人和严宗父子同属内阁成员 但却是死对头 时刻都想着弄死对方 在开会之前 大太监吕方在门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皇上因为周云义的事很不开心 亏空上的事能过去 我们就尽量过去 今年再想别的办法 最后一再强调 天大的事 咱们可得同舟共计 吕方这话其实是说给经流党听的 严世凡花钱太多导致国库亏空 这件事他早就知道 他更知道的是 严世凡的这些超支 其实一大部分都用在了嘉靖皇帝身上 说直白一点 严嵩和严世凡 就是嘉靖搞钱的工具人 这也是他们得宠的原因 吕方说这些 是希望青流党不要因为想扳倒严嵩 就揪着严世凡不放 从而耽误给皇上搞钱 但很显然 青流党没有听选 一开场就把枪口对准了严世凡 但严世凡也不是好拿捏的 他说 我花的钱都用在了给皇上盖房子上 并且工程都有公公们监管 你这么质疑 恐怕真对的 不只是我吧 严世凡短短两句话 就把皇上和吕方都拉下了水 意思是 如果你们反对我 就等于反对吕公公和皇上 这顶帽子扣得高拱 措手不及 我说的是公不亏损了四百万两 我没说不该给公民修电鱼 张居正看高拱架不住 立马出来助攻 他说 海上倭寇横行 导致丝绸不能出海 光这一项 我们每年的损失就有上千万 今年倘若要募兵 又要增加两百万开支 如果国库一直都是空的 那就只能增加百姓赋税 但我听说 有些省的税都已经加征到了 家境四十五年 照这样下去 大明朝早晚会被我们吃空 张居正说得有理有据 严是烦自知理亏 于是他选择继续扣帽子 照你这么说 去年为江浙修河堤 为皇上修公事 已经把我大明朝修得山穷水尽了 我没有这样 那你刚才话中的意思是什么 那小鹤老的意思 是不是今年 还要想去年年魁国 李公公 奸臣已经自己跳出来了 高拱是一个 还有张居正 高拱急了 奸子怎么写 一个女子嫁一个干子 我高拱到现在 还是个糟糠之妻 你已经娶了第九房一太太 高拱说的没错 严是凡这人 不仅贪财 而且好色 不仅好色 还男女通吃 他这辈子 一共娶了二十七房机械 侍女男宠 更是数不胜数 有人说西门庆的原型就是他 因为严世凡小名叫庆儿 并且自东楼 刚好和西门对应 明白 严世凡没有想到高拱 先拿私生活来攻击他 他恼羞成怒 一边警告高拱 不要东拉西扯 一边又把死去的周云义 扯了出来 他说高拱他们 就是周云义的幕后主使 严世凡这话不是乱咬 他是有依据的 因为周云义 在第四政府的时候 能把朝廷的开支用度 说得一清二楚 财政数据属于机密 周云义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为什么能接触到机密数据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有人故意让他看了 而嫌疑最大的 就是身处财政部的徐阶和高拱 严世凡的这番话 让徐高章三人顿时语色 他成功将矛盾 从国库亏空 转移到了周云义身上 瞬间占据了上风 眼看这天要聊不下去了 一直藏在幕后的嘉靖 这才现身 嘉靖一出面就质问严松 严世凡说诽谤朝廷的那个周云义 有后台 而且后台就在你的内阁里 你说 谁是周云义的后台 严松说 这里没有周云义的后台 嘉靖又问 那为什么他能把朝廷的用度 说得那么清楚啊 严松说 这说明我们走的都是名障 不愧是内阁首辅 严松只用两句话 就画下了眼前的死局 既保全了清流的颜面 又中和了严世凡的貌势 嘉靖对严松的回答很满意 还刻意提醒严世凡多跟你爹学着点 气氛缓和了之后 嘉靖开始发言了 他说 你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欧是忠诚 没有奸臣 很显然 嘉靖是来当何事佬的 然而不懂事的严世凡 却继续挑事 回房长 高拱张居正刚才的言论 和腊月29周云义的言论 如出一辙 嘉靖不耐烦的说 如出一辙 也没有什么不好 严世凡实相闭嘴 嘉靖继续说 周云义被打死的事 朕现在一想起来 也还是觉得很惋惜 他也没有思念 只是他的话有扰朝政 朕也就叫他 他二十停账 可没想到他就 嘉靖叹了口气 转身对旅方说 东厂的人 你也该好好管管了 查一下 腊月29 打死周云义 是谁长得行 一句话 就把打死周云义的锅 甩到了冯宝身上 同时也给周云义的案件 定了信 暗示清流 他不会追究周云义的过策 也不会追查周云义的后台 让他们放宽心踏实干活 嘉靖帝这一举动 看似偏向清流 然而他下一秒 又转身问严世凡 刚才听高宫说 你昨天娶了第九房太太 严世凡下的立马跪下 主动说 要把这些小老婆 都送回娘家 然而嘉靖帝却说 好汉才取酒气吗 只要多把心思 用在朝廷的事上就好 是 这说明 嘉靖默许了严世凡的贪财和好色 每个人一个巴掌一个走 嘉靖就是一流的端水大师 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家朝完了 钱的事情还是要想办法解决 嘉靖对于张居正的一句话 很感兴趣 你说只要海面的商路畅通 我大明的商船就给把货物 运到波斯印度一带 每年可以开源一千万两以上白银 张居正说这话的意图 是希望朝廷能够增加兵部的预算 来用来抗窝 但严嵩却立马抢过了话说 张居正满脸问号 严嵩直接把张居正踢开 跳过了抗窝的这一步 把事情的核心 放在了如何多产丝绸上 他提议把浙江现有的农田 拿出了一半改种桑田 这样每年就可以多产蚕丝 多枝丝绸 嘉靖问 农田不产粮了 农民吃什么 严嵩说 从外省掉 嘉靖又问 买粮是肯定比自己种的贵 老百姓愿意吗 严嵩说 蚕丝比粮食值钱 就算跑去买粮的钱 他们也是赚的 嘉靖听了拍手叫好 立马同意了严嵩的提案 就这样 改道为丧的国策 算是定了下来 而张居正肃清窝口的提案 则被搁置 为什么嘉靖会选择性忽视张居正 明面上应该是不想花钱 而更深层的原因 还在后面的剧情里 那就是这些丝绸压根出不了海 而是流入了嘉靖和某些官员的私人要包 改道为丧的国策定下来之后 另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 豫王的长子 也就是嘉靖的皇长孙诞生了 他就是未来的万历皇帝 朱义军 嘉靖问吕方应该怎么赏赐豫王 吕方说 除了物质上的赏赐 还要赏赐二十名太监和二十名宫女 嘉靖心情大好 一口答应 其实吕这个提议是有私心的 打死周云义的冯宝是他的干儿子 吕方虽然是个太监 但却是个菩萨般的人物 对于自己的一众干儿子们 他是能保则保 能护则护 冯宝因为自作聪明 成了打死周云义的背锅侠 留在宫中注定难逃一死 所以他想借此机会 把冯宝送到豫王府 但冯宝死活不去 因为豫王就是周云义的最大后台 如果他落在豫王手里 肯定会被弄死 吕方说不会的 你是作为皇上的贺礼被送过去的 就算豫王想杀你 也绝对不敢对皇上不敬 吕方嘱咐他 只要能保住命就还有机会 如果你有本事把豫王讨好 等豫王入住大内的那天 干爹就得靠你了 冯宝似懂非懂 但还是答应了 他不会想到 十年之后 他真如吕方预想那样 成了一代闲患 联合张区政 一起把大明朝送进了万利中心 皇帝搞钱 百姓买单 天下最恶心的事莫过于此 在严颂的逻辑里 改道为丧是件立国立民的好事 因为生死比粮食之前 农民们改道为丧 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他忽视了一件事 培育丧鸟需要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丧农们没有任何收益 但却要花高价去买外甥的粮 朝廷又不给补贴 百姓如果没钱买高价粮 就一定会把田卖给大丝仇商 一旦有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 那离造反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改道为丧的最大bug 神童张居正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他却没有站出来阻止 因为他知道改道为丧一定会搞砸 这将是他们扳倒严松的大好机会 要是这次能从浙江烧一把大火 严党倒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为了党争 他们不惜把浙江百姓推入火坑 所以就连高举正义大旗的青流派 自始至终也没把百姓放在心上 正如张居正预言那样 改道为丧已经推出 便受到了农民们的强烈抵制 杭州市长马宁远很生气 产业升级这么好的事 这群渔民怎么就是不懂 道理说不通 那就只能来硬的 于是他让士兵们 起码把农民刚种下的殃苗踏平 这一操作直接把盗农们逼急了 纷纷下场要和官兵拼命 传县长看到盗民竟然敢动手 就立马给他们扣上了反民的帽子 有了这顶帽子 马宁远便理所应当的开始镇压反民 盗民们被镇压了之后 马宁远来了招更糟的操作 他问了盗民齐大柱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句话其实是个天大的圈套 王植是个有名的窝扣头子 只要齐大柱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就等于坐实了通窝的罪名 可以就地处决 但齐大柱咬死说自己不认识王植 马宁远微微一笑说 到时候你就会说认识了 简台词是你认不认识不重要 我说你认识就认识 然后马宁远开始恐吓其他盗民 说今天这个事就是一场由窝扣煽动的恶性事件 意在阻止国策推行 如果谁再敢阻止踏苗 那就等于勾结窝扣 不得不说 马宁远手段是真厉害 但他却把手段都用在了对付百姓上 有这样的执行者 就算国策再好到他这里也会变了味道 盗农们拿斗得过马宁远 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辛苦种下的央苗 被人肆意践踏 就在这时 一个大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在浙江抗窝的奇迹光 马宁远见到奇迹光很是客气 因为他苗的兵都是奇迹光的人 马宁远拿着上面的指令 自己去钓的兵 奇迹光事先并不知情 面对马宁远的客气 奇迹光并不领情 只是转身问手下 然后他让所有参与踏苗的兵都站出来 给了他们一人一边 马宁远脸色很难看 但奇迹光并不在乎 继续教育手下 没想到马宁远却接话说 马宁远的意思是 你们既然吃黄粮 就要支持皇帝定下的国策 奇迹光也是个逻辑鬼才 他问马宁远 马宁远脸色更难看了 他一个文臣 竟然在逻辑上输给了一个武将 于是他选择给奇迹光也扣一顶帽子 胡不堂 指的是浙江省委书记胡宗宪 是马宁远和奇迹光的顶头上司 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所以胡宗宪身上有着严党的标签 马宁远的意思是 我们是胡宗宪的人 胡宗宪又是严嵩的人 改道为丧是严嵩提出的 所以我们都要支持 如果你奇迹光不支持 那就是背叛领导 奇迹光听了呵呵一笑说 如果你真是胡不堂的人 那我劝你赶紧把人放了 说完便带兵离去 奇迹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胡宗宪是这部剧里唯一一个 会为百姓考虑的高级官员 他虽是严嵩的弟子 但却从来不参与党争 营生把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抗窝上 此时他正陪着江南制造局局长 杨金水招待外国商人 杨金水是大太监旅方 最为得意的干儿子 业务能力了得 谭孝坚便谈妥了 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 光这一向就创造了 七百五十万的GDP 但胡宗宪脸上没有任何笑意 这时马宁远跑来告状了 他是这么说的 有窝贼煽动造反 几百个刁民 都闹得总都衙门口了 浙江政法委书记何茂财 一看竟然有人聚重闹事 二话不问 直接就要抓人 胡宗宪白了他一眼没有同意 带着几人从后门进了衙门 进屋后 马宁远和何茂财 大骂刁民不配合不懂事 常务副省长郑密昌 也在抱怨工作任务中压力大 胡宗宪没有回应 突然问了一句 正密昌愣了一下 胡宗宪说 意思是 你们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 就逼着老百姓改道为丧 改完了吃什么 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随后他表明立场 简台词是 照你们这样的搞法 大家的人头迟早都得搭进去 于是他让马宁远立即放人 杨金水一听 胡宗宪不愿意毁粮便开始施压 说按照现在的生产力 就算往死里支 到年底还去二十万匹 那时候 内阁不问你们 公里哥得问我 杨金水立属司里坚 是嘉靖皇帝下面的直属机构 所以杨金水代表着皇上的利益 胡宗宪不能反驳 当着杨金水的面 胡宗宪还是要继续推行 改道为丧 只是他巧妙地将矛盾 从农民转到了富商身上 他要求马宁远 向米氏老板强制性叠粮食 不戒得通通见橘子 另外一方面 他也向严嵩和嘉靖上道奏书 说改道为丧 不能太激进 建议分阶段慢慢搞 严世凡看到后很不开心 因为他要的就是个激进 他不想给农民喘气的机会 不希望让农民有粮吃 米氏不借粮 也是受了他的意 因为只有农民买不到粮 才会愿意把土地 建卖给丝绸大户 让丝绸大户完成改道为丧 这才是严世凡的真正目的 这样做对他有两个好处 第一规模化运作可以保证出品的生死质量 一二直接买地就省去了每年的收私成本 将我们的利润可以大大提高 利润多了 他们能分的也就多了 但他没想到 明明属于严党的胡松县就敢和他对着干 所以他一口咬定 胡松县已经倒向了豫王的清流派 下属罗文龙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说是啊 豫王还专门在胡松县身边 安插了一个心腹谭伦 不看胡松县跟谭伦处得很不错呢 唉想想也能理解 皇位早晚是豫王的 胡松县劈腿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严松并不认同 胡松县是他的弟子 他清楚胡松县不是那种人 并且他把胡松县的奏书看了好几遍 觉得胡松县说的有道理 看到亲爹也占胡松县 严世凡很委屈 他说皇上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 就是为了给他搞钱 皇上多能花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有让丝绸大户兼并土地 才能让这个项目多出几百万的利润 如果因为照顾百姓没搞到钱 到时候皇上对我们不满意 那豫王他们扳倒我们严家 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严世凡说的很有道理 严松思索片刻 交代严世凡把胡松县的奏书 交给吕方 说皇上今天要去豫王府看孙子 让吕方一定要当着豫王的面 把奏书递上去 其实严松是把决策权推给了嘉靖 是要钱的还是要百姓 如果嘉靖明日说要钱 那豫王以后就不敢继续为难他们 如果嘉靖选了百姓 到最后没搞到钱 你就别怪我严松 严松这招属实精明 但嘉靖的道行可比严松高多了 旅房刚把胡松县的奏书呈上来 嘉靖就已经猜到了里面的内容 一句话就是把锅又甩给了严松 意思是钱老子得要 骂名老子不单 所以有人评价嘉靖是史上最聪明 也是最自私的帝王 一点也不为过 抱上了孙子的嘉靖心情并未受到影响 一抬手就赏了玉王妃十万匹丝绸 好家伙 浙江的老百姓被折磨得要死要活 就为了多支几匹丝绸 嘉靖送礼一张嘴就是十万 胡宗县听了 都替全浙江的百姓谢谢他 先把那九个献烟了 然后让那些丝绸大户准备好粮食去买田 买完田立刻给我中长丧苗 我今年就要建残丝 这是大明王朝中最毁三观的情节 为了兼并浙江农民的土地 严世凡想出了一个狠招 那就是毁地烟田 用人造灾害逼老百姓建卖土地 这样不仅改道为丧没有了阻碍 就连收地的成本也可以再降一降 他把这个指令直接下给了邓密昌和茂财 让他们趁着端午训期 把新安江沿岸的九个县都给烟了 还特意强调要瞒着胡宗县 但兼并土地需要大量的物理财力 有这种实力的商人少之又少 于是郑和二人把计划同步给了杨金水 而杨金水又给他们找了一个绝佳助工 他就是浙商首富沈一时 沈一时是浙江最大的丝绸商人 也是江南制造局的金牌乙方 说直白一点 沈一时借着制造局 垄断了浙江的丝绸行业 而自己也沦为了杨金水的头号 搞钱工具人 为了讨好杨金水 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献了出去 给杨金水做对食 所以杨金水的需求 他从不会拒绝 这次也是一样 接牌的人有了 还缺个炸堤坝的执行人 这是整个计划中最脏的活 张河二人为了把自己摘干净 他们找来了马宁远 他们声称是严松阁老亲自下的令 并要求他不要告诉胡宗宪 马宁远是胡宗宪一手提拔的人 他谁都不认只认老胡 一听这么大的事要瞒着安施 他有些不能接受 杨金水在他耳边说 本来这事应该是派给胡宗宪的 但阁老却刻意绕过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为了保护他呀 杨金水是在暗示马宁远 爱他就要给他背锅 马宁远自然不舍得胡宗宪干这种脏活 于是自己一口揽下的 但他有个要求 买田的粮一定要准备好 不能饿死百姓 不能让胡宗宪下不来台 说完便自己带人 炸掉了九个县的闸口 马宁远以为自己只是为爱奋不顾身 殊不知他已经跳进了一个天大的圈套 胡宗宪这边收到急报说 九个闸口同时决堤 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天地不人哪 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以万物为除狗 意思是他知道这不是天灾 是人祸 这帮孙子竟然把老百姓当畜生遭见 他连夜带人去抢修河堤 但水流太急 无论多少沙袋扔下去 都会立刻被冲走 豫王派的谭伦也在现场 他建议分红 胡宗宪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 只是对纯安和建德的百姓不好交代 谭伦说 试试人肉沙袋吧 派几个人跳下去堵 堵得住便堵 堵不住 我们死人对百姓也好交代 胡宗宪行内答应 于是几十个士兵便一个个跳下去 然后消失不见 他们堵得不是洪水 是舆论 另一边 干了缺德事的郑和二人 并没有任何愧疚和惶恐 反而在抱怨胡宗宪分了红 导致才淹了一个纯安和半个建德 改道为丧需要五十万亩土地 这两个县的土地远远不够 如果再买其他县的地 那可就贵了 郑必尝百思不得细节 胡宗宪明明是严党 虽然这事是瞒着他 但他应该能猜到 这事是严世凡的指令 为什么胡宗宪会和他对着干呢 何茂才说 分红的时候谭伦也在现场 所以他猜测 胡宗宪是已经改换了门庭 抱住了豫王这条大腿 但这不是眼下最关键的 更恐怖的是 马宁远炸完堤坝后就消失了 如果他把这事抖出去 那他们哥几个就完蛋了 正如他们所料 马宁远此时正站在胡宗宪面前 坦白事实 但他很开心 以为自己帮了胡宗宪的大忙 毁迪的指令是严世凡下的 而豫王的人又在身边盯着 如果老胡接到这个指令 肯定是两头犯难 但是他却帮老胡把这事担了 这样老胡就可以两头不得罪 然而胡宗宪的反应 却是这样的 沿了几十万百姓 还说替领导分忧 小马呀 你可长点脑子吧 以胡宗宪的智商和行商 如果得知了这个计划 一定有办法去周旋 就算驳回不了 胡宗宪也会把这种脏事甩出去 而现在因为小马的自作聪明 胡宗宪是彻底甩不干净了 这也是郑和二人 拉马宁远下事的原因 因为只有胡宗宪在前面背锅 就算出了事 他们俩也能全身而退 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 马宁远却看不透 死活不愿供出幕后主使 您不要问了 问下去 我大明朝历史变天下大乱了 哥老也会受到牵连 马宁远这话看似什么都没说 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胡宗宪看这个蠢货 还在包庇郑和二人 便决定给他上一课 胡宗宪把郑密昌和茂财叫了进来 问他们这次水灾应该怎么上报 和茂财说肯定是报天灾 胡宗宪说 哦是天灾吗 郑密昌补充道 端午逊水未猛涨 这谁都没想到吗 胡宗宪微微一笑说 好啊那搜书由你来写 邓密昌说 我写可以 但你是一把手 数名还是要数您的名 胡宗宪说 谁写的奏书 数谁的名 但我提醒你 隔壁江苏是和我们一起修的地 我们花的钱还比人家多 同样的讯息 人家啥事没有 我们的地却全塌了 这个问题 你要想好怎么回答 和茂财一看胡宗宪不愿背锅 便开始威胁 小哥老给我们写了信 想必也给布唐写了信 一定要追查 查到我们头上 我们要不要把小哥老的信 交给朝廷 布唐还要不要再去追查小哥老 那朝廷改道为丧的旨意 是不是也叫皇上收回 和茂财的意思是 如果你敢跟我俩过不去 就等于和皇上 以及严实凡过不去 既是很足 但人却很蠢 一下就被胡宗宪抓出了漏斗 你是说 毁迪燕田 是小哥老让你干的 和茂财一下就意识到了不妥 瞬间就慌了 我没这样说 属下说的是 改道为丧的国策 胡宗宪再次进攻 改道为丧 和九个县的地眼绝口 有什么关系 水灾和国策推行 何茂财的智商 简直是被胡宗宪 按在地上摩擦 邓米昌赶紧妥协说 肯定是没有关系 可这次水灾 愣要说是端武逊造成的 也有点说不过去 属下想 一定是去年 修堤的时候没有修好 何道衙门的人 在修堤的时候 摊没了修河工馆 听到这里 马宁远开始坐不住了 因为他就是 河堤工程的负责人 何茂财连忙赞成说 就这样上奏吧 至于何道衙门 马宁远 马宁远知道的太多了 何茂财话中的每一个字 都在诱导胡宗宪 立刻处死马宁远 屋里的马宁远 瞬间透心凉 胡宗宪问 你们说的有关人员是谁 邓米昌说 马宁远和淳南 建得两个支线 胡宗宪说 还有呢 工程监工是谁 邓米昌面露难色 说监工是公里的人 如果要处理 还要先报杨公公和吕公公 胡宗宪看 邓米昌不愿意得罪杨金水 便放了大招 来人 来 把马宁远带出来 在总督署就地看管 是 郑和二人听到马宁远 竟然就在屋内 吓得原地裂开 马宁远长舒一口气 走了出去 给了郑和二人 一个诡异的微笑 这两人意识到 胡宗宪已经百分百 掌握了他们 毁低烟田的石锤 于是立马改变风口 疯狂讨好胡宗宪 一是会承诺奏书由他们署名 二是会一同承办杨金水的人 胡宗宪还不满意 要求他们要在奏书中 多加一条 发了这么大的载 改道为丧 尽量爱难实行 这一条在奏书里务必写明 说完便转身离去 不给郑和讨价还价的机会 然而郑和阳三人 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范 胡宗宪在审阅奏书的时候发现 改道为丧 延缓实行的话 还是没有写 他问郑密昌原因 郑密昌说 我们说这话不合适吧 如果皇上良心发现 说不让改了 我们遵旨便是了 如果皇上没说 那我们只好免为其难了 胡宗宪被这三个不沾锅气炸了 你们有什么难 几十万人的田全淹了 现在连一斗米都借贷不到 还叫他们改道为丧 丧苗能够吃吗 和茂财摆烂说 田已经淹了 又算不种丧树 他们还是没得吃 胡宗宪说 有官父亲朝廷调粮借贷 借贷的粮食 今年还不了 分三年归款 因此这三年内 不能改道为丧 照这个意思写上去 杨金水不爽了 这样写的话 我可不属于 他说 矮性饿死造反 那是你们地方官的事 我是公里的人 我只管知私仇 胡宗宪怒了 绝口烟田也是我的事 谁绝口烟田啊 绝了滴 您要抓人 我把人也给您送来了 您还要怎样 杨金水之所以这么嚣张 是因为他知道 那几个背锅侠 已经被当街问斩了 现在死无对证 你胡宗宪再想拿这个威胁我 那不能够 胡宗宪事先已经猜到了杨金水的态度 于是再次放出大招 来人 把马宁远带起来 是 郑和阳三人听到马宁远还活着 再次原地裂开 这马宁远不仅还活着 还带来了郑和阳三人 谋划毁迪烟田的证词 证词还有纯安 建德两个支县的署名 马宁远把证词交给胡宗宪 给他磕了个头 然后转身奔赴 转头台 胡宗宪手里握着证词说 我不能让有些人 接着改道为丧 乱了浙江 乱了我大明的天下 我没有退路 你们也不要大量着 有什么退路 我再问一句 这道奏书你们改不改 杨金水叹了口气 瞬间变了脸色 都是为了我大明的天下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找不同的意思改吧 好吧 这一仗胡宗宪完胜 大家都是人精 谁也别算计谁 敢搞我胡宗宪 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为了推行改道为丧 杨金水与郑和二人合谋 一口气炸了九个堤坝 淹死了几十万百姓 他本以为有马宁远背锅 就可以全身而退 但却被胡宗宪拿住了把柄 杨金水心里有些后怕 把事情汇报给了干爹吕方 谁知吕方转头就告诉了皇上 杨金水吓尿了 以为脑袋不饱 结果吕方却说 你也是为了功力好 难得的是你不隐瞒 这便是最大的钟 一两个县吧 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吕方伺候嘉靖几十年 最了解嘉靖的尿性 他清楚 比起百姓的死活 嘉靖更在意手下的人 是否忠心 但即使有吕方的这句话 杨金水在嘉靖面前 还是瑟瑟发抖 嘉靖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 毁滴烟田的指令 是否是严实翻下的 第二 胡宗宪手里 现在是否有实锤 杨金水点头承认 嘉靖思索片刻 问杨金水 杨金水不敢回答 吕方鼓励道 有什么就打什么 杨金水这才说话 他说 胡宗宪应该是有三层心思 第一 胡宗宪身上担子太重了 浙江外有倭寇作乱 如果家里百姓在造反 内忧外患 他担不起这个罪 第二 豫王派过去的谈论 总在他身边盯着 胡宗宪多多少少受了些影响 第三 胡宗宪虽然是严松的人 但对严实翻做的事 却一直都看不上 杨金水的这番分析和总结 可谓是一针见血 透彻客观什么也不隐瞒 哪边也不偏袒 家境非常满意 女方 你用的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名利不要赏他什么 按理讲他点什么吧 就这样 杨金水凭借着一个中字 躲过了一截 不仅保住了性命 还受到了奖赏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在聪明人面前 不要耍心思糊弄 坦诚清晰才是上策 杨金水之所以这么幸运 不光是因为他聪明 更重要的是他有个好领导 给了他正确的引导 但胡松县可没这么幸运了 家境点名让他进京问话 按惯例 胡松县进京后 要先拜见老领导颜松 结果很不巧 他刚好撞到了严世帆的枪口上 严世帆让下人告诉胡松县 有公事明天上朝聊 如果是私事 我们严家和他没有什么私行可言 下人问 这么说是不是太伤人了 严世帆情绪激动 伤你妈的口 另一边 严嵩很郁闷 毁低烟田的事是严世帆背着他干的 还被人抓住了把柄 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已经81了 还得出来给儿子擦屁股 他问罗龙文 你说皇上会不会已经知道了这事 罗龙文说 不可能的 郑密昌和茂财都是我们的人 他们不会说 杨金水虽然是吕公公的人 但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事 肯定不敢说 严嵩觉得有道理 但他想不到的是 隔壁老旅头已经把他卖了 这时严世帆走进来说 就算皇上知道 肯定也是胡宗宪捅出去的 严嵩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 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胡宗宪虽然是他的人 但三官却正得一批 毁低烟田这事确实缺德 他不确定胡宗宪这次 还会不会保他演讲 但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在胡宗宪面圣之前 见他一面 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了 哪里不对 这个事真的也该到了 脚屎棍严世帆说 我刚刚去门口看了 没人你死心吧 胡宗宪不会来了 说完 他又背着严嵩 偷偷去见了胡宗宪 见面后 没有任何寒暄 直接问他 要马宁远的共撞 胡宗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严世帆怒火中烧 一口咬定 胡宗宪是叛徒 胡宗宪说 你可以用这个心思夺天下人 但不可以用这个心思夺 胡宗宪 胡宗宪还劝严世帆收连点 你爹已经八十亿了 给他留条活路吧 严世帆恼羞成怒 抽了自己俩耳光 说就当自己眼下用错了人 然后丢下一封辞职信 让胡宗宪自己抄了 明天递给皇上 另一边的严嵩 等了胡宗宪一晚上 都没等到人 心里很不是滋味 看来严实凡是对的 他看错胡宗宪了 人心似水 水是往地处走的 人心总是高了 还想高啊 与此同时 豫王也很胶着 因为嘉靖不仅点名了胡宗宪 还特意强调 让谭伦也一起跟着来 谭伦在浙江存在感这么低 嘉靖为什么要点名他呢 因为嘉靖是想告诉豫王 老子知道谭伦 是你们派过去捣乱的 所以徐杰建议豫王 不要私下见谭伦 但张居正说 人人都知道谭伦是豫王的人 不见法让人觉得心虚啊 豫王非礼事也赞同 他说不仅要见 还要光明正大的见 他建议派冯宝去接谭伦过来 冯宝是吕方的干儿子 让冯宝去 就等于是告诉了吕方 告诉了吕方 就等于告诉了皇上 李飞这一招实在是高 连徐杰和张居正都拍手称赞 第二天一早 豫王严松胡宗宪三人面见嘉靖 心如明镜的嘉靖 坐在上面宛如上帝 他问胡宗宪 咽口绝地的事 为什么不上报 就砍了四个官员 胡宗宪说 他们贪污公款 造成何敌绝口 他们该死 并且我有亡命棋牌 可以就地正法 嘉靖问 先上报一下不可以吗 胡宗宪说 可以 可以为什么不上报呢 况且还是胡宗宪这么谨慎的人 这就是胡宗宪最大的漏洞 嘉靖一下就抓住了要害 所以就算杨金水事先没有告知实行 这几个人也瞒不过嘉靖 胡宗宪无言以对 但嘉靖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将枪口转向了豫王 他说 你之前说谭伦是个人才 要到这项历练 历练得怎么样了 豫王说 一般般没什么剑术 嘉靖阴阴阳怪气地说 敢为天下先还不是有剑术 这里的敢为天下先是宝一词 夸一个人有创新进取精神 但嘉靖是在饱讲谈论吗 显然不是 无有三德 也词也简 也不敢为天下先 嘉靖说这话时 语气明显变得凶狠 豫王听完就扑通跪下了 我当时看到这里一脸懵逼 为什么嘉靖突然生气 为什么豫王突然跪下 为什么他们说的每个字 我都能听懂 但连起来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揣摩了很多次之后 我觉得嘉靖真正想强调的是 不敢为天下先 这里的天下指的是皇帝 改道为丧是嘉靖定下的国策 但豫王却派谈伦去浙江捣乱 让改道为丧进行不下去 嘉靖说谈伦是敢为天下先 表面是夸奖 实际上是指责豫王 为了党争不顾大局 不把他这个老子放在眼里 所以豫王非常惶恐 这时胡宗倩突然开口说话了 胡宗倩这是在为豫王开脱 意思是所有决策都是我自己下的 豫王没有指使过我 我也不会听他的 国策推行不下去 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和豫王没有关系 说完便递上了辞职信 嘉靖看胡宗倩铁了心 要自己背锅 不说实话便威胁到 何敌师兄这么大的事 开除你就完事了 胡宗倩说 雷霆与露莫非天恩 请皇上胜财 雷霆象征的责罚 与露代表着奖赏 意思是无论是讲是法 我都接受 反正这个锅我背定了 然后他拿出了马宁远的共状 嘉靖眼前一亮 亲自走下来查看 但看完脸色变得很难看 因为这里都是马宁远贪污公款的供词 关于严实帆下令毁低烟田的事 他只字未提 这个胡宗倩 为了袒护严嵩 竟然做假正骗老子 聪明人最痛恨的事 莫过于被人当傻子哄 嘉靖想发飙 却发现严嵩在装睡 嘉靖让旅方强行叫醒严嵩 让他看这份供词 严嵩却继续装傻说 字太小 看不清了 嘉靖依然不放过他 问胡宗倩的离职要不要批 严嵩说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 一切都得听皇上的 嘉靖呵呵了 胡宗倩当时去浙江当省委书记 不就是你提议的吗 什么叫一切听我的 很明显 严嵩是在打太极 皇上确实会听别人的建议 但前提是 你提的这建议要符合皇上的心意 而严嵩此刻还摸不透 嘉靖对胡宗倩的态度 所以不敢随便给建议 胡宗倩为了不让嘉靖刁难严嵩 再次主动提出离职 嘉靖这才亮明态度说 想撂挑子 你想得没 浙江那么重要 还有那么多窝寇 你走了 谁给我抗窝 严嵩一听苗董 便不再装傻 立刻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让胡宗倩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 执任浙职总督一职 严嵩的建议可以说是完美 明朝的总督是个临时岗位 他们的职责是解决某些突发问题 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 项目一旦结束 官职也会被撤销 浙职总督的任务是抗窝 而浙江巡抚就相当于浙江省委书记 所谓浙江的一把手 大事小事都要管 改道为丧就属于巡抚的工作范畴 胡宗倩辞去浙江巡抚 指认浙职总督 意味着胡宗倩可以从改道为丧中脱身 专心抗窝 这样既保全了胡宗倩 也满足了嘉靖的用人需求 嘉靖对严嵩的提议非常满意 这才是老成谋国的话 那浙江的灾应该怎么震 改道为丧还要不要继续呢 嘉靖的态度是 两难若能两顾 总是好事 意思是 在你们自己想办法震 改道为丧还要给老子继续干 说完还删行了一把 真知道你们难 真也难 我们就都免为其难吧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讲坏得很 在大明王朝中 敢公然哄骗嘉靖 但又让嘉靖爱不释手的人 只有一个胡宗献 因为他太重要了 脚窝要靠他 辅助百姓不造反 也要靠他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 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献 嘉靖虽然不是个好皇帝 但也绝不是个昏君 他非常明白 搞钱的前提是国家要稳定 如果把百姓逼反了 那就没有韭菜可以割了 所以他必须要保护好胡宗献 把他从矮道围丧 盆子中摘出来 搞钱的脏活 就让严世凡自己干去吧 但一个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胡宗献一旦协任省委书记 就意味着严世凡 在浙江彻底没了约束 虽然改道为丧会进行的更顺 但严世凡能贪的可就更多了 严世凡贪腐的尿性 嘉靖很清楚 只是他一直都在默许 要想马儿跑 就要不断给马儿喂草 要想让严世凡多搞钱 那就得允许他从中捞钱 但嘉靖可不是那种 任由下属糊弄的老板 虽然他二十年不上朝 把政事都下放给了斯里坚和内阁 但有一件事 嘉靖抓得很紧 那就是财政 他算账水平一流 堪称史上最强CFO 所以严世凡到底捞了多少 嘉靖一清二楚 嘉靖心里一直有条底线 搞来的钱最多可以分严世凡四成 那老子就分分钟弄死他 但当务之急 是需要有人去制衡严世凡 所以他叮嘱吕方 豫王派到浙江的谈论要保 并且让吕方暗示豫王 多派起人过去 他这边一律批准 最后他又特意让吕方 转告杨金水和严世凡 以后不要再为难胡宗县 但为难胡宗县的 只有杨金水和严世凡嘛 在我看来 真正把胡宗县逼到这一步的 其实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清流派 胡宗县是严松亲手带出来的人 对彼此的信任还是有的 改道为丧的国策落到浙江 胡宗县作为浙江的一把手 发现政策过于激进 觉得要分阶段慢慢来 原本他提议是非常正常的 然而 豫王那帮人非要往胡宗县身边塞个谈论 硬生生把胡宗县拉入了党争 所以无论胡宗县提什么建议 在严世凡看来 那都是胡宗县讨好豫王 背叛严党的证明 他不仅不会听 还会更加疏远胡宗县 加进车了胡宗县浙江巡抚的兼职 算是把他从党争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清流党对胡宗县的刁难 却并没有结束 针对这次的灾情 严党提出了一个方案 叫以改兼镇 两难自解 就是让浙江的富商出粮救济灾民 灾民拿地换粮 说直白一点 就是打着公益的旗号 光明正大兼并灾民的土地 表面是镇灾 实际上还是为了捞钱 张居正狠气 大骂严党不要脸 还说这么离谱的方案 朝廷上下 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 但我很想问张居正一句 您反对了吗 胡宗县不死心 想从户部申请些粮食去振栽 不让老百姓拿地换粮 然而 徐杰和高拱 却拒绝了他 豫王很生气 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张居正 这才说出了他心中的盘算 这次干脆 就让浙江乱了 就当我大明朝身上 烂了一块肉 这块肉一烂 免党这个农疮 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上一秒 还义愤填膺的豫王 瞬间冷静了下来 徐杰和高拱 都是这么看吗 张居正点头 然后徐王问谭伦怎么看 谭伦说 是大谋略 真是 哭了这家的百姓 我呵呵了 当初严实反 毁地烟田的时候 你谭伦还骂严党 不顾百姓死活 丧心病狂 怎么同样的事 放在清流党身上 就是大谋略了 徐王妃看不下去了 她把儿子塞到徐王怀里 说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谋略 但是有一条 你们别忘了 你是黄楚 你儿子也是黄楚 大明朝不是严家的 而是你和你儿子的 大明的百姓 都是你们的子民 哪有君妇 看子民受苦 却袖手旁观的 胡宗宪尚其爱护 自己任地的百姓 你们连个胡宗宪都不如吗 他们那些贪官 可以鱼肉百姓 但你们这些忠臣 可不能熟视无睹啊 徐王妃的一番话 说得张居正哑口无言 一屋子老爷们 格局竟还不如一个女人 嘴上喊着爱与和平 实际上除了党争 什么也不会 对于这些清流党 胡宗宪有句评价很精准 他们也不过高谈阔论 书省而已 胡宗宪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后 郑米昌和茂财 晋升为了浙江的一二把手 两人喜滋滋的以为捡到了宝 但他们死都想不到 这竟是悲剧的开始 改道为丧 就是一局死棋 改成了百姓丢地造反 背锅的是他们 没改成 惹皇上生气 背锅的还是他们 胡宗宪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忙着辞职脱身 然而郑和这两个傻貌 显然还没看透 胡宗宪的坑有着落了 但杭州市长和纯安 以及建德两个现场的坑还空着 严世凡和玉王都盯着这三个位置 想安插自己的人过去 严世凡首先抢占了杭州市长的坑位 选派的人是他的学生高汉文 高汉文出身书香世家 一直待在汉林院背景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这样的人清流党是挑不出毛病的 但严世凡选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其一 以改坚证的方针是高汉文提出的 严世凡非常满意 觉得高汉文在思想层面是和他对齐的 其二 高汉文之前从未涉足官场 整个人就是一张白纸 跟胡宗宪这种老油条比起来 高汉文更听话 更好拿捏 但严世凡没想到的是 有个人去抢先在他这张白纸上撒了尿 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胡宗宪虽然从改道围丧中脱身了 但是他还是做不到袖手旁观 放任严党坐见浙江百姓 所以他在返回浙江的路上 偷偷截护了高汉文 他要给这个人洗脑 胡宗宪首先问了他一个问题 纯安和建德现在有多少灾民 浙江官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每人每天按思量发针 还能发多少天呢 高汉文对答如流 纯安有灾民27万 建德有灾民11万 发粮之前官仓有余粮20万弹 现在20天过去了 官仓里还有余粮5万弹 最多能发放10天左右 他的表现让胡宗宪很满意 看来 严世凡这次选的人 不是一个只会捞钱的草包 胡宗宪继续问 那10天以后 你准备怎么办 高汉文说按照已改监政的方针 10天后当然是让那些有田有良的人 拿粮买灾民的田 然后再督促这些买田的大户 去改道为丧 胡宗宪又问 你准备让他们花多少钱买田呢 高汉文说 买田从来都是有工价 这个似乎官府不应该干预 胡宗宪微微一笑说 10天后粮食完了 灾民都快饿死了 买田的人趁机压价 官府管不管呢 高汉文说 那官府当然该管 哪个官府 是你杭州制服衙门 巡抚衙门 还是翻念衙门呢 当然 高汉文一时语色 他突然发现 这个事严实反 好像从来都没有交代他 不堂大人的意思是 浙江官府会奏容那些大户 趁灾情压低田家 胡宗宪没有否认 只是问他 要真是这样 你怎么办 高汉文天真的说 我会据理力争 胡宗宪呵呵了 你怎么争 你既不能朝了那些大户子家 去抢粮 又不能劝收百姓贱卖土地 到时候 如果浙江乱了 那你已改监政的方针 就是治乱之源 高汉文一瞬间 如遭雷击 不知所措 他这才放低姿态 求胡宗宪给他指条明路 胡宗宪见高汉文 已经意识到了问题 这才给出建议 他说 一定要控好田价 一亩田 一定不能低于三十弹粮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会把 纯安和建德的田 全买完 灾民卖一部分田买粮 留一部分田 明年还可以接着种 这样便不会反了 高汉文说 如果大户买的田不够 即使改到为三了 治三十万匹丝绸的任务 还是完不成啊 胡宗宪说 不够 让他们去别的县买 高汉文很为难 没有受灾的县 一亿木田 要五十弹粮 大户们 不愿意买 怎么办 胡宗宪说 那你就上奏朝廷 让上面的人做决策 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胡宗宪这一招 可谓是职场精髓 只要把决策权交出去 就等于把锅甩了出去 然后他给高汉文打气说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争 我去苏州 找江苏巡抚赵真吉去借粮 十天以后 我给你把粮带来 让你去争田家 高汉文很疑惑 你明明什么都清楚 为什么不直接跟皇上说呢 胡宗宪苦笑了一下 这事就是皇上让干的 我能跟皇上说吗 然而 他只能把这话藏在心里 告诉高汉文 有些事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 高汉文很感动 给胡宗宪磕磕了个头 他觉得老胡这样的人才配当他的老师 他严世凡是个什么心肝 前面那么大的坑 还笑眯眯的送他去跳 就这样 严世凡千挑万选的门生 刚出门就被胡宗宪成功策反了 另一边 渝王也在物色人选 抢占两个县长的坑 谭伦把自己的好友王用吉拉下了水 出任建德支县 至于灾情最为严重的淳安 他相中了一个人 叫海瑞 他说海瑞这人最反对的就是豪强兼并土地 他曾写文章说 吴田则失民 失民则亡国 之前胡宗宪上奏书的时候 还引用了他这两句话 张局正很满意 说这人就是一把利剑 把他放到浙江 不说救民于水火吧 至少能跟严党那些人拼杀一阵 他建议豫王 立刻把海瑞调往淳安 但谭伦有些为难 他说海瑞是个妈宝男 哦不 是个大孝子 他四岁丧父 从小被母亲带大 虽然也有大志向 但就是一直中不了近视 现在也佛了 把一颗心都放在了孝敬母亲身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海瑞四十岁的人了 一个月竟然有二十几天 都要睡在母亲房间 并且他海家三代单传 可他现在才只有一个女儿 如果让他去淳安当县长 很可能会把命都搭进去 到时候不仅母亲没人照顾 连海家也会绝了后 所以他觉得海瑞可能不会答应 张局正说 我给他写封信吧 今纯安数十万生民 于水火中望宫 如大汉之望云泥 如孤儿之望父母 柴虎遍地 宫之宝剑尚沉睡于窍中 亦或宁断于猛兽之锦鱼 宫国殉国于这 则宫之母是为天下人之母 宫之女是为天下人之女 属于海门无后 宫之香火 海门之姓字 必将绵延于庙堂 而千秋万代不息 好 大义是浙江需要你 纯安的百姓需要你 如果说你真挂在了浙江 那你妈就成了天下人的妈 你闺女就成了全天下人的闺女 谁说海家无后 那些被救助的百姓 都是你的孩子 他们会世世代代 延续你海家的香火 不得不说 张局正画饼的功夫是超一流 连谭伦和豫王听了 都激动万分 王妃思索片刻回头说 如果海瑞真挂了 就把他的母亲和妻女接过来吧 我来养 王妃的格局 再次震惊了在座的男士 千万句豪言壮语 都不如王妃一句话来得实在 就这样 本区最强男主 全场怼人MVP 大名律十级学者 海瑞同志 终于上线了 开启了他怼天怼地 怼皇帝的强悍人生 如果要问严世凡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那一定是用了高汉文 辛辛苦苦培养了几年的学生 刚一出门 而就被胡宗宪策反了 在接风会上 郑立昌把已改奸阵的落地方案给高汉文看 他并不是想征求高汉文的意见 而是想走个过场 让高汉文象征性的看一眼就可以开干 但高汉文到底是被胡宗宪点拨过的人 一下就看出了问题 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 让那些丝绸大户赶快把田买了 赶快改中丧苗 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 会不会趁灾压低田价 卖田的百姓田地卖了之后 能不能过火 这里是一句无言 他说真出现了买田大户压低田价 十蛋一模八蛋一模 百姓卖是不卖 官府管是不管 郑立昌被闻蒙了 高汉文不是小哥老派来的队友吗 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 何茂财接话说 买卖田地是买家和卖家的事 你管不着吧 倘是公价买卖 官府当然可以不管 什么叫公价买卖 丰年五十蛋稻谷一亩 欠年四十蛋稻谷一亩 今年春安和建德遭了灾 也应该不低于三十蛋稻谷一亩 如果三十蛋一亩 在春安和建德 便买不了五十万亩 改到为丧的田 今年三十万匹丝绸 还要不要脏了 我不明白 三十万匹丝绸的丧田 为什么一定要压在 两个受灾的县份去改 何茂财说 不过高汉文 便开始威胁 说我不管你 等五天后 赈材的粮吃完了 那些大户不愿意出粮买田 饿死了百姓 我看是谁顶罪 高汉文反向威胁说 谁的罪 朝廷自有公论 何茂财被气到失去理智 杂谱让郑碧昌 免了高汉文的职 高汉文说 不用你免 我自己提理职 不得不说 胡宗乡的精髓 都被高汉文学去了 与其背锅 不如不干 看到高汉文提离职 海瑞和王永吉 也附和说 要抱团离职 郑碧昌 一看三个背锅侠 都要撂挑子 便急忙站出来说 既然是提案 那就是可以议的嘛 你们三个是项目执行人 那这个方案 肯定是要议到 你们都能接受才行 但几位初来浙江 对本地的情况还不了解 我建议三位 明天先实地考察一下 等后天上午 我们再议 说完 便带着和帽才溜了 郑和看出 高汉文这人不好对付 于是连夜找沈一时 商讨对策 看怎样才能让高汉文闭嘴 沈一时提议塞钱 郑碧昌说 这种读书人最要脸 钱他是不会收的 沈一时问高汉文 平日里有什么爱好 郑碧昌说 他喜欢诗词歌赋和音律 沈一时顿时就有了主意 说 只要你们愿意 我可以让他改口 何某才说 你要是能让他改口 我们有什么不愿意的 郑碧昌瞬间就猜到了 沈一时的手段 说高汉文 毕竟是小哥老的人 不合适吧 沈一时说 不用你们出面 我让制造局的人去做这个事 郑碧昌一听 心满意足的走了 看郑碧昌的反应 我猜他们用这种手段搞定的人 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 但为什么用在高汉文身上不合适呢 因为他们想到的手段是仙人跳 这是一种最不入流 最见不得光的低级阴谋 一般来说 仙人跳的诱饵都是色 但对于高汉文这种高级知识分子来说 诱饵不光要有色 还要有才 沈一时对搞定高汉文很有把握 因为他有一个绝佳助攻 云娘 云娘是沈一时花二十万两银子 买回来的妓女 不仅容貌倾国倾城 还精通诗词音律 这些年来 沈一时利用云娘搞定了很多男人 包括杨金水 但沈一时对云娘的感情是复杂的 明理他对云娘百般利用 按理他又爱着云娘 在力和爱之间 沈一时选择了前者 但又因此备受折磨 生生把自己搞成了精神分裂 作为浙江首富 他这是何苦呢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 我不懂 第二天 沈一时借着了解丝绸行情的名义 把高汉文约到了自己家看丝绸 BGM是云娘谈的广灵伞 高汉文在专注看丝绸 听到琴声后 眼神有些迷离 突然他顿了一下 说琴谈错了 沈一时微微一笑 鱼上钩了 云娘掀开帘子走了出来 高汉文的眼睛一下就直了 沈一时说 沈一时时的暗示高汉文 眼前这个女人单身可撩 高汉文到底是读书人 关键时刻还是把持住了 坚持要先谈业务 沈一时也不强求 把她带到办公室 拿出一本账册 说这里面都是机密数据 连巡抚都看不到的 高汉文说 那你还是别让我看了 沈一时说 我没让你看 我现在是念给我自己听 你就当没听见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六日 南京苏州杭州制造坊 与西域商人商谈 二十万匹丝绸贸易 折合现银二百二十万两 悉数借送内庭私药库 诸 无需向户部入账 沈一时念账本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是想告诉高汉文 我支的丝绸大部分都送进了宫里 有些甚至连户部都不知情 说直白点 这些丝绸都流入了皇上的私人腰包 所以说改道为一丧的最大受益者是皇上 如果你是继续较劲 不妥协 那就是跟皇上过不去 沈一时这些账本已经不叫机密了 这简直就是皇上的黑料 高汉文不懂 为什么你要冒这么大风险 告诉我这些 沈一时开始拍彩虹屁了 说因为我欣赏你的才华 想教你这个朋友 如果你也把我当朋友 就听我一句劝 赶紧让灾民把田便宜卖了 让大户把桑苗种下去 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 你就赶紧离开浙江 有一说一 沈一时这个建议是很实在的 只要高汉文把改道为丧做成了 不仅不会得罪皇上 还会多一件功绩 做完后 离开浙江 到别的地方当官 这样即使一年后灾民造反 也和高汉文没有关系 他的仕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沈一时继续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改道为丧 今年就干不成 到时候 如果皇上追责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高汉文说 谢谢你冒着风险告诉我这些 但如果我高汉文为了自己的仕途 哼了几十万百姓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说完 便要转身离开 沈一时很无语 说轻一点 大人这是不解实情 说重一点 大人这是书生之箭 说的再难听点 高汉文这叫给脸不要脸 高汉文不吃他这一套 坚持要走 沈一时也拦不着 他说想走可以 但能不能腾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帮我侄女指导一家情谊 教美女弹琴谁不愿意呢 高汉文欣然答应 沈一时把他带进了云娘的房间 然后自己悄悄关上房门离开 高汉文确实是个君子 说弹琴就只弹琴 连云娘的手都不碰一下 云娘一下就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 一想到沈一时 要利用自己陷害他 就无比痛苦 于是他哭着 让高汉文赶紧离开 结果高汉文这个憨憨却说 没事不着急 再谈一会儿 与此同时 沈一时把杨金水的四个干儿子叫了过来 给他们每人塞了一千两银票 让他们进去捉奸 并交代他们 让高汉文留下自诀就好 不要伤到他 就这样高汉文被这四个太监碰瓷了 太监们说云娘是杨公公的女人 我们是杨公公留下来照顾云娘的 如果杨公公知道云娘偷男人 那我们就遭殃了 你得留下自诀 认为我们是不知情的 高汉文很震惊 看向云娘 云娘哭着说 我是沈一时二十万买来伺候杨公公的 不是他侄女 高汉文这才明白 自己中计了 他看着云娘满脸恶心 说你以后不要再谈广灵散了 否则鸡康会在天上用雷劈了你 云娘听了痛哭流涕 高汉文坚持不留字句 但读书人显然拗不过流氓 在几个太监的死缠烂打之下 高汉文还是乖乖就范了 第二天 高汉文神情憔悴的出现在议事会上 何茂才幸灾乐祸 对着高汉文又是调侃又是嘲讽 郑密昌暗示他收敛点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 昨天我和高汉文同志 针对已改奸阵做了深谈 小高在了解了实行之后 同意了这个议案 既然没有意义 大家就签字吧 说完郑碧昌就给高汉文使了眼色 让他签字 没想到高汉文还是宁死不屈 一字未改 我不能签 郑密昌说 那你就再想想上茶 门房端着茶 走到高汉文身边弯响腰 茶盘上正是高汉文昨天留下的纸条 我和云娘之事与旁人无关 高汉文看到后欲哭无泪 这个字他是不得不签了 这时见得知献王用吉突然站了起来 他问高汉文 同样的议案一字未改 你前天还极力反对 怎么现在就突然同意了 要说实情 我昨天也调研了 按照目前的粮食产量 见得百姓 每人每天可以吃七粮米 老人小孩 勉强可以饱腹 撞钉得远远不够 他们要到河里 捕鱼捕虾 才能勉强活着 如果灾民把田卖了 明年就只能苏田种 种出来的粮食 还有跟地主五五分 到手后 每人每天只有三粮五千米 各位大人 你们一天够吗 三粮五千等于175克 175克的米 能蒸出多少米饭呢 我测试了一下 就这么一小碗 这就离谱了 我媳妇减肥的时候 吃的都比这个多 王用吉这笔账 算得海瑞是泪流满面 高汉文也把笔 慢慢放下了 但郑弊昌不为所动 说 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 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 可我大明两经 一是三省 现在的实情是国库亏空 一个小小的支县 拿一个县的小账 来算国家的大账 朝廷有规制 省里一事 支县没有与会的资格 来人 叫两个支县下去 然后文房便上前 撤了两个支县的座 但海瑞和王用吉 还是站在原地 得报才说 省长大人让你们下去 听到没有 海瑞终于开口了 但不知叫我们下到哪里去 该到哪里去 就到哪里去 海瑞笑了 说好啊 那我们就去北京 去问问中央 叫我们过来 到底是来干嘛的 何茂才说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啊 海瑞说 堂堂一个杭州市长 都把你们威胁到 说不出话了 我哪敢威胁您 何茂才看海瑞丝毫不惧 便叫官兵进来 把海瑞压下去 大明律实际学者 海瑞放出大招 大明法力 繁力不委任的现任官 无有通敌师城 摊会情状 巡抚 只有参奏之权 没有羁押之权 郑仲长 叫你的兵下去 郑比昌没想到 海瑞会搬出大明律 只得乖乖撤兵 为了挽回面子 他威胁海瑞说 我不羁押你 不是我没有这个权利 而是我需要你 现在立马回淳安 落实 以改兼阵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 如果饿死了百姓 激起民贬 我可以请出亡命棋牌 把你就地正伐 前任杭州市长 和纯南县长 就是这么没的 海瑞呵呵一笑说 他们那是死有余辜 江苏两条河堤 花了三百万 现在固若金汤 各将一条河堤 又花了两百五十万 今年有个县处处取口 郑书记 这些钱 都是从你手里花出去的 第一 到底是怎么他的 我今天就不请教了 以后自会有人问你 郑比昌 咬牙切齿的说 你知道诬陷上司 是什么罪吗 海瑞白了他一眼 静止走向高汉文说 我不知道你昨天经历了什么 但这是你一个人的事 中可昭雪 知过错 回头是安 你今天 要是在这个议案上签了四 一步踏错 便是万劫不复啊 这时 小队长突然冲进来 对何茂才说 大人兵带到了 何茂才立即跳起来 指着海瑞说 这下好了 纯安的刁民跟倭寇 串联造反啊 就是你 昨天放走的那个奇大众 现在已经被官兵 当场牵货了 高福台 纯安县建德县都归你管 你说该怎么办吧 何茂才这里有个很大的漏洞 小队长进来的时候 只说冰到了 并没有说发生了什么 然而何茂才却直接把通窝的事说了出来 这不叫未卜先知 叫蓄意诬陷 何茂才这招是一石二鸟 一方面给海瑞扣上通窝的罪名 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抛给了高汉文 想借高汉文的手处死海瑞 但高汉文没发现这个破绽 弱弱的说 海瑞是昨天才到任 就算有人通窝 也应该跟他没有关系 格茂才说通窝的刁民 就是海瑞昨天放走的 高汉文哑口无言 直接拗地不及 不管他是真晕的还是假晕 反正他晕的很是时候 郑碧昌只能自己出来处理海瑞 注意 郑碧昌前半句说的是通窝 后半句却落到了一改监镇 两件毫不相干的事 郑碧昌却硬要把他们放到了一起 他是想告诉海瑞 只要你听话 把通窝的刁民杀了 若是好一改监镇 我就不追究你通窝的罪责 到这里郑和二人看似站进上风 连王永吉都慌了 然而海瑞却很淡定 他问郑碧昌 他们跟我去纯安县 是他们听我的 还是我听他们的 按省理的一案办 他们就听你的 倘若我要按纯安县的实情办 他们听不听我的 什么事情 省理现在说 纯安县有刁民通窝 究竟是怎样通窝 都有哪些人通窝 这些事 必须按实情查处 倘若真有通窝情事 卑职会按大明律法严惩不待 倘若并无通窝情事 忠诚是不是让卑职 滥杀无辜 海瑞的话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 他拆开了通窝案 和已改监镇的联系 你既然让我处理通窝的刁民 我就先把这件事查清楚 已改监镇 他提都没提 第二 他给郑碧昌扣了一顶帽子 通窝这个事 是否属实 我还要再查一下 如果属实 我会按法律办 如果不属实 那我是不是还要听你的 把人给杀了呢 如果你坚持要杀 那你就是滥杀无辜 郑碧昌听出了海瑞话中的陷阱 没有回应 而是威胁他 你是不是到现在 还要怂恿刁民抵制国策 郑碧昌也是在给海瑞扣帽子 如果你不杀他们 那你就是抵制国策 你该死 海瑞没有鸟他 继续追问 被责问的是要不要 滥杀无辜 有了这句话 海瑞的目的就达到了 小队长一脸懵逼的看着 何茂财 怎么跟剧本不一样啊 我到底听谁的 何茂财说 只是海瑞会让他们得逞吗 显然没有那么容易 在大明官场 如果你想搞死一个对手 最好用的手段 就是说他通窝 因为罪名一旦坐实 就可以原地砍头 对方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 为了搞掉海瑞 何茂财给他精心设计了一场通窝大案 直接回到一天前 海瑞在视察粮食的时候 发现官兵扣押了一群灾民 海瑞上前询问原因 官兵说 省里有指令 不允许私下买粮 有违反指令者 一律按扰乱国策罪论处 这个指令是正必唱下的 目的是为了逼灾民 去换粮 海瑞一听就怒了 强制让官兵把人放了 然而海瑞这个举动 却成了何茂财 陷害他的突破口 何茂财先到监狱里 放出了一个日本倭寇 让倭寇假扮粮商 再次引诱灾民买粮 然后再以通窝罪 抓了买粮的灾民 最后让海瑞去处决这群灾民 如果海瑞砍了他们 那灾民以后 就不敢再私下买粮 以改监阵的方案 就可以顺利实施 同时让海瑞杀人 也是在挑唆他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就算以后纯安的百姓返了 也会把账都算到海瑞头上 但如果海瑞敢不听话 放了他们 那他们就可以说 海瑞也和倭寇有勾结 这样一来 想干掉他就是分分钟的事 不得不说 作为大明王朝中的智商挖地 何茂财这次的计谋 属实立开 但可惜 他陷害的对象是男主角 海瑞只用了一招 就破了何茂财的阴谋 海瑞回到纯安后 坐在大堂上一声不吭 一直坐到五十一刻 傅县长催促海瑞去监展台 这时海瑞才开口说话 拿案卷给我看 傅县长一愣 说没案卷呢 海瑞说没案卷 你就敢让我杀人 小队长说 省里只说让你砍人 没说让省案卷呢 海瑞说 我不是已经跟省里说过了吗 如果情况属实 我会按法律处理 如果不属实 我绝不滥杀无辜 傅县长解释说 人犯是昨天天亮前才抓到的 来不及洗案卷 海瑞笑了 昨天天亮前才抓到人犯 你们上午就把消息报到了省里 纯安离杭州两百余里 你们的消息是坐高铁过去的吗 这个案子漏洞太多了 要好好查一查 绝不能行刑 小队长顶嘴说 我们是省厅的人 省里只让我们杀人 没让我们审案 海瑞说顶得好 要是杀错了人 是你顶罪 还是省里的人顶罪 小队长说 命令是省里下的 除了是有郑大人何大人担着 要论罪也轮不上我啊 海瑞说 好啊 那你把省里的文件给我看一下 小队长突然愣住了 是啊 指令是口头下的 没有文件就没有凭证 到时候要是真出了事 何茂才难保不会把他们推出去顶锅 两个队长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 傅县长突然说 完了完了 五十三刻过了 五十三刻一过 就意味着 人今天是不能杀了 海瑞松了口气 让队长回省里复命 同时将此事通知给胡宗县 要求总督衙门共同审理死案 何茂才那边一听人没杀掉 把气都撒到了队长身上 小队长也学聪明了 说你又不给我们下发文件 我没权利杀人呢 一句话 把何茂才堵得哑口无言 郑碧昌也无语透了 人未抓到 消息先行 他死都想不到 干了二十年公检法的何茂才 竟然这么蠢 留了这么大个漏洞 给海瑞抓住 何茂才为了晚尊 又想了个办法 他要把倭寇和老里的灾民 全部杀掉 然后以失职罪扣押海瑞 但海瑞毕竟是欲望选派的人 为了不得罪未来的皇帝 郑碧昌建议 前派两个队长过去把人干掉 然后派高汉文过去拘押海瑞 并且一定要赶在胡宗县前面 说完 郑碧昌就去找高汉文做思想工作 他没提海瑞 只说让高汉文到淳安 以改兼阵的事情落实一下 高汉文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但把柄在人家手里 他只能任由郑碧昌摆布 就在高汉文以为自己要沦陷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扭转了局面 他就是杨金水 为了不沾 以改兼阵这盆脏水 悄悄返回杭州的杨金水 一直苟在家里 他交代下属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他回来的消息 在回来的路上 他已经听说了沈一时 利用云娘去色诱高汉文的事 杨金水很生气 把参与仙人跳的四个太监都打了一顿 然后他把云娘叫了过来 温柔的问 沈一时和高汉文都不错 你喜欢哪一个呀 云娘愣了一下 一时摸不透杨金水的意思 杨金水笑了笑说 我在杭州最多也就再待一年 我又不能把你带回宫里 但你伺候了我这么多年 总要给你个名分 这样吧 你当我干女儿可好 为什么杨金水说 他只会在杭州待一年呢 因为他心里清楚 只要今年改到为丧一落时 明年浙江必定大乱 所以他要在浙江爆雷之前 提前跑路 另外杨金水任云娘当干女儿 也意味着云娘以后 不用再以情人的身份伺候他了 他要给云娘自由 有一说一 杨金水虽然不是什么好鸟 但是在对待云娘上面 他比沈一时强了十倍百倍 云娘很感动 蹲下给干爹洗脚 杨金水又问他 沈一时和高汉文 你想跟哪一个 云娘不语 杨金水说 那我替你选吧 你跟沈一时 是没有好下场的 云娘听完 眼面痛哭 说明此时他心里爱的 还是沈一时 杨金水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他知道 沈一时的死期已经到了 在回来的路上 他就收到消息 沈一时已经驾着十几艘粮船 赶往淳南买田 但离谱的是 沈一时的粮船上 竟然挂着制造局的灯笼 制造局隶属斯里坚 斯里坚又是皇上的直属机构 所以说制造局就代表着皇帝 打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 就等于打着皇上的旗号 逼迫灾民建卖土地 用杨金水的话来说 这是在给皇上脸上泼脏水 但杨金水更知道的是 这种找死的举动 绝非是沈一时自愿 一定是郑碧昌和何茂才逼的 郑和这么做 一方面是想用皇帝的身份 来压制海瑞 让他乖乖落实 以改兼阵 另一方面是想拉制造局下水 即使后面百姓造反 也有制造局在前面顶着 就算是皇上事后发飙 他们也可以把锅都甩给沈一时 说是沈一时自作主张 自己并不知情 这个郑碧昌和茂财 真是机关算尽 把事情做绝了 杨金水不想让他们得逞 于是连夜找上了高汉文 杨金水亮明身份后 高汉文很慌 以为是过来揍他的 但杨金水却说 云娘的事我知道 那四个奴婢都挨了打 你写的那个字 我不认可 谁也别想要挟你 高汉文一听 瞬间如实重负 但杨金水的善意 不是随便释放的 他是有求于高汉文 他希望高汉文 立刻赶往淳安 把制造局的灯笼取下来 并且告诉老百姓 制造局没有拿一粒粮 去买灾民的田 高汉文点头答应 与此同时 远在纯安的海瑞 已经料到何茂财 会对灾民下手 所以他把办公室 搬到了纯安大牢 两个队长为了调虎离山 强行拉副县长田有路 和王牢头下水 让他们将海瑞骗走 就说 制造局的人在码头等着他 被海瑞教育过的队长 这次明显学聪明了 为了防止田有路 和王牢头反水 他们把这个计划 落实到了纸上 逼迫两个人 千次同意 结果田有路的演技 实在太差 一下就被海瑞看穿了 加之田有路身后 出现了几个陌生的官兵 海瑞已经猜到 田有路被人威胁了 海瑞先是不动声色的 把那几个官兵轰了出去 然后开始 给田有路和王牢头洗脑 海瑞先和他们聊起了家人 然后叹了口气说 哎 都是有家事的人 谁想往死路上走呢 对不对 田有路疯狂点头 海瑞又说 但我比你们幸运了 如果我在这里出了事 就会有人把我的家人 接到北京去照顾 你们知道是谁吗 是豫王 王牢头惊呼 豫王 那不就是未来的皇帝吗 海瑞不说话 脸上露出了 老子上头友人的笑容 田有路和王牢头 赶紧跪下包大腿 海瑞说 只要你们听我的 一切都会没事 就这样 海瑞一句话 就把两人策反了回来 队长见海瑞迟迟不现身 有些着急了 他决定暴力撞门 把海瑞强行拖出去 然后放火烧了那些灾民 与此同时 高汉文正在焦急赶路 但随行的官兵 都是何茂财的人 他们想给队长 多一些时间处理海瑞 所以借口休息 故意拖高汉文时间 高汉文等不及 要自己先走 但却被一群官兵围住了 幸好胡松县派的谭伦 及时赶到 才帮高汉文解了围 当高汉文 推开纯安大牢的那一刻 海瑞知道自己赢了 他如释重负 一只紧绷的身体 瞬间垮了下来 高汉文握着海瑞的手说 还挺得住吗 傅台不是也挺住了吗 既然挺得住 那就要谭正事了 高汉文说 胡松县脱不开身 派谭伦过来协助 谭大人说 你是豫王的人 想让你代表豫王 去摘了粮船上的灯笼 并且扣下粮船 海瑞说 给我兵吗 高汉文拿出 总督衙门的调令说 要多少有多少 就这样 高汉文和海瑞这队难兄难弟 终于打起了自卫反击战 郑和两人的官场生涯 也进入了倒计时 要问谁是大明官场上的 最强王者 答案绝对不是胡宗县 而是浙江巡抚赵真吉 他长袖善武 事故圆滑 当官的作用名是 宁可不做 绝不出错 在海瑞与郑和二人 斗智斗勇的时候 胡宗县也在为浙江的灾民 努力着 他找上了自己多年的好友 赵真吉 希望能借点粮给他 赵真吉一口就答应了 但前前后后 忙活了好几天 只愁到了两船粮食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赵真吉是在糊弄胡宗县 胡宗县气不过 直接把赵真吉叫过来当面对峙 赵真吉这才摊牌说 老胡啊 你想要多少粮 我这里都有 但不是我不想借你 是局势不允许我借给你 我们俩已经是二十年的交情了 我就豁出去告诉你吧 朝廷有人给我打了招呼 让我不要搭理你 胡宗县问 是严实凡还是徐杰 赵真吉很尴尬 说你是在装傻啊 还是想把我也拉下水 胡宗县说 我不要你下水 我只要你站在岸上 给我打个招呼 赵真吉这才说 那我就实话说了吧 两边都不想让我借粮给你 严实凡不想让胡宗县借到粮 是为了逼灾民卖田 徐杰不想借粮 是因为清流党 想让浙江大乱 从而推倒严松 这个答案 胡宗县心里早就猜到了 他逼赵真吉亲口说出来 是为了测试赵真吉 是不是真拿自己当兄弟 赵真吉劝老胡 改道为丧就是个大使盆子 你都好不容易跳出来了 干嘛还要掺和进去 你来浙江借粮 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心一到了就行 借不到粮也没人怪你 你不是生病了吗 我去帮你请个病假 你就留在江苏养病 避避风头 胡宗县说 那浙江怎么办 就看着他乱吗 赵真吉无语了 形势都这么清楚了 这次浙江要是不死人 事情根本就完不了 死一万人是个数字 死十万百万人也是个数字 你和我都挡不住啊 不得不说 赵真吉这人虽然虚伪 但是在胡宗县面前 说话还是很实在的 但他也突然意识到 自己说话的尺度好像已经超越了安全社交距离 于是赶紧改口说 算了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胡宗县说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我今天跟你说的是梁 以浙江巡抚的身份是向你借 以总督的身份 我向你调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这里我们插播一条科普 胡宗县作为浙治总督 管辖的范围却不止浙江 还包括了南直立和福建 而南直立就包括江苏 赵真吉说 虽然你确实管着江苏 但是调梁 也得有内阁的批准 胡宗县思索片刻 说 如果我调军梁 赵真吉问 要打仗了 胡宗县说 如果浙江乱了 沃寇必定来犯 奇迹光说 沃寇的船 已经在江浙沿海聚集了 赵真吉说 军梁 我肯定得调 可是军梁 也要不了那么多 胡宗县发飙了 多给我点梁 怎么了 一部分军用 一部分给浙江灾民 又不用你担责任 你他妈怕什么 赵真吉一听 不用担责 一口答应 胡宗县长输了一口气 在回程路上 谭伦向胡宗县 汇报了三件事 第一 高汉文被郑璧昌逼晕了 第二 海瑞深县通沃案 急需援助 第三 沈一时打着制造局的喜好 去淳南买粮 胡宗县听前两件事的时候 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胡宗县在巡抚衙门 有卧底 就是这个端茶的门房 这个门房 曾给王用吉私下传递过两个情报 第一 高汉文中了美人计 第二 纯安的倭寇是何茂才放出来的 所以胡宗县不仅知道 而且了解的比谭伦还详细 但当胡宗县听到沈一时 拿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粮食 他的表现非常惊恐 其实脚步亮枪的冲进了船 然后说 胡宗县的这句话 应该是整部剧中 最难懂的话 为什么打着制造局的旗号买田 就等于摊牌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打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 就等于把皇上拉下了水 就等于明着告诉天下人 是皇上要改道为丧 是皇上要兼并灾民的土地 家境是个那么要脸的人 改道为丧 又是严实烦的项目 所以家境一定会把气都撒到严家身上 只要皇上和严松的关系出现裂痕 那清流党就要发起 傲言公事了 如果说之前的党争 都是暗中较劲 那么这次就是要动真刀真枪了 所以胡宗县才说终于摊牌了 不得不说 高层领导想的就是比我们深远 我只看到了开始 而胡宗县已经猜到了结局 谭伦说 正必偿和茂财这两个货 现在已经丧心病狂 您现在必须要亲自出面 只有你才能震得住 胡宗县说 不 我要立刻下船 走陆路 即刻去奇迹光的大营 谭伦很疑惑 是窝口要闹事吗 胡宗县说 这句话让我再次被胡宗县的远见 震惊到了 如果严党倒台 那国家上上下下 就要经历一轮全力更迭 这是一个国家最动荡 最脆弱的时候 也是外敌最喜欢下手的时候 其他人都在思考 如何在党争中获益 只有胡宗县一人 惦记着国家安慰 正如胡宗县预料的那样 渝王在得知此事之后 立马就出手了 他先是通过冯保 把这件事传递给了吕方 吕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立即选择战队豫王 他托冯保给豫王烧化 大明的江山是咱朱家的 浙江的事他心里有数 他会找机会禀报皇上 然而吕方心里清楚 这是皇上一旦知道 必定动怒 况且还牵扯到了他管的制造局 那么如何才能让家境不牵怒自己呢 吕方在这里展现了他强大的彩虹屁艺术 家境为了修仙 常年在三福天里裹着棉符 身上全被捂出了肺子 起氧无比 吕方听说用酒擦身可以缓解 他就找来了几坛60年的陈酿茅台 给家境洗脚擦腿 家境试了之后果然有效 对吕方大家赞赏 但洗完脚后 家境发现 吕方又把洗脚酒倒回了坛中 家境问他要干嘛 吕方说 下面的人都说皇上是仙体 神仙粘过的东西都有仙气 他们都抢着拿回去喝 这个彩虹屁吹的家境是身心舒畅 他强忍着笑意 害羞的说 我用过的东西哪就有仙气了 他们都是诱你的 别信他们 宫里好东西那么多 挑着赏他们点就行了 这酒还是到了吧 喝了要生病的 吕方说好 然后转过身开始啥忌 家境很疑惑 你哭什么 吕方哭着说 皇上因为担心下人生病 不让他们喝这个酒 足可以看出主子是菩萨心肠 但是吕方就是担心 主子这一片仁慈之心 给下面一些坏心眼的人糟蹋了 家境听出了不对 问吕方出了什么事 吕方这才地上扬金水 八百里加急发过来的信件 家境看了信之后果然气炸了 但由于吕方前期铺垫的太好 家境没有生他的气 而是大吼 叫严松来 叫严松来 是 严松到了之后 家境问他 浙江改道为丧 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严松说 正在一边镇灾 一边买田种丧苗 看来严松对打着 制造局旗号买田的事 还一无所知 家境说你先回去问问你儿子吧 明天再来回我的话 严松点头退下 家境看着严松的背影叹了口气 严松老了 下面的人他管不住了 吕方帮严松开拓说 有些事也真是为难他了 家境突然把矛头转向了 严方 怼道 你这边也是 你下面的人也不靠谱 你去告诉杨锦水 如果这事处理不好 坏了真的名声 我就要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挂到梁船上 吕方说 我这就派人过去通知他 家境说 不 派简易卫去 这次不抓几个人不行了 第二天 严松带着严世凡面圣 家境问了严世凡同样的问题 严世凡说 正在按照 以改坚镇的方案实施 一切正常 只是淳安县有刁民通窝 已经派新任支县海瑞过去处理 家境说 什么是以改坚镇 严世凡说 就是让有钱的丝绸大户出粮 买灾民的田赈灾 然后再用买来的地改道为丧 家境有些疑惑 这严世凡是真不知情 还是故意在隐瞒呢 吕方直接把话挑明了 你说的丝绸大户 不会是江南制造局吧 严世凡直接被吓傻了 惊恐的说 臣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方说 知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时 整整三个月都没下雨的天 突然雷声大作 家境故意说 严世凡 你听到雷声了吗 严世凡说 我如果说一句假话 就让雷劈死我 家境也不追问 阴阳怪气的说 朕是天子 是万民的君父 现在朕拿着粮去 建买灾民的田地了 朕要真是这种人 天艳之 万民弃之 严松一听 便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吆喝严世凡 让他如实回话 严世凡说 如果浙江真有人 拿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 臣立刻彻查 吕方又给他插了一刀 说还用茶吗 杨金水还没回杭州 浙江就有人 打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了 梁传出发的时候 郑碧昌和茂财就在码头 他们没告诉你吗 吕方强调了两个事实 第一 梁传出发的时候 梁金水根本不在杭州 所以此事与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第二 是郑碧昌和茂财送梁传去淳安的 而郑和是你严世凡的人 严世凡说 如果真是郑碧昌和茂财干的 我会将他们就地正罚 我也会一起顶罪 锤都已经这么识了 严世凡还是不认 看来他是真不知情 嘉靖就说 既然这样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有个事 我们得明确下 我把内阁都交给了你们 是你们把国库搞空的 为了补你们的亏空 我才同意了改道为丧 如果你们要把亏空 都算到真的头上 那这个位置 就不如让给你们做好了 嘉靖心理素质是真强 这么不要脸的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 就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严嵩此刻心里 一定有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按一张嘴 就还是那个老背锅人 千错万错 都是陈的错 都是严世凡的错 只要能够成情圣名于万一 老陈和严世凡 愿现在就请皇上治罪 嘉靖呵呵了 你们把事情搞成这样子 还想撒手跑路 讲得美 内阁还是交给你们 该干什么干什么 潜台词是 该搞的钱要接着搞 该背的锅要接着背 出门后 严嵩像个赌气的小孩 一把推开严世凡 严世凡很委屈 严世凡是在埋怨严嵩 一直是名义上在帮皇上搞钱 但实际上脏活都是我干的 严嵩说 他是在警告严世凡 说话不要那么狂 如果没有老子 你能帮皇上干脏活的资格都没有 再说了 你用的都是什么垃圾人 爱说帮我遮风党雨 老子这次没被你们送走 都是万幸了 租九族指的是亲属 而租十足还包括了门生和朋友 严嵩是想告诉严世凡 管好你下面的人 如果再由这郑碧昌和冒财胡来 老子最终也会被他们连累 说完便气哄哄的走了 严世凡项目爆雷 最开心的还是豫王 他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憋屈的角色 作为皇储 他打小就不招亲爹待见 连严世凡都敢欺负他 这在历史上都是有据可考的 但天道有轮回 风水轮流转 如今轮到严世凡不招皇上待见了 豫王决定趁此机会好好表现一番 而他的决定是让媳妇 把皇上赏赐的十万匹丝绸再退回去 因为他觉得改道为丧这事闹得太大 今年多知三十万匹丝绸的任务肯定完不成 如果他能把这十万匹丝绸归还国库 皇上肯定会夸他体恤民心 但豫王妃却不同意 豫王一脸嫌弃的说 小户人家眼皮子就这么钱 不舍得退吗 王妃说 我娘家确实是小户人家 但这跟眼皮子深浅没关系 皇上赏了这么多丝绸 穿又穿不完 放又没地儿放 如果能退 我早就想退了 可这是皇上赏的东西 哪有退的道理 如果我们退了 皇上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好人都让我们做了 就他一个坏人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豫王妃要比豫王聪明 事实上 她也确实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是历史上著名的 孝定太后李妃 是中国古代后妃中 少有的女强人 史书上对她的评价是 有武则田的才干 却没有武则田的野心 一辈子踏踏实实 辅索出两代帝王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但此时的豫王 显然还不清楚 自己老婆的价值 他不听劝 继续嘲讽王妃 你不是说 要给儿子留个得民心的天下吗 怎么牵扯到你娘家 就开始双标了 王妃哭笑不得 说这是两码事 过两天是皇上生辰 我们过去祝寿的时候 皇上可能还要赏 到时候我拒绝了便是 豫王还是听不进去 直接打断她喊道 冯宝呢 死哪里去了 一直候在门外的冯宝 这才进来 一见到冯宝 王妃连忙冲上去问 宫里面现在怎么样了 冯宝说 皇上把严松父子 臭骂了一顿 老严松都哭了 豫王刚想起身问话 王妃却抢了先 都怎么骂的 冯宝说 店外的小伙伴没听清楚 直到是为了 制造局买田的事 王妃再一次抢话 然后呢 此时 豫王的脸色 已经非常难看 心细的冯宝发现 他特意把身子 转向豫王 汇宝说 主子 皇上好像说 干脆把位子 让给严家父子好了 豫王一听 就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他连忙起身 想细问 但王妃却再一次抢话 还听到什么呢 冯宝说 那得等晚上再进宫一趟 问问吕公公才知道 豫王直接不但烦地打断冯宝说 去把徐杰高拱张居正叫过来 王妃丝毫没有发现老公的异常 继续反驳豫王 不能叫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装不知道才好 豫王思索了一会儿 突然问冯宝 你觉得呢 冯宝说 主子 这话可不是奴婢能说的呀 豫王冷笑说 明白便好 你下去吧 豫王这话是故意说给王妃听的 但王妃依然没盖得到 继续diss老公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着急了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朝野上上下下都是他们的人 皇上想动他们没那么容易 咱们最好就是先观望着 等皇上真有了旨意 再找徐杰他们商议也不迟啊 豫王再次打断王妃 来人 到前面去告诉王真士 让他立刻把徐杰高拱和张居正下来 说完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茶杯给摔了 王妃这下终于看出来 老公是在故意扮他难堪 他有些傻眼 豫王见王妃不敢说话 便开始人身攻击 还蹬鼻子上脸 别忘了 你们家就是个盖房子的 别以为自己生了个儿子就了不起 你要再这么不讲规矩 我就把你儿子过继给陈飞 你别忘了 他才是我的正事 而你只是个侧妃 你看见冯宝了吗 连一个奴婢都比你懂事 人家说 职场失忆的男人 都喜欢在老婆身上找存在感 就凭欲王这段话 如果放到现在 他早被垂死了 然而 在那个年代 就连王妃这样的女强人 也只能做小伏堤 他哭着向玉王道歉 欠错万错 都是真切的错 王爷千万不要骑坏了身子 玉王听完 把王妃晾在原地自己走了 晚上 徐高章三人齐聚一堂 阅读谈伦送来的信件 徐杰已经抑制不住笑意了 一件同窝假案 一件损害皇上名誉案 严嵩父子这次死定了 高拱说 急不可施 简易立刻上奏 参死他们 玉王说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朝廷里有他们的人不在少数 想动他们 没那么容易啊 咦 这话怎么那么熟悉 这不是你媳妇的原话吗 你小子复制粘贴啊 臭不要脸 张居正听了很赞成 说皇上要是真想动他们 肯定会有旨意 既然没有旨意 那就是还没下决心 我们还是要再观望一下 玉王很震惊 老张的观点 竟然跟我媳妇一模一样 张居正被玉王盯得很不自在 问他 我说的不对吗 玉王叹了口气 说 你说的对啊 张居正继续说 用制造局的名号去买填这事 干的太离谱了 以言是凡的智商 不会这么作词 这里面肯定有隐情 有隐情就意味着有变数 想这样的事 后发则治人 先发则容易被人所治啊 玉王说 张师傅说的对 就这么办吧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准备好奏书 等皇上的旨意一下 我们就递上去 王妃的丫鬟突然进来 说王妃哭着要回娘家 还说要把十万匹丝绸都退回去 玉王虽然脸上很尴尬 但嘴上还是要坚持 当霸道总裁 让他在屋里待着 没有我的允许 哪也不能去 徐高章这三只老狐狸明白 这小两口闹矛盾了 所以赶紧十项告别 临走前 徐杰把谭伦的信还给玉王 交代他一定要把信藏好 高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 想这种东西最好交给李飞 他心思明白 把持得住 高宫这句话简直就是神捕刀 欲望这下总算是明白李飞的分量了 于是赶紧一路小跑 回去哄媳妇 另一边 严松父子也在闹别扭 严实凡心里很不爽 妈的 皇上年年修宫殿花了那么多钱 国库空了 还说是我们的责任 还说改道为丧 是替我们补亏空 你们说 这国库到底是他住家的 还是我们严家的 来人 那么高来 交给严实凡 让他杀了我 罗龙文说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啊 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 用制造局的名义去买田这事儿 到底是谁受益的 严茂青一本正经的分析道 这可是杀头的罪 张碧昌何茂财 再蠢也不至于蠢成这样 我猜是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胡宗仙从中使坏 要么就是制造局的人自己干的 严实凡忍不了了 怼道 你们是不是捞钱太多 把脑子给塞住了 胡宗仙已经脱身了 这时候使坏对他有什么好处 还说是制造局自己干的 制造局的人 要是敢往皇上脸上泼脏水 那还不如直接拿把刀 把自己剁了 事情都这么清楚了 你们还不明白 这摆明就是被豫王那帮人给逼的呀 说完 他又抱怨起了严松 豫王这么为难我们 您老还去讨好徐杰 还想把内阁首府的位置传给他 指望了他给你遮风挡雨 你把我放在哪里 说完 他嚎啕大哭 严实凡这话涉及到前面一段情节 我这里补充一下 之前 胡宗仙四处筹粮 严松其实在背后也做了一点努力 那就是跟徐杰示好 希望徐杰能掉点粮给胡宗仙 严松也不想让浙江乱掉 但严实凡已经脱离了他的转空 他向徐杰示好 一方面是给严实凡兜底 另一方面是想缓和关系 希望清流党能对他手下留情 但徐杰怎么可能会让步 他一直跟严松装傻打太极 直到严松承诺等退休了 会把首府的位置传给徐杰 徐杰这才同意 这件事一直是严实凡心里的一根刺 严松问他 你觉得委屈吗 你花钱买房买地 买女人的时候就不委屈了 意思是 虽然你给皇上背了锅 但是也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既然获了意 就不要觉得自己委屈了 一句话 也得严实凡哑口无言 晚饭时间 父子俩的情绪都平复了一些 严松让严实凡详细分析下 为什么说这事是被豫王逼的 严实凡说 何茂财之前写信 向我汇报淳安县有刁民通窝 但是并没有说沈一时 打着制造局的旗号买田的事 信是六号写的 而梁传五号就已经出发了 说明他们是故意知情不报 所以这事一定跟他们俩脱不了干系 严茂清问 那他们为什么要耍这个心眼呢 严实凡说 他们想趁着改道为丧大捞一笔 结果豫王却往淳安塞了个海锐 我们派过去的高汉文也不听他们的话 他们没办法 便想着打着皇上的旗号压他们 把这事给做了 他们想着只要改道为丧做成了 这些丑事就遮过去了 没人会追究 就算出事了 他们也能把锅甩到沈一时身上 不得不说 严实凡虽然在用人方面很拉胯 但是脑子还是聪明的 精准拿捏了征壁昌和茂财的心思 严松马后炮的说 我早就说了吧 这事就应该给胡宗县去办 严实凡说 我的老爹啊 关键是他胡宗县不干呢 严松说 还是得让胡宗县去查办这个事 如果真有人打着制造局的喜好买田 有一个抓一个 还有 买灾民的田不能都买光了 其他没受灾的县也要买 田价不能太低 否则会激起民变 严松不愧是胡宗县的老师 两个人的想法竟然完全一致 严实凡这次不刚了 只问 如果那些大户不愿意出高架怎么办呢 严松说 那就让地方政府逼着他们买 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 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田 严实凡沉默了 如果这么做 那他们也捞不到油水了 严松见他们没反应 便问 怎么 你们在郑碧昌和茂财那里有鼓 三人连忙摇头 罗龙文说 您放心 要赚钱 我们也不能赚砍头钱 严松点头离去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严松这次会倒台吗 走到这一步 看似清流党已经稳操胜券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最后的结果还真被张居正猜对了 这件事出现了一个天大的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沈一时 他是大明王朝中 唯一能让海瑞吃瘪的男人 身为浙江首富 却被逼自焚 他的一生既是传奇 又是悲剧 他就是沈一时 只用几盏灯笼 就能把整个大明官场 搅得天翻地覆 我们再把视线拉回纯安 海瑞接到指令 欲望让他带兵取下沈一时 凉船上的灯笼 并且拿下他 但海瑞作为大明律实习学者 拿人肯定是要有法律依据的 总不能说 抓你是因为你给皇上丢人了 所以他要从沈一时身上 挑出点毛病出来 他只看了沈一时几秒 心里便有了主意 海瑞问你是何人 对方回应 在下沈一时 替江南制造局经商 海瑞说 哦 这么说 你只是个商人 国家有规定 商人不能穿绸缎 只能穿布衣 沈一时丝毫不慌 管家出来解释说 我家老爷有六品灌带 并且官职 还是制造局申请皇上特批的 海瑞有些尴尬 他没想到沈一时竟然有身份 因为当公务员 都是要考试的 从来没有谁 是因为生意做得好当官的 并且这个官比海瑞都大 可见家庆为了搞钱 连规矩都不要了 沈一时解释 虽说这六品灌带是天安特赐 可毕竟不合大明朝的组织 所以这身官服 我一直都不敢穿 但我既然有这个身份 那我就有权利穿绸缎 不知道我这么解释 你能接受吗 海瑞又立刻抓住了沈一时的第二个毛病 说你是说皇上的封赏不合组制 这次轮到沈一时尴尬了 说皇上封他不合组制 就等于是在内涵佳境 见钱眼开 不守规矩 他赶紧转移话题说 衣服这事咱能不能先放一放 先说粮食的事 海瑞说不能 你要是个官员 就立刻换上官服 你要是个商人 就立刻换上布衣 沈一时说 我就不明白了 我穿什么衣服有那么重要吗 海瑞说当然重要 你打着制造局的习号来贱买灾民田地 你要是穿官服 那你就是官方行为 我现在立马上书参制造局 你要穿布衣 那你就是个个人行为 是打着政府的旗号谋求私利 是诽谤朝廷 沈一时继续打马虎眼 说这是两码事 海瑞故意拔高音量喊道 那就是说 贱买灾民的田地并非制造局所为 也不是公理的本意咯 海瑞是故意喊给案上的老百姓听的 因为他这次过来 还有一个政治任务 那就是给制造局和家境洗白 说完 不要叫人拿下沈一时 拿下 慢着 来人 把灯笼下的帖子放下来 放下来 海瑞傻眼了 泥嘛 不是买田吗 怎么变成了凤指震灾 这哪是给皇上脸上泼脏水啊 这简直就是给皇上脸上贴金啊 好一个沈一时 把所有人都给耍了 那么沈一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我来分析一下沈一时作为浙江首富 人品可能不行 但智商绝对在线 他心里也十分清楚 改道为丧 如果按郑碧昌和茂财这样的改法 明年浙江老百姓必定造反 到时候朝廷追责 他区区一个商人 上面不仅不会保他 还会把他推出去顶锅 把他砍头抄家 这样既能给舆论有个交代 也能没收他的家产 天充国库 所以从阳金水把他拉下水的那一刻 沈一时必死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所以他这次出来 亦该往日作风 各种吃穿用物奢靡至极 他仅小慎为一辈子 总要在最后的时刻享受一下 但他还是有求生欲的 他背着郑碧昌和茂财 把买田变成了赈灾 是想讨好皇上 希望嘉京最后能放他一条生路 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他想给阳金水脱罪 因为只有阳金水能保护云娘 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讲 沈一时把所有的粮都拿出来做了公益 皇上的面子是保住了 但改道为丧就要黄了 郑碧昌知道后差点没气出心梗 改道为丧粮了 那他们以前干的那些脏事 就都会被扒出来 有一件事最为致命 那就是何茂财的铜窝案 其他的事大不了就是罢官坐牢 但如果被人知道 他们为了陷害海瑞串铜窝寇 那就是诸九族的大罪 郑碧昌让何茂财立刻赶往淳安 把倭寇和塞民全部带回来做掉 而他则找上了杨金水 指望着盟友能帮他一把 杨金水虽然已经对郑碧昌厌恶到了极点 但表面上还是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要看看郑碧昌还要演什么戏 然而郑碧昌开口就把杨金水吓尿了 郑碧昌说 沈一时把买田的粮全都拿去赈灾了 改道为丧搞不成了 杨金水一听直接蒙蔽了 怎么会是赈灾 他给皇上汇报的可是买田呢 皇上都派简一卫过来抓人了 结果你告诉我是赈灾 这下皇上的面子是保住了 但他杨金水却变成了欺君 杨金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问郑碧昌 凡事总要有个起因 为什么沈一时会打着制造局的喜好去存安 是谁让他这么干的 郑碧昌装傻说 杨公公 沈一时可是您的人 你们制造局的事 我们地方官可不好过问 杨金水要被郑碧昌恶心吐了 索性不装了 恶狠狠的说 你放心 等沈一时回来 我肯定会好好问清楚 郑碧昌看杨金水已经洞悉一切 他无言以对 只能装晕 这个穿着拖鞋的男人是锦衣卫 此刻他正站在郑碧昌身边 看他装死 小太监叫郑碧昌起来 郑碧昌一睁眼 就看到了北镇辅斯的腰牌 他立马弹坐了起来 吓得浑身发抖 北镇辅斯是锦衣卫中权力最大的部门 他们直接向皇上汇报 办的都是皇上钦点的案件 抓的都是国家一级官员 他们拥有自己的监狱 可以自行抓人 审讯 处决 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 所有官员们 见到北镇辅斯的人 都是恭恭敬敬 要称呼他们为 上差或钦差 郑碧昌也不例外 赶紧爬起来磕头 阵这将巡抚郑碧昌 恭请圣安 圣公安 请即位钦差到巡抚衙门 下官一一绘画 队长朱棋问郑碧昌 沈一时打着制造局的旗号去淳安 你和何茂财知不知道 他是去买田还是去赈灾 郑碧昌还是那句话 沈一时归杨公公馆 我们确实不好过问 朱棋说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沈一时买了田 那这个罪应该由杨公公来担吗 郑碧昌说 不不不 杨公公那时人不在杭州 有罪应该是沈一时来担 朱棋问 沈一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碧昌继续装傻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要不你们去问问沈一时 朱棋怒了 沈一时是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们去问 朱棋说的没错 虽然沈一时是浙江首富 但北镇府司只抓朝廷一级官员 沈一时连被问话的资格都没有 他继续说 照你的意思 你是一点错都没有啊 那我们只好把杨公公抓走交差咯 郑碧昌慌了 说杨公公并无过错啊 郑碧昌为什么要这么维护杨金水呢 因为紧一卫归私理监管 和杨金水基本上都是一家人 如果他硬要把脏水往杨金水身上泼 那紧一卫绝对饶不了他 朱棋说 你没错 杨公公也没错 合着就是一个商人 把我大明朝上上下下给涮了 你们不要脸 可朝廷丢得起这个脸吗 郑碧昌心想也对 把这么大个锅都甩到一个商人身上 确实说不过去 另外他作为浙江巡抚 想把责任完全推出去 也确实不合适 既然这样 那他就只能认罪 我是浙江巡抚 杨公公不在 浙江出了这么个事 怎么说我也有失察之过呀 失察罪 意思是 虽然这事跟我没关系 但由于我的疏忽 让坏人钻了空子 不愧是官场老油条啊 那么多的罪名 他只挑了一个最轻的出来认 企图以小罪顶大罪 竹琪听王拍着郑碧昌的肩膀说 做官要精 但不要太精了 说完就带人离开了 为什么竹琪明知道郑碧昌在装啥 却不追究呢 因为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抓买田的人 既然没人买田 那他就不能抓郑碧昌 并且他手里也没有郑碧昌 指使沈一时的实锤 所以哪怕他再看不惯郑碧昌 也只能点到为此 送走阎王之后 郑碧昌摸了摸自己的官帽 松了口气 另一边 何茂才已经赶到了纯安 逼海瑞交出窝寇和通窝的刁民 海瑞不搭理 何茂才怒了 要对海瑞用刑 海瑞再次发动大明律技能 但海瑞忽视了一个问题 你跟官员讲法可以 但跟流氓讲法没用 两个小队长之前被海瑞压得太久 好不容易找到出息的机会 怎么会轻易放过 他们哪管什么法律不法律的 先冲上去揍一顿再说 反正何大人在场 出事有他顶着 这时 几名士兵突然从后堂涌了进来 党在海瑞前面 他们是胡宗宪派来保护海瑞的 小队长不敢硬拼 只能退下 兵权到底比法律重要 何茂才见海瑞有兵 不敢来应的 只能和海瑞谈判 海瑞说 这件通窝案有天大的冤情 我之前申请让你和胡不堂 共同审理死案 你不回应 结果现在却要直接把人带走 你这流程不对啊 何茂才说 审案也要带回省里审 你总不能让胡不堂 来你这个小县城吧 海瑞说 想去省里审案可以 那你让胡不堂一同出去带人文件 我见到文件在放人 何茂才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跟海瑞讲道理 他问海瑞 你40多的人了 好不容易当上县长 你干嘛要处处跟上司结仇 你图什么 海瑞说 我家人已经有人照料了 我来淳安 图的就是个词 何茂才一听是彻底无语了 海瑞看何茂才怂了 突然转变画风 说把人给你也不是不行 那个井上十四郎是真倭寇 你可以带走 但那些灾民 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买了倭寇的粮 属于不知者无罪 我打他们识鞭 以示警戒 这个事就不要再追究了 行不行 这才是海瑞真正的目的 与何茂才较劲没有意义 他真正想要的是 保住几个灾民的命 如果他前面不为难何茂才 恐怕他不会答应 但有了前面的铺垫 何茂才立马就同意了 确实 知道他通卧内幕的 只有井上十四郎 灾民们什么都不知道 放了也无所谓 就这样 两个冤家第一次达成了共识 很多人说 海瑞性格过于刚直 不会拐弯 其实不是 他也有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时候 只是要看一下 这个眼睛闭得直不直 这是大明王朝中 最重要的一段对话 你所有的疑问 都可以在这段对话中 找到答案 沈一时从淳安返回杭州后 第一时间找上了杨金水 面对这个昔日盟友 杨金水此刻恨不得捏死他 我把后背交给了你 你就是这么毁我的 沈一时说 我对不起公公 但也对得起公公 杨金水有些懵 都什么时候了 还给我搞这些文字游戏 好好说话 沈一时说 公公 这件事从一开始 我们就错了 杨金水说 哦 你说的我们有我吗 杨金水是在内涵 沈一时自作主张 背后插刀 沈一时不解释 继续说 改道为桑这步棋 从一开始就是死棋 我没看出来 您也没看出来 只有胡不堂看出来了 所以在他和内阁对着干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哪里不对 但又一想 这事是皇上拍了板的 总不可能收回吧 所以我就踏踏实实准备粮食买田 结果你回了北京之后 中央突然派了一个高汉文过来 还有海瑞和王永吉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彻底被卷进去了 杨金水情绪激动 不是我们 是你 你们卷了个漩涡 想把我也卷进去吧 沈一时不反驳 继续说 按照正常情况 一亩农田要卖50蛋粮 就算是受灾线 也不能低于30蛋一亩 但是我们这边的内情 你最清楚 我们支出的丝绸 一大半要补国库的亏空 剩下的利润 征备仓和貌财还要分成 只有把田压到10蛋一亩 我们才可以不赔不赚 但不赚钱 我也认了 毕竟只要土地在手 后面生死产量一上来 我们还是可以赚的 但新来的高汉文不了解内情 非要让我按照30蛋一亩买 如果真按这个价 且不说我们会不会赔死 而是我们压根就拿不出这么多钱 沈一时说 这些是希望杨金水 体谅他的难处 杨金水一想也确实 本来这都是他需要面对的 而他当时在北京避风头 是沈一时帮他承担了这一切 想到这里 他才平息了怒气 让沈一时坐下 杨金水说 我知道你难 但是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拿云娘去玩仙人跳吧 你更不应该背着我 打着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呢 我就不明白了 你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沈一时解释 为了公公 也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们能全身而退 高汉文是小阁老的人 海瑞和王永吉是豫王的人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改道为丧了 这分明是两派的党争 你改了 得罪豫王 将来得死 你不改 得罪小阁老 现在就得死 正比一张和帽财 就是两个官场的婊子 他们既想捞好处 又不想成为党争的炮灰 就拼命把豫王和小阁老的人 推到前面 把丧活都推给他们干 他们搞了个美人计 强迫让高汉文 同一三民建卖土地 又搞了个通货案 逼迫海瑞去执行 已改奸阵的任务 而他们俩就躲在后面 就算哪天出事了 锅也砸不到他们头上 杨金水说 有此可得 他们让你打着 制造局的旗号去买田 也是想把我推到前面 沈一时点头承认 制造局代表皇上 只有把皇上搬出来 才能压得住高汉文和海瑞 杨金水不懂了 你明明什么都懂 为什么还要背着我答应他们 沈一时说 是为了保护你 杨金水呆住了 沈一时解释 我没有提前告诉你 并且在最后关头 把买田变成了震灾 就是故意 让你向皇上传递错误情报 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 浙江的事 都是郑碧昌 和茂财背着你做的 你从头到尾都不执行 因为豫王和阎党 迟早会决一死战 到时候 豫王一定会把浙江的脏事 全部翻出来追查 你知道的越少 就会越安全 杨金水终于误了 传错情报 大不了就是挨几句训斥 但如果他和郑和 干的那些脏事 沾上了关系 那就是死路一条 杨金水很感动 他端起酒杯说 老沈啊 我没交错你这个朋友 你做政府的买卖 外人看起来 你生意做的又大又稳 还不用交税 都以为你赚发了 但只有我清楚 你赔进去的也不少 为了给我装面子 你把云娘都送给了我 这些年 你赔了多少小心 担了多少风险 我今天算是全领教了 想着赏你点什么吧 你又啥也不缺 这样吧 你把云娘领回去吧 沈一时说 云娘 我是绝对不会领回去的 只要您在杭州一天 他就要伺候您一天 杨金水说 怎么 你只嫌云娘跟过我名声不好 沈一时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 杨金水说 你还是嫌弃他呀 沈一时说 不是我嫌弃他 是他嫌弃我 他是看上了那个高汉文了 云娘心起高 看不上我这种满身铜臭的 如果您真把他当女儿 就尊重他的选择吧 杨金水叹了口气说 你这个人呢 知亏 面带全模 筋肝肠的可都是软的 既然不要女人 那就给你功名吧 等过了这个坎儿 我就去跟老祖宗说 给你求个正经官当当 管炎厂 铁矿光宗耀族 沈一时灌了口酒 说 但愿吧 杨金水安慰他说 以后改道为丧 这个屎盆子 就彻底甩给他们吧 我们不管了 要是改道为丧黄了 郑碧昌和茂财 第一个完蛋 但杨金水还是天真了 改道为丧要是黄了 国库的亏空就填不上了 就算把郑碧昌和茂财 砍头一百次 也砍不出钱来 谭伦有句话说的很好 自古国库亏空 要么略知于民 要么略知于商 如今民已经穷苦道 在造反的边缘了 所以各位不妨来猜一下 家境下一步会打谁的主意 如果说话有段位 那么家境一定是语言艺术天花板 为了抄沈一时的家产 他不惜拐了18个弯 在开会之前 他先强调 今天我们不谈正事 我想开个家长会 聊聊当父亲有多么的不容易 豫王突然就被内涵到了 当父亲不容易 那不就是说我坑爹吗 他脑子转得飞快 疯狂复盘自己是哪里做错了 但丝毫没有头绪 最终还是家境揭晓了答案 他说年初玩 媳妇给我添了个孙子 我一开心 删给他们家十万匹丝绸 结果前几天 我儿子又把丝绸给退回来 是做儿子的不认我这个父亲 还是做孙子的不认我这个祖父 豫王一听赶紧退下 但家境今天就是为了弟子豫王吗 显然不是 他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 都不是朕的儿子提亮做父亲的艰难 这才将十万匹丝绸都退了回来 谁让我大明朝的国库亏空了呢 话重点 随后一句国库亏空 才是家境真正想强调的 他继续卖惨说 朕命苦啊 你们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儿子 可朕作为君父 大明朝的子民都是朕的儿子 哎我这个父亲当的不称职啊 子民受灾 国库拿不出钱 还要一个商人出钱去帮我振灾 现在胡宗县打仗 国库拿不出军饷 总不能再让我问那个商人去借吧 旅方赶紧接话说 这不是您的问题 都是我们的错 奴婢先行领罪 家境说 你领罪有什么用 你领罪能领出钱吗 注意 家境再次强调了钱 旅方瞄懂 终于说出了家境真正想听的话 都必请罪 是想告诉内阁 制造局是大明的制造局 任何人打着朝廷的招牌 经商营私 都是以商乱政 都与制造局无关 内阁应该查明此人即刻拿办 今年死也要四出 五十万匹丝绸 卖给西洋 筹集军饷 及时供给前方 要是误了胡宗县 在证明和倭寇的战士 私立舰和内阁共同领罪 第一 旅方先否认了 沈一时与制造局的关系 第二 他给沈一时扣了一顶 以伤乱政的帽子 第三 他把严松也拉下了水 注意严松此时的表情 他此时心里的OS一定是 妈的 沈一时明明是你们的人 你让我领什么罪 严松想说话 但被家境堵住了 朕说了 朝局你们去议 朕只是给你们各位打个招呼 个人的儿子 个人管好咯 家境的意思是 我可没说要抄沈一时的家哦 该怎么做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就自己走了 家境离开后 吕方死死盯着严松 严松这才下指令 你可以 六百里加急发基地的浙江 炒了那个神医师的家 抽两包去给胡宗仙 我立刻你票 严松刚下完指令 吕方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另一边 张碧昌把杨金水和高汉文 都叫了过来 一同公布了内阁的指令 杨金水非常震惊 他没想到皇上会对沈一时痛下杀手 但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 高汉文不懂了 沈一时跟我又没有关系 你叫我来干嘛 郑碧昌说 当然是叫你带人去抄家了 高汉文说 凭什么是我 郑碧昌说 第一 你现在不是正在给胡宗仙筹集军粮吗 你只要抄了沈一时的家 军粮就有了 第二 你是朝廷派过来的钦差 国家有规定 锦衣卫办案 钦差有义务协助 但小高已经不是以前的小高了 他没有立刻同意 而是问杨金水 沈一时可是有制造局的六品关带 不知道这个事儿 制造局是否知晓 潜台词是 别我抄了他之后 你们又来讹我 杨金水故意抬高音量说 他没有什么关带 也不是制造局的人 锦衣卫补充说 这个指令斯里坚已经批了 大家都同意了 高汉文一听 斯里坚和内阁都批了 心想应该没什么坑 这才同意接职 高汉文带着锦衣卫刚离开 郑和杨三人就在小黑屋里集合 摆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沈一时提前送过来的账策箱 何茂财问郑碧昌要不要打开看看 郑碧昌说 本着对朝廷负责 对制造局负责的态度 我们还是应该看看的 杨金水说 别 制造局不需要你负责 你要真想对朝廷负责 你就把账策直接交给锦衣卫 让他们交给朝廷 郑碧昌见杨金水不上套 一脸尴尬 示意何茂财去拆封 何茂财也不傻 说封条上写了 这箱子是呈给制造局和巡抚衙门的 我拆不合适吧 杨金水不耐烦了 说 我是真不想看了 如果两位大人也不想看 我们就叫锦衣卫的兄弟 把箱子抬进攻吧 郑碧昌急了 赶紧拦出杨金水说 算了 仇目熏须是我们的责任 还是别为难杨公公了 说完便自己拆了封条 没想到这一拆 就拆出了个天大的惊喜 沈一石在里面 给他们三个留了封信 夹境二十一年至今 二十年间 这是沈某上交制造局和浙江官府 最后一批账策 四任制造 五任巡抚 为胡不堂 胡宗宪 与沈某无账目往来 其余滚滚诸功 皆不足道也 二十年 知仇反思百余万匹 上交制造局共计两百亿十万匹 个人官员分立一百万匹 所余之九十万匹 再满生丝 再产丝绸 艰难为耻至今 诸功所建之账策 宁不汗颜 心尽 诸功建此账策时 沈某库存丝绸 仅一百匹 作坊可知丝绸 已仅一万九千匹 据朝廷所需之五十万匹 相差四十八万九千匹 朝廷追究之之 诸功之心尽可知 我大明拥有四海 唐使朝廷 皆用以爱人 使民一时 各级官员青莲 一心可重 不及今日之国苦亏辱 你喊什么 上下挥霍无度 便略知于民 民便在即 便略知于商 沈某今日之结局 皆意料中事 沈某先行一步 四珠宫 狼当于九泉 此日 不许 意思是 我帮政府干了二十年丝绸生意 结出了九名高级官员 除了胡宗宪和我没有账目往来 其他都有利益输送 这二十年 我一共支了四百万匹丝绸 二百一十万匹送进了宫里 一百万匹被各级官员瓜分 生的九十万匹 还要用来买生丝 维持公司经营 你们知道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吗 你们挥霍无度导致国库亏空 现在却把算盘打到了我身上 实话告诉你们 公司现在只有一百多匹丝绸 都送给你们 不用谢 剩下的亏空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老子不奉陪了 先走一步 八八六 最后祝各位好运 我在天上等你猫 沈一时的这封遗书 可谓是聚聚见血 字字诛心 我终于明白沈一时 为什么要把买田改为赈灾 因为他早已猜到了结局 他不想把自己的财产 留给这些无耻贪官 所以他选择把钱都换成粮食 挣给了灾民 他才是大明王朝最有格局的角色 何茂才打死都不信 沈一时会这么穷 杨金水说 怎么不信 你们自己花了他多少钱 心里没点逼数吗 好了就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宫里汇报情况 郑碧昌急忙拦住他 沈一时家里没超出钱 那胡松县的军饷就没指望了 如果因为缺粮 导致胡松县打了败仗 那皇上一定会把账都算到他们头上 他希望杨金水能多给点时间 他们自己想办法筹钱 最起码能筹几个月的军饷 杨金水说 那沈一时这个案子怎么办 你总得给朝廷一个说法 郑碧昌思索片刻说 找个人顶罪 找谁顶罪 高汉文 猴飞猴 王飞王 千圣万计 鬼芒山 狡兔死 梁公草 我之后 君父商 一曲广陵三 再走 带云娘 这是沈一时留给世人最后的声音 在高汉文赶到的时候 沈一时已经和他的豪宅一起化为灰烬 高汉文除了一封遗书 什么都没抄到 沈一时所有的家产和账册 全都不翼而飞 另一边 郑碧昌和何茂财 正在疯狂烧毁沈一时的账册 想烧毁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但镜头一转 阳金水房间里又出现了几个一模一样的账册箱 这几箱账册是哪里来的 距离没有交代 我在这里做个推断 沈一时应该是提前准备了副本 一份送给了正碧昌 另一份藏在家里 在高汉文带锦衣卫抄家的时候 锦衣卫故意找了个借口 把高汉文打发到了后院 目的就是为了单独行动 寻找账册 沈一时的账册里 有太多制造局和皇上的黑料 所以他们不能让账册落到高汉文手里 锦衣卫问杨金水 这账册怎么处理 是不是要把对制造局不利的部分销毁掉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锦衣卫在当时已经成了私立间的附庸 为了讨好上司 他们甚至会欺瞒皇上 但杨金水时刻谨记着吕方的教诲 犯错不可怕 但一定要终 所以他说 万不能销毁 瞒天瞒地也不能瞒皇上 更不能瞒老祖宗 不管这四乡账册里记着什么 都应该尽快送到宫里去 把他交给老祖宗 让皇上知道 朱七说 那郑碧昌和茂财要不要抓 杨金水说 不能抓 他俩是小阁老的人 严党这次会不会倒台 上面还没有明说 如果我们贸然抓人 可能会坏了皇上的布局 先留他们一条命 把仇慕军需的事压到他们身上 这些年 他们在浙江贪了这么多 也该吐一吐了 眼下先抓高汉文去顶罪 你们让他先去向胡宗宪汇报情况 我连夜给宫里写一份密报 等纸一下来 你们就抓人 高汉文连夜赶往胡宗宪大营 把这次抄家的详情如实汇报了一番 胡宗宪听完并不意外 高汉文说 沈一时堂堂浙江首富 家中却空无一文 账策也不翼而飞 这事跟浙江官府脱不了关系 他希望胡宗宪能站出来主持公道 胡宗宪说 主持公道的事先放一边 我现在有个建议要给你 郡许交割之后 立刻回杭州 找到朝廷派来的锦衣卫 主动请罪 请他们把你见诵京士 高汉文说 我可以听您的话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些误国误民的贪官就不管了吗 胡宗宪说 既然这样 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吧 不出一个月 朝廷就会在浙江掀起大案 那些误国误民之人 一个都跑不了 现在我让你主动请罪 顶多判你 抄没沈一时的家财办案不利 如果继续留在浙江 你就会卷进他们之中 胡宗宪的判断是非常合理的 家境想抄抵沈一时 却抄了个寂寞 他一定会严厉追查 沈一时家产的去向 到时候 严党的贪污案 以及毁滴烟田案 都会被翻出来 像高汉文这种天生的背锅侠 如果留在杭州 一定死无全失 高汉文顿时醒悟 再次下跪扣血 胡老师 胡宗宪说 你答应我两件事 第一 今晚我说的话一定要保密 第二 你这次回去 估计会在诏狱里 关个一年半载 等出狱后 你就把官辞了 你这种人不适合做官 你只是书读的好 但圣人的书 是拿来给别人看的 拿来办事 百无引用 高汉文点头答应 然后转身离去 不得不说 小高虽然是蠢了点 但命是真好 关键时刻 总有贵人相助 但他的好运 还不止于此 杨金水又给他送来了 第二个贵人 云娘 此时云娘还不知道 沈一时自焚的消息 杨金水把沈一时的遗书 递给了他 云娘看后痛哭流涕 这是沈一时 对云娘想说 又不敢说的爱 沈一时给云娘 留了两样东西 一盒是厚厚的银票 这是他给云娘的嫁妆 另外一盒却被锁上了 杨金水说 老沈交代了 这是能保命的东西 等你以后 遇到了困难再打开 这里我将来剧透一下 盒子里的东西 是张三丰 晚年首抄的雪晶 张三丰 那可是嘉靖皇帝 最崇拜的偶像 是长生不老的代名词 他手抄的雪晶 是嘉靖寻了几十年 都没有寻到的圣物 如果沈一时此时 把雪晶拿出来献给嘉靖 他这条命是绝对能保住的 但他却把雪晶留给了云娘 这说明 沈一时确实一心求死 一天都不想多活 另一方面也说明 他对云娘是十足的真爱 这个圣物在后面 会再次出现 最终成为了 扳倒严党的关键性武器 云娘看到后崩溃了 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出家 每日给他念念经 杨金水不同意 他说我答应了老沈 要给你个好归宿 我说到做到 云娘问 你们叫我跟谁走 杨金水说高汉文 云娘沉默不语 没有拒绝 另一边 高汉文找上了海瑞 他心里清楚 这次一回京 就与官场彻底无缘了 所以他需要选一个人 把扳倒贪官的交接棒交出去 海瑞最为合适 他当着海瑞的面 把沈一时之前 念给他的账目 一字不落的背了出来 嘉静三十九年十月 南京苏珠杭州制造坊 与西域商人商谈 二十万匹丝绸贸易 折合现银 二百二十万两 悉数借送 内庭私药库 主无需向户部入账 还有 刚丰兄一定要记住 请教 嘉静四十年二月 接私立舰转上 给您应天浙江所产丝绸 应冒于西洋诸商 上年所产 十二万匹丝绸 悉数封存 待今年新产丝绸 凑足五十万匹 所获白银 主押借户部 以补亏空 三月 又接私立舰转上 将上年封存之十二万匹丝绸 特借十万匹火速 又押运北京 赏于王妃李侯家 高汉文嘴里的内幕 着实惊人 海瑞的斗志 一下就被激起来了 官场之探幕 一切皆是于内庭 高汉文一看目的达到 就踏踏实实下线了 嘉靖收到了杨金水寄来的账册 他连夜变身户部上书 开始彻夜查账 算出来的结论 和沈一时遗书中的数字一致 整二十年来 浙江官员一共贪污了一百万匹丝绸 折合白银约八百万粮 嘉靖气到浑身发抖 这帮孙子连老子的钱都敢贪 这些白银都跑到哪去了 吕方很聪明 知道嘉靖想了解实情 就提前把胡宗宪 从战场上召了回来 嘉靖见了胡宗宪 丝毫不关心前方战士 上来就递死他 说他太圆滑 不愿得罪人 放任下属贪污 视若不见 现在打仗没有了军饷 你这个总督怎么当 胡宗宪一脸懵逼 严党在浙江贪污的事 你不比我清楚 还把锅甩到我身上 但他不能跟老板硬钢 只能认怂说 是啊 是我能力不足 所以我之前才提了离职 嘉靖说 别老拿离职说事 你管的地方 已经探磨成了这个样子 你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不想镇上纵 是怕得罪严实藩 还是怕得罪严松 回话 嘉靖对胡宗宪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他确实能敢 恨的是他的不忠 为了严松 他甚至敢做贾政 哄骗嘉靖 嘉靖就是想知道 这次石锤都摆在眼前了 看你胡宗宪 还怎么为严松开脱 胡宗宪再次回避 说我虽然是总督 但很多事不属于我的管辖范畴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也不知情 嘉靖说 别拿不知情当借口 石锤就在桌上 你自己看看吧 胡宗宪这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吕方说 胡宗宪忙着赶路 到现在饭都没吃上一口 应该是滴血糖了 嘉靖说 旁边有莲子羹 赏给他喝了 吕方把莲子羹端给胡宗宪 想扶他坐下 没想 嘉靖却说 就让他站着 他撑得住 胡宗宪站着喝完莲子羹 走到桌前看了沈一时资产清查报告 那八百万的数字 着实也把他惊了一把 但他依然不想出卖言松 所以他选择继续往自己身上懒罪 处勿惊心 陈南此失察之罪 嘉靖说 你又不是在内阁 又不是首府 你领什么罪 一个浙江 盯着一个制造局 二十年便贪了七八百万两银子 还有两斤十二个省 还有盐查铜铁瓷器棉纱 加起来一共贪了多少 盐松这个首府真是当得值啊 嘉靖这已经是在明诊内涵盐松了 他提醒胡宗宪 虽然盐松是你恩师 但给你发工资的人可是老子 正在问你一句 新安江大帝到底怎么觉得口子 胡宗宪听完一阵心惊 上次他打太极 嘉靖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不仅不买他的账 还翻起了旧账 这意味着 嘉靖对盐党已经有了杀心 胡宗宪知道自己不能再躲了 皇上 臣有福王府之称 力血上奏 说 我大明 两清一是三省 讲迂万里 子民百兆 今年正月 达他 从河西渡冰河返山西 顺天府百万军民缺量 二月山东济南府计划 三月 京师有计划 四月山西有计划 五月 东川吐司内乱 润五月 江西流民叛乱 攻太和 本月 宁夏 山西 山西 闹地震 死上军民不算 更何况 东南沿海战事 又已到了决战时刻 国事艰难如此 如果兴起大狱 前级内阁和六部九司 我大明朝 历史就打乱了 皇上现在问及 兴安将大敌绝口之事 臣无言以对 也不敢言对 吴宗仙虽然嘴上说着不敢言对 但实际上 他已经默认了 兴安将大敌绝口 与严党有关 但是他更想提醒嘉靖的是 现在国势不稳 严党的势力 早已盘根错节 延伸到了脚脚落落 如果你此时 要把严党连根拔起 那这个国家就要瘫痪了 所以他给的建议是 严松要查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最后他还不忘给嘉靖补上一刀 严阁老聪政二十年 到底是贪了 还是没贪 还是别人打着他的招牌在贪 还是他自己有贪会行为 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 意思是 严松到底贪没贪 你心里比我清楚 几句话就打消了嘉靖导演的念头 嘉靖不仅不生气 还被胡宗仙感动得稀里哗啦 知道什么叫公众帝国了吧 这就叫公众帝国 好啊 就冲着你刚才这一番奏对 真就不再追问你西人将决堤的事了 嘉靖虽然放过了严松 但还是想测试一下 严松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保 所以他让胡宗仙把几箱账册抬给严松 交代他 不要告诉严松你见过我 就说你是奉旨过来 汇报东南战事的 顺便把神医师的账册也带了过来 嘉靖这是给严松丢了一道送命题 明眼人都清楚 这账册里有严党贪污的证据 如果严松选择不看 直接把账册原封不动上交 那就说明这人还能要 但如果严松敢偷偷看了 并且把对严家不利的证据销毁 那嘉靖就会立马干掉他 胡宗仙推托说 要不您找别人吧 我上次去他们家 他连门都没让我进 上次他不见你的事 朕知道 那不是他不见你 是严实帆不让你见他 现在朕已经叫严松 让严实帆搬出去了 你这次去能见到他 胡宗仙很错愕 嘉靖的情报网竟然这么发达 果然瞒谁都不能瞒皇上啊 胡宗仙出门后 吕方特意追上跟他说了一句 相信皇上 相信阁老 自己不要那主意 吕方是在提醒胡宗仙 我知道你想保护恩师 但如果皇上真想导言 谁也拦不住 你听皇上的指货就对了 不要想从中干预什么 否则会把自己也牵扯进去 胡宗仙明白 吕方是为他好 赶紧鞠躬致谢 胡宗仙离开后 嘉靖问吕方 胡宗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奴必看 他就像个媳妇 上面有公婆要孝顺 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 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 哎 辛苦命 两头不讨好 吕方这个比喻简直是绝了 老婆指的是老板嘉靖和上司严松 丈夫指的是情流党之类的合作方 儿女指的是浙江百姓 三方立场不同还有冲突 而胡宗仙这个媳妇夹在中间 哪头都不敢得罪 哪头都得照顾 嘉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 笑 然后他又叹了口气说 胡宗仙说的对 国家现在乱成这个样子 换个人可能还真不好当这个家 但愿严松是被下面瞒了吧 吕方很认同 他说如果连胡宗仙这种人都不愿意严松倒 那就说明还不是时候 那严松这次到底能不能通过考验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严松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重用了胡宗仙 尤其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关头 胡宗仙就是他最后的护身符 只要朝廷用胡宗仙一天 嘉靖就要留他一天 所以当胡宗仙出现在严松家的时候 严松激动万分 上去就拉着胡宗仙的手嘘寒问暖 饿不饿呀 有没有吃饭呢 对比嘉靖的咄咄逼人 严松的思想让胡宗仙倍感温馨 二人坐下后 严松先向胡宗仙打听了一个八卦 你去应天向赵真吉借粮食 他是怎么借你的 是你一去了 他愿意借你 还是你动用了军令 他没有办法才借的你 严松的目的是想知道清流党对他的态度 之前严松主动讨好徐杰 提出愿意让出首府之位 徐杰当时接受了严松的示好 称会让学生赵真吉借粮给胡宗仙 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粮食胡宗仙逼出来的 赵真吉压根就不愿意借 并且还明说了是徐杰不让 说明徐杰只是表面接受了严松 私下还是时刻准备着要搞死他 胡宗仙如果此时说出实情 那就等于挑拨了严松和徐杰的关系 所以他开始打马虎言 不管怎么说 赵真吉还是把南直立的粮食借给了浙江 个人都管着一个省 他也有难处啊 严松问是不是徐杰不让他借 胡宗仙说没有根据的事 弟子不敢妄加揣测 家境看人是真准 胡宗仙这人是把袁华发挥到了极致 他不是不想得罪严松 他是哪个都不想得罪 这次轮到严松不开心了 说完便不再追问了 他看了看门口的几个箱子 问胡宗仙这箱子是你带来的 胡宗仙心虚点头 严松说你来就来带什么礼啊 二十年了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东西 我用你是为国用闲 不是图你这个 胡宗仙一脸尴尬说 呃老师这不是礼 是从沈医师家抄出的账策 抄出了多少财产 脂肪二十五座 可持丝绸一万零九百六十匹 库存丝绸一百匹 现银一万余两 怎么会只有这些 沈医师的钱是被人贪了 要彻查 好了送命题抛出来了 让我们看看严松是怎么解这道题的 哎呦 主阵 你怎能够把这些账策抬到我这来呢 这里面牵扯到制造局 这些账策出了皇上谁也不能看 你好糊涂啊 你现在就把账策抬走 在朝方等着一早就抬到谷里去 恩是 如果这账策里牵扯到小哥老 和朝里其他的人怎么办 那他 也是自作孽 不可获 严松的表现堪称完美 他成功通过了家境的测试 胡宗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 严松刚才的表现到底是真实反应还是故意演出来的 这个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我看来 严松的钟是演出来的 他早就猜到胡宗宪已经见过了家境 我这个判断是基于两点 第一 胡宗宪以往拜访严府穿的都是私服 而这次穿的却是潮服 浙江离北京几百公里 胡宗宪奉密诏进京 肯定不可能穿潮服赶路 那是什么 让他在大半夜专门换上了潮服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第二 如果胡宗宪真想帮严松 他应该把账策的内容 以密信的形式传递给严松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抬着几个大箱子 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严府 这样不仅帮不到老师 还会给严松招黑 胡宗宪一向处事谨慎 这次的行为确实太过诡异 综上 我断定严松 早已看出了胡宗宪的异常 并且猜出了他死刑的目的 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 才给出了满分答案 但更觉得是 严松竟然又借此来反套路胡宗宪 如朕 你今天晚上这件事做得反了大击 到了宫里头 不要说来过我这儿 皇上你的蛮 只有蛮 如果皇上知道了 我没有看上策 受不到责怪 关键是你呀 如朕 我八十一了 死了没多大关系 东南的大局可不能够没有你呀 京师 到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人 弟子来府上 他们可能都知道了 担罪就担罪 绝不能连累恩师 糊涂啊 不管谁说你来我这儿 我不认这样就是 有事我带着 严松这话就更扯了 家境连严是烦 不让胡宗宪进屋都知道 那他今晚会见胡宗宪 这一句不认账 就能糊弄过去的吗 但无论怎样 严松把对皇上的忠心 和对下属的关怀全演到位了 大奸四中 大尾四真 算是被严松玩明白了 胡宗宪此时已经被整蒙了 真真假假 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他只能神情恍惚下跪道别 严松慈祥的拍了拍他的头 注意胡宗宪此时的反应 他的身体颤了一下 脸上写满了恐惧与防备 第二天 胡宗宪和严松一同面圣 家境为严松 知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 严松说不知道 家境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他说 这是沈一时留下的账策 浙江官府这些年一共贪污了沈一时 一百万匹丝绸 严格老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严松立刻站起来说 要即刻彻查 严加追缴 家境说 二十年的账了 追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沿线要先把郑比昌和茂财两人拿下 可他们都是严实凡举欠的人 严松又立刻跪下说 马立刻隔了严实凡的职 家境说 账策里又没直接牵扯到严实凡 隔职就算了 让他从内阁里退出来吧 然后家境又加了一句话 注意 家境随口一句话便已经完成了内阁的人事重组 严实凡退出内阁 严松只保留首府虚名 实权给了徐杰 这意味着严党在内阁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但家境为了平衡两派实力 让严党继续制衡清流 就把高拱和张居正也踢出了内阁 可以说这两人就是无故的炮灰 最后 家境特意强调 这个人事变动一定要让徐杰宣布 并且要在那几个人看过账务之后再宣布 另外就是让他们一起把新任浙江巡抚的人选商议出来 家境这些安排看似平常 但其实每一句都暗藏了天大的心急 严实凡看到沈一时的账策一蹦三尺高 拙劣的演技把徐杰都整笑了 提醒他要注意仪泰 严实凡果然再一次不负众望的坑了严松 郑碧昌和茂财是他的下属 如果他想撇清关系 就应该主动避嫌 把决策权交给吕方或徐杰 而他不仅不避嫌 还主动要求要让自己的心腹过去查案 那不就是明白了告诉众人这事跟我有关 我想过去销毁证据吗 这就是家境的第一个心机 他让严实凡先看账目 目的就是为了让狼人自己跳出来 徐杰说郑碧昌和茂财 当时就是他俩举荐的 让自己人查自己人不合适吧 高拱说对呀应该让谈论上 严实凡一着急又开始扣帽子 郑碧昌就是郑碧昌和茂财就是和茂财 你要是追究是谁推荐的话 那他们还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官员 皇上你也要追究吗 住嘴 你这个蠢货不止死期将至 还敢拉皇上出来挡枪 你这嫌你爹活的太久了吧 严松不敢再让严实帆多嘴 让徐杰赶紧公布人事调动 严实帆高拱张居正贵庭旨意 内队长国家中书 上乘振义下令百官 九州国运一兆民生 其任该何等临渊吕伯 方不负设计指托 乃有阁员严实帆高拱张居正 义正处事屡屡浮躁 且互相攻接一务国事 朕听那严松徐杰赶言 若将严实帆高拱张居正 除去内阁阁员之职 各回本部仍任员职 内阁仍有严松长书 徐杰实领其事 令调李春芳陈义秦入阁 不任阁员 钦此 注意 高拱张居正是嘉靖自己要撤的 但是圣之里写的却是徐杰戒言 这就是嘉靖的第二个心机 嘉靖故意强调让徐杰宣读这个通知 就是为了给高拱张居正造成一种 徐杰为了上位把他俩卖来的错觉 以此来挑拨清流党内部的关系 因为严党迟早都会倒台 到时候高拱张居正会再次入阁 如果内阁太团结 就容易抱团架空黄悬 嘉靖是在利用徐杰 提前给他们埋下党征的伏笔 真实的历史也正是如此 徐杰成为首辅后和高拱张居正反目 最后被高拱搬倒 而高拱最后又被张居正搬倒 决 严实帆虽然被提出了内阁 但战斗力丝毫未减 仪然坚持举荣罗龙文和燕茂青 高拱坚持举荡伦 张居正复议高拱 这时 吕方突然说 你们都不要举荐了 有上欲 浙江巡抚 着南直立巡抚赵真吉调人 嘉靖明明已经有人选了 为什么之前还故意让他们商议呢 这就是嘉靖的第三个心机 让各方先把底牌亮出来 然后绕过他们挑了个谁都想不到的第三方 吕方说还需要两个副审协助办案 张居正立刻抢占坑位 举荐海瑞和王永吉 高拱和徐杰立马复议 吕方说协助办案嘛 要靠谱就行 严格老 你觉得呢 严松此刻哪还有说话的机会 只能说 就这么定吧 赵真吉是徐杰的学生 王永吉和海瑞都是豫王的人 用他们三个替换郑璋和冒财 明眼人都能看出 严党不行了 但严实帆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 坚持认为自己没错 一出门 抓着高拱和张居正 又是嘲笑 又是辱骂 骂他们误国误民 说现在朝廷上上下下都需要钱 我辛辛苦苦在前面赚钱 你们却在后面给我使万子 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叫吧叫吧 你们就叫吧 叫的胡宗仙前方打仗 没了军需 吃了败仗 叫的东南大乱 把大明朝亡了 老子无非陪着你们一起完命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坏事做尽 却心安理得 因为他从没觉得自己有错 所以坏不可怕 可怕的是坏而不自知 另一边 郑比昌和茂财正在想办法筹募军饷 原本我以为他们会拿自己的钱填坑 但结果还是我天真了 他们又把镰刀伸向了百姓 打着筹募军饷的名义下发文件 要求各县上交本季度新产的生思 田县城问海瑞怎么办 海瑞说压五天 五天之后 这个文件就是废纸一张了 田县城不懂 整理的文件怎么会变成废纸呢 但海瑞心里清楚 郑和二人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除了各百姓的韭菜 郑比昌和茂财又打起了沈一时的主意 沈一时名下还有25座织房 他们想找几个商人接盘变现 但沈一时的织房现在已经被查封了 这些资产都要上交国家的 他们私自变卖肯定不合规 为了防止上面追究 郑和又玩起了常用伎俩 那就是找人顶罪 所以他们找来了几个徽商 这几个徽商都是胡宗县的老乡 有些还是胡宗县的亲戚 另外他们又找上了杨金水 说这些商人买了织房后 还是帮制造局干活 希望杨金水能出席签约会 帮他们背书 很明显郑比昌是想拉杨金水过来分摊风险 但杨金水竟然答应了 为什么他会答应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财务知识 沈一时的资产被查封后属于国有资产 应该由国家统一变现 变现的钱流入国库 用于赈灾和打仗 但如果这些脂房被卖给商人 且这些商人还要为制造局打工 那这25座脂房 就变相成了制造局的资产 而制造局又是皇上的 这意味着沈一时的脂房 由国有资产变成了家境老板的私人资产 既然这是对皇上有利 且有正比昌担责 那杨金水自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但杨金水想不到的是 后面会杀出来一个不怕死的海瑞 不仅砸坏了他的算盘 还把他锅入了深渊 这是正比昌和茂财最后一次耍流氓 为了将沈一时的脂房 快速变现 他们给几个接盘侠疯狂画饼 说你们只要接手了这几座脂房 那以后就是官商 不仅订单稳定 并且还不用交税 更重要的是 你们以政府的名义收购生司 价格要比其他商人便宜一半 四手五入约等于没有成本 这买卖别人求都求不来 几个老板沉默了 这不就是白捡钱吗 可这么好的买卖凭啥给我呢 何茂财笑眉眉的说 因为你们是胡不堂的亲戚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郑碧昌补充道 当然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们既然不交税 那每年就要给公里交点丝绸意思意思 老板问 如果我们每人认领五座脂房 每年需要一次多少丝绸 十万匹 老板们恍然大悟 原来坑在这儿呢 他们掐指一算 只要有这十万匹丝绸压着 他们一接手 就要赔个十六七万进去 看来这沈一时不是谁都能当的 于是他们推托说要再考虑考虑 没想到和茂财原地爆炸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这个 我们一个巡抚一个不证实 要下这么大一个浙江的事情不管 陪着你们一笔一笔的算账 你们倒好 拿起糖来 啊 要不是看在湖补堂和你们有相宜 我早就派两个书板跟你们把约给签了 签 现在就签 来人 另一边 新任浙江巡抚赵珍奇已经到港 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捉拿郑比昌和茂财 杨金水却把他拦住了 说郑比昌和茂财正在跟几个徽商 谈接手沈一时织访的事 等他们办完了再抓人 赵珍奇一下就意识到了不对 沈一时的资产是要上缴国家的 怎么能随便卖呢 杨金水说 湖补堂的大营里面紧缺军需 朝廷今年要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 这两件事才是最要紧的事 把沈一时的家财卖给徽商 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件大事 赵大人 这也是你接任后的大事 可这样的大事 能够交给郑比昌和茂财他们去办吗 这两个人还能办什么事 我是不想下退那几个徽商 南直立浙江安徽的丝绸商大有人在 下退了这些商人 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商人吗 当然可以找别人 可今天来的这些徽商 都是湖补堂的通信 还有 这件事事先 我已经跟老祖宗讲识过了 杨金水这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 编卖沈一时的资产是皇上的意思 第二 郑比昌和茂财正在帮你完成KPI 你只要站在一边看着就可以躺赢 赵真吉一听便不再说话 既然这样 自然也只能这样办 郑比昌和茂财 签完约后 兴高采烈的召杨金水邀功 进屋后却发现气氛不对 有上誉 郑比昌和茂财接旨 朕便蓝史色 历朝贪度之力不遑少见 我大明开国之初 有贪赃六十两白银者 太祖高皇帝 即将至剥皮宣草 组织不畏不言 金南尤尔浙江巡抚郑比昌 浙江不得时 见岸查士和茂财 上钦国堂 下吞民财 达百万之巨 不为朕揽之赫然 后世官之 无有不赫然者 若以太祖之法 而二人虽有百身 剥皮悬草 宁无余辜 朕上乘祖德 长存无畏而至之念 商议生灵皆不认知 奈而二人之罪和 卓集合去 郑比昌和茂财一切职务 令赵真吉任浙江巡抚 调 纯安之县海瑞 建德之县王永吉 惠同严审 自 郑比昌和茂财以下 朱元之贪末 儿等罪员尚存一丝天良 当彻底共罪 习数缴出贪末之财 上天 或可给儿等一线生机户 钦此 夹境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孙子 贪污了老子几百万 要是换成我祖宗朱元璋 你们早就被剥皮抽筋一百次了 但由于我过于善良 不忍杀生 只要你们能把钱吐出来 老子就饶你狗命 何茂财情绪激动 大喊冤枉 郑比昌倒是淡定很多 杨公公 杨公公 你老个千万别忘了 二十年沈医师 可是上交了四百万匹丝绸啊 我们俩就是想传给子孙一万代 也许我们聊这么多呀杨公公 他是在提醒杨金水 我不干净 你也不干净 别想把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泼 带走 杨公公 别忘 杨公公 别忘 隔天 杨金水把五十万两的银票 甩在了赵真吉眼前 说这是几个会议商交的定金 让他用这个钱给胡宗宪买军需粮草 赵真吉说 昨天有那么多人在 我不好意思问你 你说变卖沈医师的资产是公里的意思 你怎么证明有没有相关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 恕我不能从命 杨金水说 这么大的事 你觉得我敢自己拿主意吗 说完他掏出了吕方的密信 大明朝是皇上的大明朝 不是吕公公的大明朝 要是皇上没有旨意的话 老祖宗不会叫我们那么做 您要是还有意义的话 我这就给老祖宗回函 大不了再让老祖宗请皇上公亲 再让皇上亲自给赵大人下一道旨意就是 既然公里有旨意 我当然照办 这就是赵真吉 不问对错 只看文件 只要屁股做对地方 就永远不会错 但作为胡宗宪的老友 他还是想帮兄弟争一下 他问杨金水 沈一时的资产可以卖 但买家能不能换一换 不能卖给胡宗宪的亲戚啊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郑比昌是想往胡不堂身上泼丧水 可现在郑比昌进去了 我们绝不能这么做 胡不堂正在前方保家卫国 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给他挖坑啊 杨金水赶紧把其他人赶了出去 坐在赵真吉身边 第一声说 小大人 沈一时的家产 只能卖给胡不堂的亲衣 为什么 因为一个字 一言 最近内阁的变动 赵大人您都知道了吧 皇上把内阁的实权交给徐格朗 赵大人您可是徐格朗的学生 您可不能因为别人 牵扯上这个字 杨金水的意思是 皇上要导言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 胡宗宪功劳再大 也摆脱不了他是演党的事实 如果皇上要导言 打倒胡宗宪是一定的 您可不要在这个时候和胡宗宪扯上关系 赵真吉听完沉默不语 在前途和友谊面前 他选择了前者 实力诠释了什么叫 友情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 此刻 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胡宗宪 一定想不到 他的好友上位后 第一个出卖的就是他 而他所保卫的国家里 正有一堆人 向他磨刀磨磨 朝廷给我们的俸磨也就那么一点 府衙里的开支又那么大 哪个衙门能够靠利盐对付公司 这是我见过最委屈的贪官 贪污的理由竟然是工资太低 他甚至还反问主审官 难道你的工资够花吗 难道你不贪吗 何茂才这话说的有些道理 明朝是楚里明的工资低 明朝官员的工资跟宋朝比起来 低了十倍都不值 他们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温饱 但凡多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儿子 日子过的就捉襟见肘了 所以明朝是历代贪官最多的朝代 著名学者顾延武就把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工资低 而赵真吉作为全剧唯一拥有首饰特写的男人 何茂才怀疑他贪污一点都不冤 但赵真吉反驳道 你放屁 我赵真吉在哪里都不贪 你要再敢乱咬 我现在就带人抄了你的家 何茂才很不愤 我来浙江也就三年 神医石的家产供着好几任官府的开支 怎么能把所有的账 就得送到我们的头账 我拿沈一时的钱 一共不超过三次 三年了 已经花去了两万多两 我现在的钱 只剩几千两 锦衣卫说 你哄谁呢 你们浙江官府这二十年 一共贪污了一百万匹丝绸 折合白银一千万两 平均每年五十万两 你在浙江三年 那就应该有一百五十万两 除去郑碧昌的一半 以及你手下卢走的零头 你至少贪了五十万 锦衣卫憋不住笑了 都还没用行呢 这货就又吐出来十几万 就这智商 不知道是怎么当上浙江二把手的 相比何茂财的急躁 郑碧昌就狡猾多了 他不吵也不闹 咬死了自己一分钱都没贪 还对杨金水意味深长的说 郑碧昌 郑碧昌这是在威胁杨金水 如果你们敢办我 我就把制造局的黑料全抖出来 到时候皇上丢人 你杨金水也吃不了兜着走 杨金水虽然气得牙痒痒 但这条疯狗他现在还真惹不起 于是他对赵真吉说 这案子也不急再一时半会儿 等海瑞王用吉他们来了 再一起审吧 这就是杨金水的策略 能拖就拖 最好把案子拖黄了 让赵真吉查不下去 郑碧昌会不会得到惩罚 他不在乎 只要制造局不被牵扯进来 怎么都好说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 他能拖住惜命的赵真吉 却拖不住不要命的海瑞 这是海瑞第二次来浙江巡抚衙门 而待遇跟上一次天差地别 上一次门房连水都不给他们喝 而这次就给他们安排了高级商务套房 里面古玩字画应有尽有 连擦脸布都是一百两亿匹的松江棉 海瑞一下就意识到有人想腐蚀他的思想 于是大发脾气 让门房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 王用吉说 这是制造局特意安排的 我们是钦差 按理这待遇也不算违规 海瑞更气了 哼 圣职都下来五天了 正事儿没剑干一剑 心思都花在规矩上了 王用吉叹了口气说 这次的事没那么容易 你想过没有啊 为什么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是赵忠诚 两个陪审官是你和我 愣要说派系 我们三个全是豫王爷身边的人 这么大的案子 皇上为什么同意全用豫王爷的人来查 习用义只有一个 讨厌 海瑞问你准备怎么办 王用吉说 一句话 小事不糊涂 大事要糊涂 他们那些人这二十年干的事 有多少牵涉到公里牵涉到皇上 朝廷那么多大员都知道 可何曾有人说过一句话 从浙江入手 就是为了投鼠而不计气 牵涉到鼠 我们可以严查 牵涉到气 我们便一个字也不能问 王用吉的意思是 严党这些年贪的钱 多少是进了皇上的口袋 大家都心知肚明 皇上想导盐 却又不想自己被牵扯进去 这才把导盐之战放在了浙江 而不是中央 所以我们只能查严党 一旦涉及到制造局和皇上 我们就要学会装傻 海瑞一听 脸上露出一丝不屑和厌恶 他想不到自己的好兄弟 竟然也这么事故 王用吉说 你别这么看我 我敢打赌 正比昌和冒财 绝对是这么想的 他们一定会疯狂拉制造局下水 如果我们不提前想好应对方案 那这案子就查不下去了 一旦案子黄了 这办案不利的罪名 就要我们来担了 你以为制造局 为什么给我们安排 这么高的接待规格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听说他们把沈医师的资产 都给卖了 这时海瑞突然想起来 高汉文给他备固的账策 他再次深刻意识到 一切贪磨皆始于内庭 真正在背后贪污的是皇上 为了导演打压中粮的人 也是皇上 这一刻 家境在他心中的圣人滤镜 算是彻底碎了 王用吉知道自己拦不住海瑞 就连夜找上赵真吉 希望赵真吉能拦住他 没想到赵真吉却说 他是陪审官 他有权去提审罪犯 王用吉说 您是主审 我们是陪审 这个案件似乎应由您主导 否则我怕坏了您的部署啊 赵真吉说 啊圣旨你们都看了那就是部署 只要按圣旨办事就没有什么责任 王用吉看出来赵真吉在装傻 直接挑明了说 圣旨让我们上缴沈医师的资产 但制造局却把资产卖了 我们如果还按圣旨办事 那得罪制造局怎么办 赵真吉继续打太极说 你说的都没有错 可海之县去提审犯人也没有错 你要是担心牵涉到制造局 就去告诉杨公公医生 他可以去旁听吗 王用吉反问 要通知也应该您去通知吧 赵真吉用咳嗽来掩饰尴尬 说 行吧 我叫人去通知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赵真吉明知道海瑞会得罪制造局 却不阻拦 因为只有赵真吉知道 有一明一案两道圣旨 明指是让赵真吉查抄罪产上缴国库 而案指是让制造局变卖罪产 同时拉湖宗县下水 这两道旨意本来就是矛盾的 如果赵真吉按明指把资产上缴国库 那就等于得罪了皇上 如果他案密指由着制造局变卖资产 那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办案不利 没有按照皇上的旨意完成任务 所以赵真吉意识到 皇上不是让他过来办案的 皇上是把他推进了坑里 而海瑞的出现却让他有了新思路 他不仅没有告诉海瑞和王用吉 宫里另有密指 还一再强调只要遵循圣旨办事 就不会出错 目的就是让海瑞去帮他完成民旨 至于得罪制造局 那就是他海瑞的问题 跟我赵真吉没有关系 他让王用吉去通知杨金水 就是想置身事外 让杨金水觉得海瑞做了什么 他一概不知 只是王用吉也是个人精 硬把赵真吉拉下了水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赵真吉 为什么被叫做不粘锅 因为他真的能做到半点责任都不粘 哪怕这个锅是皇上丢过来的 他也能丝滑的甩出去 杨金水这辈子玩死了很多人 在大明的官场上 他绝对算得上高段位玩家 但自从遇到赵真吉 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王者 这天晚上杨金水正在家里闭目养神 下属过来说海瑞去牢里提审 郑比昌何茂财了 杨金水听了不以为意 去就去呗 下属说他是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他 赵真吉呢 就是赵中成派人来知会干爹的 赵中成还说 那个海瑞晚上虚实到的 连个面都没见 此时就一个人去牢里提审了 赵真吉特意强调 他和海瑞连面都没见着 就是想告诉杨金水 海瑞不是我指使的 杨金水想不通 赵真吉为什么不阻拦 下属解释 赵大人说了 提审罪犯是陪审的权利 他无权干预 杨金水一听就明白了 好啊 打鬼借钟鬼了 另一边 海瑞正和郑比昌面面相去 上一次见面 郑比昌还是以止气使的上司 这一次他已经沦为了阶下囚 但海瑞并没有趁机报复 而是对他以礼相待 郑比昌还是有些小感动 但当海瑞问起案件的时候 他还是那老三样 不清楚 不记得 不回应 但海瑞可不吃他那一套 一口咬死了 郑比昌把国有资产变卖 是为了私吞钱财 郑比昌凭了命解释 说卖沈一时织访的钱 我一分没拿 海瑞说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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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比昌无语 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朝廷自有公论 海瑞说 那太棒了 我现在就上书朝廷 同时行文督察院大理寺和户部 让朝廷的有私衙们都给我一个名断 沈一时的家产到底该不该追缴回来冲归国库 杨金水一听 海瑞要把这事捅出去 一下子被吓晕了过去 郑比昌也蒙了 虽说海瑞 军局针对的都是制造局 但如果他在口供上签了字 就等于成了海瑞抹黑制造局的帮凶 所以他不想划压 海瑞再次搬出大明律 大明律法第五款第二条 罪犯不再口供划压 立账四十 搞定了郑比昌 何茂才就简单多了 海瑞问 今年西安江决地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何茂才说跟我没关系 海瑞说 没关系 为什么当时河道上都是你的兵 好的接下来就请欣赏什么叫猪队友 上面让我派兵 我当然派兵 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 河道衙门归谁管 这个上面就是谁 河道衙门的监管是公里派来的李玄 李玄暂归江南制造局管 你说的这个上面 难道是江南制造局 记录在案 海瑞借着何茂才的嘴 再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制造局 杨金水已经撑不住了 如果再审下去 海瑞就把火烧到了皇上身上了 仅因为只能被迫出面阻止 今晚不审了 主审官赵忠诚有部署 明天上午 我们一同审讯侵犯 回去吧 慢着 画押 何茂才向朱祁求助 朱祁给他使了个眼色让他走 站住 我是奉旨审案 画押 朱祁很意外 敢跟北镇俯司硬钢的官员海瑞还是头一个 审讯结束后 杨金水连夜找上赵真琪 那个海瑞不能再审这个案子了 再让他审下去的话 大明朝就让他给缴了 你去叫他今天晚上审案的卷宗看看 他不是在审正毕昌和茂才 他是在审制造局 在审宫里的审 赵真琪很淡定 说好的 我明天看一下 不能等明天了 你今天晚上立刻上书 便去他北审官的职位 赵真琪说 海瑞并没有犯错 我凭什么参谈 如果我站得这么做了 豫王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仅因为提醒杨金水 赵大人说的有道理 杨金水很绝望 难道真的让他把皇上牵扯进去吗 我就是皇上 就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 我得看住这个家 你到底上不上书 赵真琪 赵真琪说 既然这么严重 那杨公公你也可以自己上书吗 杨金水再次被赵真琪弃晕了过去 他妥协说 你不猜海瑞也行 那得让郑比昌和茂财去死 这两个祸水不能流啊 流着他们 亵渎了皇上的生命 郑比昌和茂财是侵犯 赵真琪是主审 如果人犯挂了 那坑的不就是赵真琪吗 一向聪明的杨金水 竟然当着赵真琪说出这种蠢话 可见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此时提大 今晚 就在今晚 记住了 锦衣卫让赵真琪赶紧派人 送杨金水回去休息 杨金水离开后 锦衣卫提醒赵真琪 如果海瑞真把郑比昌和茂财逼急了 像疯狗一样乱咬人 大家都得完蛋 赵真琪说 那行 我现在把他俩转移到别的地方 这几天暂停审案 你们连夜把这事汇报给公里 等公里的旨意下来 我们再按旨意行事 这就是赵真琪真正想要的 他是想逼着公里发一道明指 无论皇上是想当婊子还是立牌坊 只要态度是明的 那就轮不到他赵真琪被过 然而第二天一早 他就收到了一个消息 杨金水疯了 赵真琪连忙带起一位过去查看 想知道杨金水是真疯还是庄疯 没想到杨金水把他当沈医石臭骂了一顿 你们都别指望我变我死 没有我哪有你 杨公公你认仔细了 我是谁 够了沈医石 你要发多大的财 我劝你还有那个何茂财 离我远点 临走时还不忘内涵他 新来的那个赵真琪可不是个擅长 你们得防着点 从这我们能看出杨金水的疯是装出来的 我甚至怀疑他是为了说实话才装的疯 众所周知 神经病这个身份就是一张免死金牌 无论杨金水是真疯还是假疯 反正这个案子是查不下去了 赵真琪这下不能不上揍了 锦衣卫问那要不要把海瑞擅自审案 诬陷制造局的事写进去 赵真琪说海瑞有权审案 也不能说是擅自 至于是不是诬陷制造局 我们不做判断 只把他审出来的口供附上去 至于怎么定性 让上面自己判断吧 不要自己拿主意 自己不要拿主意 这就是大明王朝里经常出现的台词 也是赵真琪做官的准则 大事小事都要按照圣旨来 永远不要自己拿主意 只要把决策权交出去 就等于把锅甩了出去 只要按圣旨办事 就没有什么责任 这是吕方从业以来最大的危机 他收到密信 他最引以为傲的干儿子杨金水疯了 更可怕的是 他管的江南制造局 被一个叫海瑞的支线拉下了水 但吕方没有任何的慌乱 他先是让黄锦去替他伺候佳境 然后告诉下属说 杨金水是我派到江南去的 有罪则我会担的 你们把心都放在肚子里 只用一句话 吕方就把局面稳住了 然后他连夜去赵玉找上了高汉文 他问 沈一时的家是你抄的 有没有抄出什么账册 高汉文说 没见到账册 应该是被大户给烧了 吕方又问 你刚去杭州的第二天 就去见了沈一时 当时他没给你看什么账册吗 高汉文这时突然想到海瑞对他的叮嘱 他沉默了 吕方说 我是来救你的 知道什么说什么就好 高汉文正要开口 云娘突然闯了进来 这里我先补充下 自从上次高汉文被押回京 云娘就一路跟着他 给他洗衣做饭 但高汉文一直不愿意接受他 云娘也不在意 一直默默陪着 好了我们再回到现在 为什么一厢懂事的云娘 这次会突然闯进来 因为他知道 吕方是在套高汉文的话 一旦这个憨憨承认他看过账册 那么吕方绝对不会留他 吕方一看到云娘 又想起了他可怜的肝儿 他问云娘 你想不想知道杨金水现在怎么样了 当着高汉文的面 云娘怎么敢说想 他只能说 干爹有吕公公呵护 再怎样也会平平安安的 吕方有些哽咽 现在杨金水谁也呵护不了他 杨金水疯了 他继续说 我答应过杨金水要保你们 所以你们要记得 无论谁问你知道去的事 你们都要说一概不知 无论谁逼你们 你们都不要理财 好好活着 我那个干儿子 要说坏 比谁都坏 要说的好 比谁都好 你们来之前他写信给我 说你们是天下最般配的 他说的话我懂了 我们这好人 这辈子缺的就是这个 最像的也是这个 然后他特意交代高汉文 要好好待云娘 云娘并不如墨尼 不要想过去 也不要想今后 只要还活着 就在这所院子 跟他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老祖宗 小女子记认了杨公公是干爹 老祖宗 也就是我的干祖父 老祖宗刚才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不管他嫌不嫌弃我 我都愿意伺候他 我会每天照看好高大人 知道哪天 老祖宗叫我们死 怎么说呢 这么懂事的女人 这么硬的背景 高汉文 这是祖坟冒清烟了吧 只要他拥有云娘 就等于抱住了吕方这条大腿 这个傻憨憨 才是大明王朝最大的赢家 安顿好云娘后 吕方回到了司礼间 黄锦说 他已经把阳金水发疯的事告诉了皇上 吕方问主子有什么旨意 黄锦说万岁爷给了我一个球 说让你今晚就拟职 吕方拿着球问下属 你们说主子这是什么意思 小太监们一脸懵逼 难道是让我们振兴国足 吕方揭晓答案 这是主的告诉我们 外众内卿呀 无论是江南制造局 还是上一届 经贸局 这都是内都不能互短了 该办的办 该查的查 只有湖中县抗窝才是大事 吕方的意思是 要以保住皇上的牌坊为核心 沈一使得那些资产制造局不要了 统统上交国家 同时舍弃杨金水 让他一个人背锅 所以我猜 夹进给旅方地球 其实是想让杨金水滚蛋 另一边 杨金水像猫一样蜷缩在被窝里 一旁的小太监们 被他折磨的几天没合眼 突然杨金水从被窝里跳出来说 圣旨来了快给我穿衣服 我要去接圣旨 小太监说圣旨没来啊 但杨金水坚持圣旨已经到了 小胖扭不过他 不耐烦的走出去查看 结果圣旨还真到了 下面这段BGM非常魔性 我就不解说了 一起来欣赏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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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总啊 你可来了 干爹干爹干爹 干爹干爹 快来快拉开 干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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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水坚持 朕四季常服不过八套 幻干洗尸 推一一支 藩王使臣官吏将士 杰用用之 陆向军国之须 吾石不念 国部之间民生之难 取料一财一简 一丝一缩 皆吞没于群洞之口 神医师何许人 二十年前 制造局当差一树立尔 何以将制造局之作坊桑田 尽归于此人名下 且任其将该司之丝绸 行贿于浙江各司衙门 达百万匹之巨 比上一箭 真宫局 金茂局 诸宦官奴婢 宁无贪莫秦氏 而身为制造总管 宁无贪莫秦氏 如此吞丝剥茧者 若不一丝一缕从口中吐出 朕与荣之 比苍者天 岂能容忽 卓继将杨津水押送京师 带阵细细排问 江南制造局浙江士博司 三位浙江巡抚赵真吉兼令 兵派浙治总督署参军台轮 处理浙江案查史 惠同办案 签词 我来翻译一下这道圣旨 嘉靖说 我一直恪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连衣服也就只有八套 来回换洗 我这么艰苦 都是为了省钱给胡宗宪他们去打仗 结果你们却在下面贪污 沈一时是什么货色 你竟然给他那么大的好处 浙江那些地方官 都从他那里贪污了一百万匹丝绸 你作为制造局局长怎么可能干净 你要是不把钱吐出来 天理难容 最后他撤了阳金水的植物 把制造局的烂摊子丢给了赵真吉 又把谭伦叫过来一起审案 目的就是让谭伦去管好海瑞 不要瞎逼问 旅方的这道圣旨显得是真好 把家境洗得百里透红 连海瑞都被感动的热了银矿 我的皇上竟然这么艰苦朴素 我的皇上还是明世里的 但我很想告诉海瑞 你的皇上可是用茅台洗脚的哦 海瑞是开心了 但赵真吉又有了新的烦恼 案子都没审完 皇上就又把制造局丢给了他 制造局这种东西那是谁碰谁臭 皇上只是铁了心要让他背锅 于是他对众人说皇上让我管制造局 又让我给胡宗宪筹募军须 我最近事儿有点多 可能没经历审案 谭大人你是新任的副省长 又是钦差 这个案子就由你来领办吧 谭伦一看赵真吉要甩锅给他 赶紧回复大面 您是主审 我只是会同办案 案子还得由您来呀 赵真吉说 不耽误 你带着他们先审 把结果汇总给我 我来上报就好 谭伦还想拒绝 但赵真吉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带郑碧昌和茂财 郑碧昌和茂财作为大明王朝为二的搞笑担当 他们要下线 我是非常不舍的 可能是他们听到了观众的心声 所以打算绝地反击 再挣扎几集 他们的策略是 拉杨金水挡枪 我们的案子 皆因制造局而起 杨公公不来 制造局不来 不知你们要我们招什么 和茂财说 对啊对啊 让杨金水出来作证啊 他要不出来 那就是你们偏袒 就是你们不公 赵真吉说 好的 那就圆了你们的心愿 带杨金水 两人傻眼了 妈的 我怎么就没想到装疯 正被昌崩溃了 你们把杨金水撤走是啥意思 硬把锅往我们头上盖 你们要是真这么玩 老子就把脏水往皇上身上泼 那么多丝绸和卖丝绸的钱 每年每月往宫里走 是不是问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扯上去我们就逛出去 何茂才没想到 一辈子圆滑谨慎的郑碧昌 竟然有这么刚的一面 瞬间爱上了他 老郑 红辽这几年 我是一直都看不起你 今天 我他们谁都不服 我只服你了 心服口服 他决定和郑碧昌共进退 只要你们敢问 我们就往皇上身上扯 海瑞欺诈了 看不起谁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不管牵涉到谁 别人不问 我海瑞要疑问到底 那牵涉到宫里的呢 上一见 金茂局陈宫局 皇上已经下旨彻查 宫里还有谁牵涉到这些案子 你们现在就说 郑碧昌正要张嘴 赵真吉及时制止 大奸大恶 从来弥漫不灵 郑碧昌由谭伦谭大人 会同北镇府司 两位上差审讯 何茂财 由海之线王之线 会同北镇府司 另两位上差审讯 意思是你们的虎狼之词 等我不在场的时候再说 赵真吉急忙把谭伦 拉到小黑屋做思想工作 说我都已经这么难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谭伦有些懵 说你什么意思 赵真吉说 皇上派你我 还有两个支线过来审案子 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为了导盐吗 可是导盐的人那么多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成功吗 这就是盐党最狗的地方 因为他们大事小事 都喜欢往皇上身上扯 只要一打击盐党 就一定会牵扯皇上 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是豫王的人 儿子总不会说老子的坏话 眼下郑碧昌和茂财 铁了心要把脏锤往宫里泼 偏偏那个海瑞 又不知轻众瞎逼问 锦衣卫就坐在旁边看着 如果我们两个都被卷进去 那这件事就没退路了 所以我只能让你领办此案 就算真出事了 我还能在后面兜底 然而你却以为我在甩锅 还拒绝我 无论赵真吉说这话的目的 是为了豫王还是为了自己 反正他说的很有道理 谭伦很不好意思 说我又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要提前跟我沟通啊 赵真吉说 好我现在跟你交个底 我们要达成三个共识 第一 这次查案绝不能牵扯到皇上 如果牵扯到皇上 不仅导不了炎 更会连累豫王和徐哥佬他们 第二 导炎不能一杆子打死 那些忠臣我们要保 比如胡松县 所以绝不能让海瑞 揪着毁低烟田的事死缠烂打 因为这件事是胡捕汤结的案 如果海瑞翻了案 那胡捕汤就成了欺君 第三 皇上把制造绝对烂摊子丢给了我 为了完成50万匹丝组的任务 我要半价收购桑农的生司 你们可别给我使绊子 苦一苦百姓 骂名我来担 饶了半天 最后一点才是赵真吉 真正想和谭伦对齐的 谭伦没有半分有语 立马同意 赵仲成所谋者国 我也有这份信 让我们同咒共计吧 同样苦一苦百姓的话 从严实翻嘴里说出来 是丧心病狂 从赵真吉嘴里说出来 就变成了所谋者国 不得不说 赵真吉属实是有点政治智慧在里面的 眼看目标达成 赵真吉松了口气 说郑碧昌和谋财那都不叫事 你赶紧去劝劝海瑞 给他讲讲道理 谭伦会怎么劝呢 他先给海瑞戴高帽子 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举荐了你 你之前审郑碧昌和谋财的口供 换来了皇上的一道圣旨 你已经立了大功了 但是这最后一战你可得听话呀 海瑞说如果不审就定案 那朝廷直接下一道旨意不就行了 何必把我叫过来作秀 谭伦很尴尬说大哥别让我为难 海瑞说先审案吧 只要是为了设计为了百姓 我知道该怎么做 接下来的事正如预料的那样 郑碧昌和谋财一口咬死 他们所有的事都是功里受益的 尺度之大连记录员都不敢下笔 锦衣卫说这段掐了别破重新审 郑碧昌说再审一百次我都还是这些话 大明朝不止有一个正比昌 换成谁都会像我这样做 谭大人你现在已经是副省长了 干上两年你就会全明白了 谭伦说 住口你是一官禽兽 我大明朝的官员都是禽兽吗 我大明朝一个大学士 一年的奉禄才一百五十八两 我当了巡抚一年的奉禄 也就一百一两 一头鹰一只虎靠这些风露 也吃不饱啊 穿上这身袍服 你我哪个不是一官禽兽 这句话我就不解释了 只能说一个字 决 锦衣卫一个杯子扔过去 把郑碧昌干翻在地 郑碧昌咳嗽了两声 看来是已经有了内伤 谭论意识到郑碧昌不能再审了 审再多公司也不能用 算了还是我自己编吧 另一边何茂财那就更惨了 被锦衣为严刑拷打 海瑞实在看不下去让他们住手 实话之下没有中性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刚才说你们干的事都是为皇上干的 皇上什么时候给你下过旨意 没有旨意 没有旨意你凭什么说是为皇上干的 制造局是为公里当差的 内阁也是为公里当差的 不是为了皇上干的 是为谁干的 何茂财坚持咬定 皇上不松口 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共词他们不敢采用 但他还是低估了海瑞的胆子 记录在案 这句话不许记 海瑞见记录员不敢下笔 便要自己记录 锦衣卫想阻止 海瑞说 你们要是怕担责可以出去 锦衣卫一看这大哥是个不要命的 转身就溜 这时王用吉起身说 让我来记录吧 海瑞说 不用你听着就行 亲爱不能够问官记录 记录了也不能理爱 王用吉真诚的眼神让海瑞备受感动 人生得以知己如此足矣 何茂财一看这两人真敢记 便有些怂了 改口说都是杨金水让他干的 海瑞问 杨金水又不是你领导 你凭什么听他的 何茂财说 因为杨金水说是奉了上面的旨意 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 他说的上面我怎么知道 杨金水直接归司礼监管 司礼监一向是奉旨意行事 你说的这个上面就是司礼监 是皇上 海瑞这话是故意在击他 他清楚皇上绝对不可能下这种旨 如果何茂财继续保持沉默 那海瑞就逼着他画鸭 一旦画鸭 那何茂财诬陷皇上的罪名就坐实了 果然何茂财不敢画 海瑞疯狂给他施压 怎么老子敢计你不敢画 来人 对 侵犯不敢画鸭 加上他按手磨 是 哎呀 我有令清明报 终于何茂财招了 伟敌烟店 是小哥老写信让我们这样干的 先本那九个选间 可是杨公公也知道 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和敌 哪有金汤一样的艳格 胡不堂知不知道 不知道 张碧昌知不知道 知道 画鸭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海瑞 那我觉得应该是无语则刚 官场上能让男人犯错的因素 无非三个 金钱权利和女人 可海瑞对着三样都不感兴趣 他高举争议大旗 手握大名律 一路怼天怼地怼空气 你就算想反击也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 想说服这种人不能硬刚 只能靠红 谭伦劝海瑞 和茂财的那份供词万万不能交上去 因为里面牵扯到了私里间 过去弹劾严党的人多达百个 但就是因为牵扯到了公里 最后不仅没能导言 反被严党诬陷 说他们诽谤皇上 二十人因此被砍头 三十人被流放 被罢官回家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如果你把这样的供词呈上去 那就等于是找死 海瑞说你以为我是为了导言吗 你格局小了兄弟 我这么跟你说吧 他们老朱家的皇亲国戚遍地都是 光一个亲王一年的俸禄就要五万弹 是朝廷一品官员的五十倍 他们兼并了全国一大半的土地 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 而老百姓只跟了不到一半的田 却要交税养着他们 就拿浙江来说 浙江每年的存粮只有六十万弹 但每年要供给皇室宗亲的粮 就要一百二十万弹 所以你告诉我国库为什么年年空虚 为什么连打仗的军饷都要东拼西凑 你以为这都是阎党的锅吗 你搬到了阎党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老子的目标不是阎党 老子要干的就是躲在背后的皇室宗亲 谈论一听 心中大喊不妙 明明海瑞说的都是大逆不道之言 怎么我却觉得他很有道理的样子 算了我不管了 你们爱咋咋地吧 海瑞这份供词呈上去之后 吕方气炸了 如果这份供词一旦公开 不光严实翻阳金水要死 连胡松县和他的私礼间也要跟着陪葬 眼下国库空虚 还要指望着严党搞钱 倭寇肆虐 还要靠胡松县打仗 这帮孙子把这样的供词呈上来是什么意思 不行 这份供词不能给皇上看到 不能让他老人家犯难 他决定一个人把这个锅背下来 但同时他要保全私礼间的其他几位同事 这事也不能把咱们五个人全扯进去 主人将私礼间交给了我 这个男人就应该由我来担 不得不说 吕方是大名官场上为数不多的 有担当的好领导 遇到问题自己抗事 从不甩锅 从不为难下属 公里人上上下下都叫他一声老祖宗 不光是因为吕方的地位高 更多的是大家对他发自内心的福气和认可 吕方让黄锦拖住家境给他修脚 修慢一点 腾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他出门办事 另外他让陈红回一封信给赵珍奇 问问他们想干嘛 同时把海瑞审和茂财的供词退回去 让他们重审 陈红问如果皇上真问起来怎么办 吕方说 那就先把谭伦审正碧昌的供词给皇上看 其他的先瞒着 遇到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往我身上推 让皇上找我 但吕方想不到的是 这一心想上位的陈红不仅往他身上推 还把他卖了 吕方安排好工作后 拿了瓶酒找上了严松 同时邀请了徐杰一起过来喝酒 有意思的是 吕方给严松倒了满杯 却给自己和徐杰倒了半杯 徐杰谦虚的说 严格老是首辅 胆子重 满杯是应该的 可宫里的事都是吕公公扛着 也配得上一个满杯 吕方说 你要这么说 我连这半杯都没资格喝了 来给你 有了我这半杯 你和严格老就能打成平手了 吕方这是在内涵徐杰 你们为了扳倒严松 竟然拉斯里间下水 徐杰意识到了不对 急忙起身说 如果我有什么错 你直接宣指罚我就是 说着就要下跪 吕方说跪就不必了 你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份供词吧 这份供词可以说对严松十分不利 他抢先发言表明立场 还是那个以退为进的老路数 先把严实帆推出去撇清关系 然后把脑袋上交国家表忠心 吕方对徐杰说你看人家严格老格局多大 徐杰的政治觉悟也瞬间拉满 赶紧和浙江大群人划清界限说不能要严格老的脑袋 他们没有证据 吕方说这就对了 口供里说毁滴烟田是严实帆和阳金水指使的 现在一个疯了另一个又没有证据 如果皇上看到让你彻查 你查得了吗 徐杰说查不了 吕方继续给徐杰施压 对嘛 西安江决堤就是马宁远他们贪污导致的 胡宗县已经结了案 现在浙江又要翻案 难道要把胡宗县从战场上押回来问话吗 那浙江是不是要直接送给倭寇 严松再次打出格局牌 此事与胡宗县毫无关联 也无需牵扯公里的人 要查就查严实帆吧 徐杰不甘示弱赶紧说 这两份供词是陪审官海瑞主审 陪审官王永吉记录 并无赵真吉和谭伦的署名 这不正常 我赞同吕公公的说法 这样的供词万万不能成交皇上 不止不能牵扯胡宗县 不能牵扯阳金水 严实帆也没有理由牵扯 应该立刻责问赵真吉谭伦 案子怎么办成这样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徐杰是在暗示 问题出在海瑞和王永吉身上 赵真吉谭伦包括他徐杰 都不承认这份供词 徐杰的表现让吕方很满意 他说 这句话针对性很强了 意思是我和颜松都是一心为了皇上好 而你徐杰不是 我劝你先把党征放一边 多为皇上想想 徐杰很郁闷 导演的小火苗明明已经烧起来了 没想到被吕方的一杯酒浇灭了 另一边 黄锦在给嘉靖洗脚的时候 聊起了江南的风土人情 嘉靖一下就想到了杭州 问这讲的是怎么样了 黄锦说送过来了一些供词 陈宏正在处理 嘉靖就把陈宏叫过来问话 然而陈宏并没有像吕方教的那样 把郑碧昌的供词呈上去 而是闭口不言 故意让嘉靖起疑 直到嘉靖被激怒 陈宏一看火候一到 就立刻把吕方卖了 嘉靖非常震惊 三个人联手满针了 作为皇上 他最怕的就是手下抱团架空皇权 吕方这次是犯了大忌 作为处罚 他派吕方去给他修坟 把私立间交给陈宏来管 吕方问 是让奴婢 就去看看呢 还是留在那里兼修工厂 嘉靖说 你自己不是很有主意吗 还需要问我 吕方磕了个头 说我明白了 嘉靖流放了吕方还不够 他下令让严松在家养病 不得出门 让徐杰搬到内阁值班室不许回家 你们三巨头不是很喜欢巨吗 那我就让你们连面都见不到 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吕方为什么要瞒着家境 吕方作为职场楷模 曾教导杨金水对主子一定要忠 也曾提点胡宗县 相信皇上自己不要拿主意 而吕方这次却把两大职场雷区 全踩了一个变 一个神仙段位的玩家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是第一个疑点 其次海瑞的公词一共传递了三个事实 第一毁滴烟田是严实翻下的令 第二杨金水参与其中 第三胡宗县在结案的时候说了假话 这三个事实家境都心知肚明 还跟吕方讨论过 吕方压根就没有瞒家境的必要 就算是想发回重审 也不耽误他跟家境商议一下 这是第二个疑点 很多人说吕方这是自作聪明 以为了解大局 帮家境做了正确的抉择 但事实上 家境和吕方并没有分歧 哪怕家境已经知道了实情 他依然让陈红按吕方吩咐的做 所以吕方到底为什么要瞒着家境 我是这么理解的 吕方的隐瞒是对家境的一种保护 我们再回想一下 沈一时是怎么给杨金水洗白的 沈一时就是故意瞒着杨金水 让杨金水向朝廷传递了错误情报 以此让朝廷觉得 浙江的事杨金水并不知情 都是郑碧昌和茂财背着他干的 吕方也一样 他这次自作主张就是想告诉所有人 斯里坚的决策并不都是皇上受益的 很多事情是我吕方背着皇上做的 哪怕有天严党倒台牵扯到斯里坚 吕方也可以把锅都揽到自己身上 说一切与皇上无关 这样既能保全皇上也能保全斯里坚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才更符合吕方的人设 如果他不要百年送终的人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断了他的肝 告诉他我不要送终的人 颜松被家境隔离在家 谁都不敢见 颜世帆急坏了皇上还没让你退休呢 你就这么把首府之位让出去 但颜松显然并不想搭理他 颜世帆见不到亲爹就想进攻抗议 却发现高拱张居正他们都被拦在门外 把门的是斯里坚石公公 他说你们的公文都交给我 我收齐了一块拿到内阁 颜世帆问凭什么不让我进内阁 大明朝六部九卿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从现在起都有徐坚一个人说了钻 石公公回复想知道原因回家问你爹 反正就是不让进 张居正上前说别的部门我不管 可我兵部一定得进去 我手里有两份军情急报 现在前线都在等着内阁的军领 是打还是不打打的话要怎么打 这些军事策略一定要灭意 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 石公公一琢磨是这么个道理 就放张居正进去了 颜世帆更气了干脆撂挑子 回家躺平不干了 立部公部还有你们通政使司和阎武司的公文都带回去 走我倒想看看 谁能一手把大明朝的天给遮了 张居正虽然见到了徐坚 但什么都不敢说 因为旁边还有个人肉监控 但这难不倒我张神童 他嘴上跟徐坚讨论军情 而手里却在给徐坚写小纸条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双核处理器 徐坚 徐坚给他打了个对勾 他猜对了 张居正又写道 赵真吉手术两端令人不解 导人再死一局 必须立刻让赵真吉在海瑞审核茂财的公词上署名 将公词成奏皇上 这次徐坚给他画了一个叉 他说 赵真吉的难处比你我想的还要大呀 意思是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有我的难处 徐坚的难处指的就是吕方不同意他导言 但张居正显然不了解内情 他再次催促徐坚带头导言 打好这一仗上解军优下解民难 哥老天下之望这副重担 大家都期望您挑着 徐坚说 重担要大家来挑 你们兵部也可以给赵真吉去公文吧 意思是导言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大家要一起上 你可以自己给赵真吉写信呢 那兵部可不可以说是奉了内阁的指令下的公文 可以 晚上徐坚又迎来了第二位客人 私立间新任长印太监陈宏 陈宏一进来就晚袖子干活 说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过来陪徐格老批红 说完就闭眼在文件上签字 徐坚一看不对赶紧阻止说 你应该先看看文件有没有问题呀 没问题才能签字 陈宏笑着说不必了 我新任格老 有什么问题我和你一起担着就是 徐坚说是不合体制啊 以往吕公公都是把私立间的人叫过来 一同审核 没问题了才能签字 要不我把文件都念一遍吧 你听完了觉得没问题再批红 陈宏说你说的没错 可吕公公无论再怎么审 严格老的公文他也从没改过一个字 意思是吕方那只是走个过场 都是虚的 皇上现在将内阁交给了徐格老 将私立间交给了砸家 咱们就不来那些虚的 共事与君 对主子讲的是个中字 对彼此讲的是一个信字 我是打心眼里信得过阁老 要不下午省在门口 怎么会挡着颜世帆 只让张居正进来呢 陈宏这是在暗示徐坚 你看吕方和颜松搭班子 搭了几十年了 现在轮到咱俩搭班子了 咱们要好好打配合呀 要不我为什么只放张居正进来 还不是看在你我这层关系上吗 徐阶虚伪了一辈子 还没见过像陈宏这么赤裸裸的人 显然有些不是 他继续打太极说 可朝廷的体制 万不能以私相信任而取代 何况徐某现在只是赐福 只不过以严格老养命 再老 陈宏说你可拉倒吧 你还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的吗 徐坚老有句话大概听过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胜旧人 徐阶沟通不下去了 他捂住耳朵说 我不听 我不听 徐某以六十有五以 颜言也昏了耳也背了 刚才竟一阵耳鸣 现在还是一片嗡嗡之声 陈公公刚才两句话 老夫一个字也没听见 望公公见谅 还望公公不要再说了 陈宏看到徐阶竟然给脸不要脸 气得咬牙切齿 转身离去 徐阶可能是被陈宏恶心到了 于是决定去拉抛尿 调解一下身心 准备厕职 老夫出宫 那么徐阶为什么不接受陈宏示好呢 不喜欢陈宏的作风 只是表象 更深的原因是陈宏这人不懂局势 吕方为什么被流放 徐阶为什么被关禁闭 不就是因为斯里坚和内阁走得太近 家境不开心 而陈宏刚一上位就迫不及待和徐阶抱团 这不就是往枪口上撞吗 徐阶不想被这种猪队友连累 所以只能远离 果不其然 陈宏前脚刚走 黄锦就过来了 黄锦说 皇上写的首诗 让你猜谜底 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故亲人城 再故亲人国 徐阶给出的答案是好字为之 家人指女子 取一个好字 独立指自己 取一个字字 后面那两个字是怎么解释出来的 我到现在也没想通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但猜不出来 也不影响我们理解剧情 家境是在警告徐阶 要绝世独立 如果你徐阶再偷偷私会张居正 或者再敢跟私立间抱团 我就让你倾国倾城 徐阶瞬间明白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皇上的监控之中 但他想不到的是 监控他的不止家境 还有阎松 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这是阎松第一次在剧中露出獠牙 全然没有了往日垂垂老矣的模样 原因是他的对手徐阶不讲武德 明明皇上叫我们一起隔离 你去偷偷和张居正密谋搞我 既然你不遵守规则 我也就没必要听话了 他让管家立马把严实帆叫过来 严实帆在严松面前非常乖巧 严松让他背韩语的记十二郎文 他张嘴就来 五字今年来 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 动摇者或托而落矣 熬血日以衰 稚气日以威 即何不从辱而死也 严松问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背这首诗吗 严实帆说你是在怪我 您都这么老了 我还敬给你惹麻烦 二十多年了 我们杀的人 关的人 爸的人那么多 爹想早点安度晚年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儿子要不在前面给你顶着 还有谁能替爹在前面顶着 严松冷笑 就凭你 我就一天没去上班 你来内阁的门都进不去 我要是哪天死了 你就算坐在家里 也能被人干死 严实帆很惭愧 说 您都知道了 严松说 你知道的我全知道 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背韩语的诗 因为那是半个时辰前 徐杰对陈红说的话 严实帆震惊了 我爹的情报网竟然这么牛逼 徐杰关上门说的话 我爹也能打听到 所以破案了朋友们 就凭严松获取情报的效率 之前加进联手胡松献骗他的事 严松也绝对是知情的 严实帆很紧张 徐杰是准备和陈红联手搞我们吗 严松冷笑 他徐杰还没这个胆子 就算我把位置让给他 他也坐不稳 你知道为什么吗 皇上还离不开爹 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二十年了 你爹不光是杀人 知人 罢人 也会用人 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 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 跟皇上过不去的 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 只要用对了人 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严松说 这几年我把用人的权利都给了你 可你都用了些什么人呢 昨天浙江八百里加急 送来了正比长和帽财的口供 这两人已经把你卖了 你知不知道 严实帆原地裂开 这两个狗是他 上班 我立刻叫人上班 我要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严松说 你拉倒吧 杀了他们 你也得跟着陪葬 去 乖乖坐到书桌前 给胡宗宪写写封道歉信 严实帆不乐意了 如果不是胡宗宪从中阻挠 改道为丧早成了 哪还有后面这么多事 我凭什么向他道歉 严松说 毁滴烟田是你干的 如果不是胡宗宪 九个县就都被你烟了 人家胡宗宪帮你减轻了罪孽 帮你扛下了这个担子 还为了我们欺瞒皇上 你不仅不感谢人家 还罢了人家的浙江巡抚 你难道不应该道歉吗 严实帆被堵的说不出话 只能乖乖写信 严松说 让胡宗宪务必打好眼前这几仗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打完就休整 严实帆再次被他爹震惊到了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他严实帆就算再活三十年 也抵不上他爹的一半 胡宗宪看到信后很郁闷 从民族大义的角度 他应该尽快把倭寇全都歼灭 可从个人角度 严松说的没错 倭寇打完之时便是严党倒台之日 严松一旦倒下 他胡宗宪也必受牵连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他现在只想战死沙场 或许还可惊始流明 所以他将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希望求个了断 奈何齐家军太强 胡宗宪没能如愿 另一边赵真吉也很郁闷 他收到了两封密信 信中的指令完全相反 斯里坚和内阁把海瑞的供词打了回来 让他重审 而张居正却让他赶紧在海瑞的供词上署名 报给皇上 还说是内阁的意思 他问谭伦 你怎么看 谭伦说 听张居正的 我跟你一起署名就是 赵真吉说 你是不是傻 我先不说得罪了斯里坚和内阁是什么下场 就说胡宗宪他正在前方与倭寇决战 我们这个时候把他定的案子翻出来 你觉得皇上是会搞他还是搞我们 谭伦说 话不能这么说 毁敌烟田毕竟是严实藩一个人干的 就算要追查 胡宗宪也不顾是失察之罪 倭寇要逐 可是严党的危害比倭幻还大呀 你赶紧签名吧 我也跟着签 有事我跟你一块担 赵真吉说 你打住 老子可不想跟你一起担责 渝王没有信 徐格老也没有信 就凭张居正这几句话 我不会不顾大局 跟内阁和斯里坚对着干 所以必须重审 谭伦问 让谁来重审 赵真吉说 当然是海瑞啊 你难道没听说我叫不沾锅吗 就这样 赵真吉当着郑比昌和茂财的面 悬途了内阁和斯里坚的旨意 正和二范 尚决江南制造局之国堂 下挂浙江百姓之趾高 为逃罪则 竟然肆意攀扯震撼朝局 是其贪磨之罪 尚可按律论定 而其疑惑之心 随灵池难住 重点在最后一句 意思是如果你们背了这个锅 我最多给你判个贪污罪 那如果你把脏水往宫里泼 你们就等着凌迟处死吧 这已经是明日给好处 让他们翻供了 何茂财求生欲爆棚 原地翻水 罪缘并无意攀扯 都是海瑞逼的 罪缘 愿意将员共收回 罪缘并未攀扯 共状下凡攀扯之词 都是问官海瑞所受 罪缘 愿意将实情重新招供 但请忠诚大人亲自审讯 罪缘也愿请忠诚大人亲自审讯 赵真吉起身说 你们想的没 以前是谁神 这次还是谁神 说完就溜了 这是海瑞最艰难的仪仗 内阁和斯里坚下令重审何茂财 而赵真吉却不与海瑞商量 当众宣读旨意 导致郑碧昌和茂财当庭翻拱 让海瑞十分被动 有了这份圣旨当靠山 海瑞想从郑和嘴里撬出实话 比登天还难 并且赵真吉故意将圣旨押了三天 只留了两天给海瑞审案 目的就是不给海瑞反应的时间 海瑞接到圣旨后 并没有直接审案 而是直接消失了 赵真吉一看 这孙子竟然关键时刻跑路 气得说要上书参死他 然而就在时间截止前几个小时 海瑞出现了 在审讯之前 海瑞声明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 与赵真吉无关 与谭伦无关 也与你王勇吉无关 你回避吧 一听这话 我们就知道海瑞这次是憋了大招了 但王勇吉不同意 海瑞劝他 我家里还有妻儿老母你忘了 如果我们都被牵扯进去 谁照顾他们 王勇吉说 可有多少穆老子少气馀忌憾 钢风兄 请忘了 海瑞听完瞳孔地震 不愧是我的润脸小天使 论格局我不如你 带郑碧昌和茂财 审讯开始 郑碧昌和茂财 比之前淡定很多 他们把之前的口供全部推翻 说毁迪燕田是杭州之府马宁远干的 他们并不知情 并且胡宗宪已经结了案 如果主神有意义 可以去找胡宗宪 其次 那个倭寇井上十四郎 不是我们放出去的 如果你怀疑我 那请你拿出证据 最后 郑碧昌还不忘内涵海瑞一把 我们刚才说的话 请二位金官记录在案 海瑞也不生气 是以王勇吉如实记录 然后笑眯眯地说 好了 审完了 请二位化压吧 郑碧昌一愣 这就化压了 就这么容易 要不你再审审 海瑞再次表示 审完了 化压吧 何茂财说 管他娘的 我化 郑碧昌还是觉得不对 让何茂财检查供词里有没有猫腻 他们反复看了好几遍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看来这个海瑞终于是开窍了 他们兴高采烈化了压 完事还给海瑞鞠了躬 但此时海瑞脸色突变 来人 将二人押到隔壁入房 让他们在那好好听听 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 郑和被带走后 何茂财下面两个小队长 被带了进来 海瑞问 西安江决堤的那晚 是不是你们两个带兵守的闸门 两人都拒不承认 称当时在家睡觉 海瑞说 不认没关系 我手里有你们下属的供词 有两百余人在上面签字 他们都可以证明 当晚你们俩 各带一百个士兵 一个去了淳安闸门 一个去了建德闸门 王永吉恍然大悟 原来我哥们失踪的两天 是收集证据去了 两个队长看了供词 突然改口说 我们是去了没错 但是我们是过去守护堤坝 不是炸堤坝 海瑞笑了 你们不认没关系 有这两百人的共演 你们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海瑞继续问第二个问题 倭寇井上十四郎 一直都是你们在看管 他是怎么逃出去的 那天何茂才 又把他们从淳安带走 也是你们两个押送的 现在人却无影无踪 你们又怎么解释 江队长委屈的说 倭寇是被齐大柱 那帮反民救走的 当时何大人 让你把那些反民都杀掉 你不杀 还把他们放走 他们出狱之后 就把倭寇救走了 结果你现在又来怪我 那我也没话说 这货心理素质是真强 不认账就算了 还敢往主婶身上泼脏水 内含海瑞通窝 王用急气炸了 海瑞示意 稳住我们能赢 海瑞继续问 既然这事和你们没关系 那你们为什么想放火烧死我和倭寇 两人反问 我们啥时候放火了 你有证据吗 海瑞说 好的 那我就让你们求锤得锤 说完他又传回了两个红蓝buff 一个是田县城 一个是王老头 当晚两个小队长 就是让他们协助放火 还强迫他们签了字句 然而两个队长却咬死不认识他们 田县城被气得跳脚 要求海瑞给他们上行 王老头则是拿出看家本领 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海瑞坐在一边看热闹 看来流氓还得让流氓治 等王老头和田县城把气散完了 海瑞拿出了一份东西 那就是两个队长逼捕他们签的字句 海瑞说 这是那晚胡不堂的兵缴获的 何茂才突然瞪到了双眼 原来海瑞在事发当晚 就已经掌握了关键性证据 一直等到今天才放出来 那为什么海瑞一审的时候不放这个大招呢 我猜是因为通窝罪实在是太重了 一旦坐实 郑和二人可能会被诛九族 所以海瑞只抓着毁地烟田去审 因为他只要这两个人的脑袋就够了 但郑和的翻供彻底激怒了他 最终被逼放出了大招 铁证如山 两个队长沉默了 海瑞一看铺垫到位 开始右供 两次放走握手井上十四郎 到底是你们自己所为 还是奉命行事 大名律载有名文 奉命行事者是公罪 公罪不咎 意思是 如果你们还不说实话 那同窝罪你们自己背 如果你们供出了幕后主使 你们就是屁事没有 这还用选择吗 两个队长立马就把领导给卖了 属下是 是奉命行事 属下也是奉命行事 放了暗插是何大人之命 放了暗插是何大人之命 殷除暗灾民不愿卖田 何大人就想做他们一个通过之罪 毕竟本 好了人证物证俱在 郑碧昌何茂财的各项罪被彻底坐实 并且附加的二百个证人的签字 让这个案子从此翻无可翻 我只能说一句 海老爷 威武 我 我是 这一时 我要 这是王晋松老师一战封神的片段 实力诠释了什么叫演技天花板 杨金水被押送回京后 先到了私里间 曾经全是通天的他 如今使尿满身臭气熏天 一只呵护他的干爹也已经不在了 此刻的杨金水 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小太监们奉陈虹之命 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和羞辱 但幸好还有醇厚善良的黄锦 他挡在杨金水身前 把那些落井下石的小太监们臭骂了一顿 扒了他们的衣服给杨金水盖上 还特意把杨金水的手铐解了下来 杨金水的指尖在微微颤抖 那应该是他内心的感动 但陈虹依旧不肯放过他 杨金水是陈虹扳倒旅方的核心武器 疯了可还行 为了逼杨金水献出原形 他找了两个人给他针灸 表面是看病实际上是用刑 这里我补充一个幕后信息 杨金水在斯里江的这场戏 一共拍了几个小时 泼水是真泼 扎针也是针扎 当时是冬天 王静松老师一共被泼了12桶冷水 脸上被反复扎了40多针 最后连道具师都下不去手了 另一边 锦衣卫向嘉靖汇报杨金水的情况 嘉靖问杨金水是真疯了吗 锦衣卫说 反正赵大人他们都说他疯了 我怕他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让太医先看看 嘉靖眼前一亮不干净的东西 这不就是本道长的专业领域吗 立刻把杨金水押来 为了见杨金水 嘉靖道长特意换上了珍藏多年的制服 见到杨金水后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几个名字都是嘉靖给自己封的道号 全程有多长呢 我就不念了 你们自己体会一下 如果一个人能准确的说出嘉靖的这些道号 那他绝不可能是疯子 其实杨金水通过这个回答已经告诉了嘉靖 我是装疯 所以接下来他们所有的对话 都是用风言风语说真话 嘉靖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谁 我是沈医师 我呀 杨金水 把我害死了 他要我治四重 治好多好多四重 我穿不了 皇上也穿不了 意思是很多人都从沈医师那里捞了好处 嘉靖玩的很嗨 都给谁穿了 都给谁穿了 飞燕真军 中小帝军 万少帝军 便恕你 无罪 上一间金帽局 这工局 说人的名字 这位张何茂仔 还有 颜哥龙 小哥龙 杨金水敢直接爆出颜松和颜世帆的名字 就说明他对嘉靖非常坦诚 嘉靖又问 胡宗宪呢 杨金水说 胡宗宪 都是制造界的人 意思就是胡宗宪没有贪 嘉靖又问 吕方呢 杨金水愣了一下 问 吕方是谁 杨金水这里不是要包庇吕方 而是他此刻扮演的是沈医师 沈医师确实没见过吕方 所以嘉靖给了他提示 杨金水他们说的老祖宗 给你请六匹关带的人 有他 有 他在一百年前死掉了 杨金水的回答很值得完美 为什么他说吕方在一百年前就死掉了呢 他有两层意思 第一 嘉靖一直很讨厌下面的人叫吕方老祖宗 他曾教训陈宏说 在大明朝只有太祖一个人能称呼老祖宗 所以在嘉靖提到老祖宗的时候 杨金水就赶紧说 他在一百年前死掉了 杨金水说的这个祖宗就是朱元璋 这是表面上的意思 但杨金水还有第二层意思 他先承认吕方也从沈医师那拿了丝绸 还有赶紧说 他在一百年前就死掉了 他是想告诉嘉靖 吕方贪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早就金盆洗手了 这么巧妙的回答再次证明 杨金水绝不可能是疯子 嘉靖最后问那杨金水呢 杨金水死了 他害死了 我把他带走了 带走了 杨金水这话是在求饶 他想告诉嘉靖 我的嘴比死人还严 我会让制造局的秘密烂在肚子里 嘉靖没有说话 拍了拍他的脸 给他带上了一顶香叶棺 香叶棺是嘉靖独有的发明 是一种他在祭天时会带的头饰 嘉靖只会把香叶棺赏赐给身边的宠臣 比如阎松和徐杰 嘉靖把香叶棺带在杨金水头上 这说明他对杨金水是非常认可的 认可他装疯的策略 认可他用风话告诉了自己实行 认可他为宫里做出的所有牺牲 所以在嘉靖这里 杨金水是彻底安全了 他开始疯狂给嘉靖磕头 嘴上喊着求饶 实际上是在感谢皇上的不杀之恩 嘉靖怕杨金水把脑袋磕裂了 赶紧敲钦让黄锦进来 然后拿着众人的面给杨金水定了信 杨金水被厉鬼夺去魂魄了 天罚了 真就不罚了 立刻把他送到朝天冠军 有蓝神仙他们在 厉鬼也不敢再缠着他了 嘉靖不仅没有罚他 还把他送到了自己最信任的道长蓝道行那里 这变相是在保护杨金水 处理完杨金水 嘉靖又想起了吕方 吕方和杨金水都是顶好的下属 为嘉靖的搞钱大业立下了汉马功劳 关键时刻也都肯忍辱负重 替老板背锅 想再找两个像这样能干又贴心的男 所以他还是选择让黄锦把吕方叫回来 黄锦一听干爹要回来 激动的哭出了声 这是吕方第一次在嘉靖面前失态 他回到嘉靖身边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儿子杨金水流下的血迹 他强忍的心痛把血擦干 嘉靖说杨金水确实疯了 但他的差事当的还是不错的 很多事也不能全怪他 吕方一听这话彻底破防 开始嚎啕痛哭 一是为干儿子感到开心 而是为自己被理解感到欣慰 嘉靖说别哭了说正事 这将把海瑞重审的供词送过来了 你自己看看去吧 吕方看完后脸色很差 嘉靖埋怨他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第一次的供词你不给我看 还瞒着我去找颜松和徐杰 结果现在二审供词不仅一次没改 又加了证据把一审的供词坐实了 你现在叫我怎么办 我现在不倒言都不行了 吕方哑口无言 只能磕头认错 嘉靖说 有些家你能替朕当 有些家 朕交给了颜松和徐杰他们去当 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 意思是有些烂摊子只有老子能收拾 你站一边吧 我要开始表演了 那么嘉靖会怎么处理呢 他把徐杰和颜松都叫了过来 不谈政治只唠嗑 他先问吕方 我这身衣服穿了几年了呀 吕方说四年了 嘉靖说 家靖这句话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他是在明日告诉徐杰 老子就是喜欢颜松 老子不打算导言 为了防止徐杰没盖得到 嘉靖又把话挑明了一些 衣服穿旧了他贴身 人用旧了他贴心 经历的事多了 士君做事就谨慎 就老成就不惹乱子 当家还是得用老人 这就是聪明人的对话方式 话不说破点到为止 董事的陈词都应该知道怎么做 嘉靖觉得自己已经传达到位了 于是就转移了话题 和他们聊起了轻辞 既然在大事上 嘉靖已经偏袒了颜松 那么在小事上 他就要给徐杰一些甜头 所以他和颜松 都使劲给徐杰鼓掌 夸他轻辞写得好 还奉他一个轻辞状元 然而徐杰却不吃这套 他竟然又借着轻辞 把话题扯到了浙江贪污案上 徐杰的情词中有这样两句话 李九霄而应天命 情何以堪 与四海而爱苍生 欣慰之伤 意思是皇上本是天上的神仙 放着神仙日子不过 却要下凡来当万民之主 天天劳心伤神 好无奈好心疼啊 这个马屁让嘉靖非常开心 但徐杰却又借题发挥说 皇上奉了上天之命 下凡管理人间 数十年勤俭节约 为的都是我大明的江山设计 然而却有一帮蛀虫在下面坏事 比如浙江贪污案 如果不严惩这些人 就实在辜负了皇上 这些年的牺牲和奉献 徐杰这话算是把事情挑到了明面上 嘉靖脸色很差 妈的 老子刚刚说了那么多 都白说了 但嘉靖会被徐杰牵着鼻子走吗 显然不会 他也用了一首诗来回击徐杰 这首诗来自2000年前的诗经 抨击的是贪官对劳动者的剥削 嘉靖是想告诉徐杰 贪官哪朝都有 杀了一个还会冒出另一个 所以你不要光盯着严嵩去搞 贪官是要杀 但是杀谁 什么时候杀那还是老子说了才算 你不要瞎逼逼 说完他立马转移话题 不给徐杰反驳的机会 说完他就跪在祭坛前 把徐杰的青词烧给了天上的神仙 徐杰也不着急 因为他还有一个大招 那就是海瑞重审的供词 然而嘉靖仿佛已经算准了徐杰的心思 他让吕方递上了两分供词 一份是谭伦赵真吉 沈正碧昌的供词 一份是海瑞重审何茂财的供词 嘉靖说 前一份供词我看过 你们也看过 后一份供词我没看 你们也没看 为了证明自己真没看过 嘉靖刻意给严嵩和徐杰展示了一下 完好无损的火器印章 我们都知道这个印章是嘉靖伪造的 但严嵩和徐杰还真被哄住了 对皇上深信不疑 嘉靖说 前一份供词我们可以做主 但后一份供词我做不了主 你们也做不了主 既然如此 就交给上天做主吧 说完就把海瑞的供词丢到火盆里烧了 此时徐杰的表情简直比吃了屎还难看 他没想到嘉靖竟敢如此偏袒严嵩 然而证据已经被烧 他说再多也没用了 嘉靖最终采纳了赵真吉和谭伦的供词 嘉靖以贪污罪斩杀正碧昌和茂财 把严嵩和胡宗县撇得一干二净 对于严世帆 嘉靖也只是骂了句他眼瞎不会用人 更损的是 嘉靖不让徐杰以内阁的名义发通报 而是让徐杰去豫王府 让高拱和张居正一起写了公告发出去 这摆明了就是故意恶心清流党 然而这还不算完 严嵩又来了招更损的 他向嘉靖提了两个申请 第一是他想派燕茂青南下巡颜 清缴税费 搞点钱填充国库 第二他说有个刁名叫齐大柱 曾涉嫌通窝 现在已经潜入了军营 并且就在胡宗县身边 他把死人对胡宗县心怀不轨 要严厉查处 严嵩这话太气人了 齐大柱是海瑞救下的人 而海瑞是豫王的人 他让嘉靖杀齐大柱 就等于是在打豫王的脸 他是在向清流党炫耀 你看看 你们有证据又怎样 皇上照样不敢动我 老子不仅成功脱身 还要反过来杀你的人 这是明面上的赌气 而暗地里 严嵩还有更深的目的 齐大柱是海瑞放走的 如果齐大柱坐实了通窝的罪名 那海瑞离通窝也就不远了 如果海瑞被干掉 那清流党手里可就没有可用的刀了 让严冒青南下巡言 就是他给嘉靖开出的条件 意思是我帮你搞钱 你让我搞死这帮孙子 嘉靖都憋不住笑了 齐大柱到底是不是通窝 海瑞的供词里说的一清二楚 严嵩敢提出杀掉齐大柱 说明他是真的相信嘉靖没看过供词 但谁对谁错不重要 谁生谁死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严嵩可以给他搞来钱 所以嘉靖答应了严嵩的要求 这一次严嵩可谓是大获全胜 相比之下 徐杰就没那么幸运了 高宫得知结果后 把气都撒到了徐杰身上 骂徐杰怂逼 眼看严嵩颠倒黑白 连屁都不敢忘一个 徐杰说 我是怂 皇上把供状都烧了 严嵩一说要杀齐大柱 皇上问都不问 立马答应 心都偏到姥姥家了 我还能说什么 你行你上啊 张局正赶紧出来转移话题说 听说信封上只有海瑞一个人的印 赵真吉和谭伦 为什么躲在后面不出声 他们才是真怂 我得好好问候问候他俩 徐杰说 当下这些人都不要管 有个人更重要 那就是高汉文 这个人对浙江的事了解甚多 现在皇上要释放他 我怕严实藩会对他下手 所以我们要保住他 只要他在 后面我们就还有反击的机会 就这样 星运憨憨高汉文 成功出狱 且又官复原职 而云娘却要独自返回杭州 黄锦很惊讶 你们还是生米啊 我说了 我和高大人肃死无染 黄锦很无语 问高汉文 啥时候把米煮熟 高汉文沉默不语 然而就在云娘走的那天 高汉文却冒雨相送 看云娘的眼神都要拉出丝来了 看来这俩人后面还有事儿 他是大明王朝中最大的冤种 自己豁出命审出来的供词 还没拆封就为老板一把火烧掉 更气人的是 自己的领导站在一边 连个屁都不敢放 海瑞此时终于明白 小丑竟是我自己 刚讽刺的是 上面还给他升了职 以表示安慰 海瑞问 我升了官之后要做什么 赵真吉说 胡松县大战还需要军须 再苦一苦百姓 把今年的税和生死都收上来 那么多赃款不计查烧 还要再苦一苦百姓 海瑞绷不住了 这个破官爱谁当谁当 老子不干了 这时 谭伦低声说 颜毛青要过来巡员了 你不再等等吗 谭伦是想继续利用海瑞和阎党正面厮杀 海瑞回怼说 你拉倒吧 谭伦继续激他说 你怕阎党了 海瑞一脸震惊 你要不要脸 明明怂的是你们 你还敢给我扣帽子 老子告诉你 我不怕阎党 怕的是你们这群猪队友 你们要想留我也行 你们把我调到阎松的老家去当支县 看谁怕谁 说完便转身离开 海瑞离职 最开心的还是县亚里那群基层干部 海瑞在的时候 他们一分油水都捞不着 现在海瑞一走 他们就彻底放飞了 几个人一合计 就策划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田县城负责发布收缴付税和生私的公告 赵捕头负责抓捕不配合的群众 王老头负责打开监狱大门收人 这样田县城可以完成省里的任务 赵捕头可以抓坏人 立功拿奖金 王老头可以收犯罪家属给的照顾费 可谓是互利互惠一举多得 田县城说 还有一个事儿 市里面给我打招呼了 胡不堂的儿子要从老家去前线看爹 中途会经过我们县 得好好招待一下 既然是胡不堂的儿子嘛 那待遇自然要按照不堂的级别来 财务说 好的我这就拨600两银子给你 200两是食宿 400两是红包 600两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开支只有5两 郑碧昌一个省委书记 一年的工资也就100多两 而淳安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为了招待一个官二代 竟然一下拿出来600两 谁看了不喊一声牛逼 然而就在他们上街抓人的时候 刚好遇到出来买菜的海瑞 海瑞一看这帮孙子竟然如此无法无天 便意识到自己这个官还真不能辞 于是他立刻撤回了自己离职的申请 重新穿上官服回到了岗位 田县城傻眼了 虽然心有不服 但官大一急压死人 他只能任由海瑞把他骂成狗 海瑞不仅当众撕毁了省里 缴税收私的指令 还让他把胡宗仙的儿子揍一顿 押到胡不堂大营里 理由是胡不堂一生青年 绝对生不出这种荒唐儿子 一定是不法分子假冒的 田有路不愿意得罪人 海瑞说你要不去 我就按贿赂罪判了你 田有路立马起身照做 而此时的胡不堂 正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只要他一生令下 倭寇就会被西数歼灭 而严松却要求他休战 因为只要倭患不除 家境就不敢对严党下手 但这种极端自私的想法 显然违背了胡宗仙的三观 所以他犹豫再三 决定背叛严松 家令让奇奇光一鼓作气歼灭窝寇 然而 就在众人纷纷要给他庆功时 胡宗仙独自隐退 跑到了海瑞的家里 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 他要感谢海瑞及时阻止他儿子犯错 第二 他邀请海瑞去他安徽老家当官 海瑞说安徽我就不去了 你要想留我 就把我调到江西分移 严松的老家 胡宗仙有些犯难 索性直接把实话讲了出来 你把自己看得过重了 你是个刚正的人 敢说话敢抗上 可要真实抗上 你一个小小的欺品 能抗得过谁啊 在浙江 你能做些事震动朝廷 那是因为你背后有人要震动朝廷 到了江西分移 凭你一个人又能震动谁啊 皇上要用的 你推不到 皇上不用的 你也保不了 胡宗仙话虽然难听 但句句在理 你海瑞能用一份共词震动大明官场 不是因为你牛逼 而是你背后的人牛逼 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漩涡 你看看还有人搭理你吗 但海瑞停不进去 他继续追问 我就想问一句 你到底愿不愿意推荐我过去 胡宗仙说 我不愿意 但我可以让赵真吉出面调你过去 这是胡宗仙最后一次在剧中露面 见完海瑞之后 他就请病假回家休息了 算是彻底告别了官场 这个结局对胡宗仙来说算是好的 而真实历史中的胡宗仙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阎党倒台之后 胡宗仙还是被连累了 徐学的人以贪污罪弹劾胡宗仙 胡宗仙两次入狱 曾写下万言变巫书为自己辩解 然而家境没有回应他 最终胡宗仙不堪羞辱自尽身亡 我们再说回剧情 就在胡宗仙和海瑞聊天的时候 齐大柱被锦衣卫偷偷抓获了 齐大柱的媳妇找王用吉求助 王用吉带着家属跑到谭伦家里闹 质问他为什么不为齐大柱辩解 齐大柱一死是不是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海瑞 谭伦无奈的说 严肃为了杀齐大柱是杀了血本的 皇上现在眼里只有钱 谁说都没用 但我这里有一个办法 你们可以试一下 齐大柱之前抗窝有功 张局正是给他请过功的 而现在抗窝功臣却突然成了通窝犯 这是不合理 你们到北京去找张局正闹一闹 把这个事搞大 一旦有了舆论压力 他们想杀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用吉一听有道理 便决定带其他柱媳妇去北京 同时还要烧上云娘 因为高汉文那小子又写信说想娶云娘 让王用吉把云娘带过去 顺便当他的媒人 王用吉还特意提到 云娘这个女人不简单 身上竟然有吕方亲笔签名的蝶纹 有这玩意儿在身上 他们这一路就不会有什么阻碍 但他们更想不到的是 云娘身上不仅有吕方的蝶纹 还有一件连家境都梦寐以求的圣物 他这次进京将成为清流党扭转乾坤的关键性转折 北京天降瑞雪 颜世帆满面红光 因为南下巡言的燕茂青回来了 只用三个月 他便收了足足三百万两白银回来 而徐阶的学生赵真吉 吭吃吭吃 值了半年丝绸 现在连一半的任务都还没完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颜世帆膨胀到了极点 连轿子都不做 踩着瑞雪一路得瑟 向颜松报喜去了 这次颜茂青一共带回了三百三十万两白银 他们只给国库上缴了二百三十万 留下了一百万给皇上当零花钱 颜世帆猜测皇上一定很开心 便盘算着要利用齐大柱的通货案 把玉王身边的人全部干掉 颜松劝他收莲点 玉王毕竟是皇储 做事不要那么绝 但颜世帆显然听不进去 与此同时 家庆称他紧急清算颜世帆报上来的账目 最终的结果也是三百三十万两 但他并没有很开心 江南的银盐最初每年能上缴上千两 但是一年比一年少 去年收了一百四十万两 前年收了一百七十万 而今年颜松的人一过去 竟然一下子收了三百三十万两 这说明什么 说明江南管颜的都是颜松的人 上下一心铁板一块 别人去死活抠不出钱 只有颜松的人去他们才愿意出钱上贡 这意味着国库的钥匙都攥在颜松手里 国家想用钱就必须通过他 但旅方接下来又爆出了更大的内幕 他说仅因为一路跟踪颜茂青 发现他这次至少收了五百多万两 然而他只上报了三百三十万两 剩下的两百万被他用三艘船运走了 一艘运往颜松江西老家 一艘去了颜茂青自己家 一艘运到了北京的颜府 家境一听原地裂开 合着他们自己摊了四成 只给老子分了两成 颜茂青 茂青音 还在走书里说什么 要专门播出一百万 给真留着修班收工 真顿钱 他们拿两百万 这份一百万 还要真感谢他们吧 吕方一边安慰家境一边问 怎么整要不要干死他们 家境说不用急 先让他们踏踏实实过完这个年吧 吕方说还有个事 现在颜世帆一口咬定齐大柱是铜窝 想利用他把玉王身边的人都干死 但这次肯定是不能顺他的意义了 但是又不能打草惊蛇 让颜党有所察觉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家境说好办 趁早把齐大柱杀了 这样颜世帆就不能利用他到处攀扯了 另外家境还准了海瑞调任江西的奏书 只是他没有直接把海瑞放到分仪 而是放到了分仪隔壁的新国县 这样既不直接针对颜松 又可以让海瑞盯紧他们 防止颜松偷偷转移资产 另一边高汉文偷偷找上了张居正 说他媳妇有一件能扭转乾坤的天物 这便是当初沈医师留给云娘的 张三丰晚年首抄的血经 高汉文说 我仔细对比过了 这确实是张真人的首计 张居正很激动 联盟把血经交给了玉王和王妃 希望他们把血经献给皇上 换回齐大柱的一条命 只要齐大柱被释放 严党就没办法再利用齐大柱陷害他们 玉王说 这事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现在去求情不太合适吧 王妃说 你就算现在置身事外 这事将来还是会牵扯我们 现在就下这个齐大柱 将来或许能成为导演的铁证 你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我心里有数 于是第二天 王妃就带着小万丽进了宫 家境见到小孙子很开心 王妃一看皇上心情不错 就壮着胆子把血经献出来 还卖官子说这是圣物 要皇上亲自下来接 家境那该死的好奇心 瞬间就被挑起来了 他放下孙子 走上前又问 是什么天物 回父皇 是张三丰张真人 却写的两部真经 是郑祖文皇帝 当年派人去找的那两部真经 回父皇 正是 佳境抱着血书激动万分 问她是怎么得来的 于王妃深吸一口气 开始编故事了 这寒真经是其他住的媳妇 送到府里来的 这个女子是个真烈的人 自从她丈夫关进赵玉 一个月来便天天守在赵玉门口 大风大雪从未见断 若是丈夫在里面受难 她也要在外面陪着 昨天天黑时 她还守在那里 只等她丈夫受了刑 便在赵玉外训捷 这个时候 她说 突然来了一个道人 什么道人 她说天黑 看不太清楚 只能看见 这道人的头发胡子 比血还白 身上穿的道袍也十分的脏 望着她便笑 张真人 那个道人对她言道 明君在位上命天命 上天便派了好些人 来辅佐明君 她丈夫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会死 说着就送给了她这支木盒 让她连夜送到府里来 说第二日儿臣妾和世子 会进宫 呈给皇上 皇上一看 什么就都明白了 王妃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非常离谱 但家境却丧失了抵抗力 对此身心不疑 她是张三丰的头号迷弟 现在偶像将士夸她是明君 这换谁能顶得住 她让吕方独拍些人手 去民间寻找张真人 还下令立刻释放其大助 为了庆祝张真人将士 家境举办了盛大的祭拜典礼 并要求群臣上贺表 为自己助兴 然而 严党却一封贺表都没上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相信 什么张真人将士 经过多方打听 他们得知这两本血经 是来自一个妓女之手 严兄一听就兴奋了 这不就是欺君吗 他让严实藩这几天盯紧高汉文夫妇 同时把这事透露给陈宏 提醒陈宏 云阳背后是沈医师和杨金水 杨金水是吕方的干儿子 只要陈宏把这事透给皇上 吕方那个位置就是他的 并且严松还交代 一定要让陈宏把此事 押到正月十五再上报 因为家境每年从初一到十五 都会闭关修炼 拿人办案就要等到正月十六 当天上报当天拿人 这样豫王他们就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 而豫王这一策也已经早有准备 为了防止云阳落到严实藩手里 他们决定给高汉文安一个 纳记为妻的罪名 把他赶出京城 并且一定要在正月十六之前把他送走 但旨意生效需要吕方审批 而吕方却跟着家境一起闭关失联了 一转眼 时间来到正月十五的下午六点 家境终于出关了 陈宏立刻向家境汇报了此事 家境得知后龙颜大怒 七天了 他让陈宏准备三路人马准备拿人 陈宏问 都拿哪些人呢 家境卖关子说 到了十二点我再告诉你 陈宏又问 这件事要告诉吕方吗 家境暧昧的说 有必要让他知道吗 陈宏大喜 看来皇上已经知道吕方和豫王勾结齐军 这次要一窝端了 但家境心中想拿的真是豫王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阎党和清流的决胜之战 正月十五还没到此时 阎世帆就带兵迫不及待包围了高汉文的家 强迫高汉文交出云娘 高汉文说 现在屋里堆满了木柴 上面全都浇了油 只要你敢冲进去 我老婆就立马点火 阎世帆气急败坏 叫人立马去掉消防队 与此同时 豫王府也是一团紧张 把高汉文驱逐出京的圣旨 终于得到了吕方的审批 但冯宝说 阎世帆已经提前出了手 皇上已经得知了真相 还下旨说过了此时就拿人 徐杰叹了口气说晚了来不及了 如果皇上要彻查 就算高汉文走了也会被抓回来 高公说 我不同意 张哲仁将士的事已经朝野皆知 群臣都已经上了贺表了 这时候再彻查皇上不要面子的嘛 只要我们把高汉文送走 就没人敢大张旗鼓的抓人 说着就要去放人 张局正拦住他说 兵部鬼我管 我能调兵 还是我去吧 就这样 张局正又带了一对兵马 也包围了高汉文的家 高汉文身为文院清流 朝廷命官居然纳计为妻 着急可去高汉文 汉林院修转 罢为庶民 永不续用 捉见票拟后 立刻逐出京师 高汉文 赶快收拾一下 立刻离京 冤家见面又是一顿户怼 两人各不相让 谁都不肯撤兵 只能等此时一顾听皇上的旨意 临近此时 旅方突然出现在了私里间 问陈红有没有准备好 早就准备好了 三路人马 高汉那一路 张局正那一路 干点 徐克老那还去不去啊 谁告诉你是去抓高汉 张局正和徐克老了 严世帆 摩龙文 燕茂青 安范天条 奉旨即刻把三个人的府抵围了 陈红愣在原地 怎么抓的是严世帆 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 合着我被皇上给耍了 另一边 朱七带着锦衣卫 也出现在了高汉文家里 严世帆以为朱七要帮他抓人 颇为得意 朱七白了他一眼开始宣旨 奉旨 即将严世帆押送回府 听旨发漏 严世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不肯扶朱 坚持要见皇上 他嚣张了一辈子 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肯认怂 拿圣旨来看 圣旨不归我们宣度 我们只管拿人 就凭你们没有圣旨 也敢拿我 还敢围了我的家 朱七问他 有个人你还记不记得 沈恋沈大人 严世帆一听这个名字 显然有些心虚 沈恋就是电影秀春刀的男主 他极恶如仇 二十多年前 因为弹劾严嵩遭到流放 最终被严世帆诬告谋反 惨遭杀害 沈恋沈大人 当年是我朱七的上司 也是今天到这里所有兄弟们的上司 当年沈大人上书 猜你们狗爷儿俩 死的那么惨 你当我们都忘了吗 严世帆仍不认怂 说你有本事杀了我 就这么死了太痛快了吧 说完便给严世帆送了一份大礼 儿子心腹统统被抓 一夜之间 严嵩从人人追捧的手辅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徐切拿着浴室弹劾严党的奏书 找上了他 严嵩没有挣扎 只拉着徐切的手说 一切交给你了 东老他们有些事做的 是太过了 二十年的在下 各老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皇上不会忘记 我们也不会忘记 胜负已分 两个斗了一辈子的冤家 此事格外和谐 严嵩问皇上要怎么处置他 是进赵狱还是流放 徐切说 不至于 皇上让我请你进宫 严嵩很惊讶 皇上还愿意见我 那等明早吧 皇上爱吃六心区的八宝酱菜 明天我挑一坛带进宫 第二天六心区的老板 像往年一样过来送酱菜了 严嵩说 难为你给我送了这么多年酱菜 你之前一直求我给你提块匾 我今天就写给你 再不写就没机会了 然而今时合同往日 老板立马跪下说 您可千万别写 我不配 严嵩一听和和一笑 倒下了 他强撑着站起身来 对他说 好好回去做生意吧 以后不用再过来送酱菜了 老板哭着磕了个头 赶紧溜了 进宫后 严嵩给家境递了份名单 他说 我有罪我该死 可是我当了二十年首府 很多人都不得不走我的门路 他们都被叫做严党 他们中有些人贪得无厌 确实该死 但有些人我真的是为国用闲 他们肩上担着我大明朝的安危 请皇上一定要保全他们 很明显 严嵩指的是胡松县 家境收起名单 敲了一下惊 算是答应了他 然后他问 听说你今天要给六心居老板提字 他死活不敢要 严嵩尴尬一笑 说人之常情嘛 家境说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你现在就写 然后加盖我的宝印送过去 让那个老板今天就刻出来挂上去 严嵩听话照做 然而写完后 家境又开始挑刺了 说这个心字不好 为什么叫六心居呢 严嵩说 因为这家店是兄弟六人合开的 家境说六个人六条信这样不好 我建议在心上加上一撇 改成B字 六合一同 天下一心 所以六心居就这样成了六B居 是的 又是我们熟知的北京老子号酱菜店 听说他们现在都还保存着严嵩的这块扁 但如果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 这撇根本不像撇 更像是往心上插了一把刀 所谓扎心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 并且在选印章的时候 家境故意选了忠孝帝君之印 他说只有这两个字才配得上严嵩体的字 这就更扎心了 严党倒台 正是因为严实藩的不忠不孝 家境真是在暗中打严嵩的脸 到这里 严党算是彻底倒台了 但家境对严党的处罚却非常轻 严嵩仅仅是辞职还乡 又连罪魁祸首严实藩也仅仅是流放 为什么呢 因为严实藩和家境绑得太死 举个例子 很多忠臣虽然是严实藩害死的 但给忠臣定罪的却是家境自己 所以严实藩的罪很不好定 因为总会伤及皇帝面子 但是贱人自有天收 严实藩在流浪过程中与境外势力勾结 想逃往日本 这简直是给对手递刀 局阶立马以通窝罪判了他死刑 严实藩不仅自己送了命 还有连累已经退休的严嵩被抄了家 严党倒台举国欢庆 然而家境却想不到严嵩一走 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严嵩倒台后 严实藩 严冒清 罗龙文被悉数抄家 一共抄出了37万两黄金 640万两白银 还有价值300多万的古丸字画 那么接下来就是钱怎么分的问题 往常严嵩都要先拿出一部分孝敬皇上 然而徐阶却没有这个觉悟 他提议先给国防部批360万两 用作军须 家境撇了撇嘴说准奏吧 徐阶继续提议 好多省份的官员都被拖欠了工资 个别地方甚至拖了一年 我想拿出270万 把这些人的工资发了 家境的脸更垮了 干脆把脸扭到一边说 分了吧 家境虽然嘴上说了同意 但就在吕方要签字同意的时候 家境却把他叫住了 他实在憋不住 问了一句 当兵的分钱了 当官的也分钱了 现在该给镇的百姓分钱了吧 徐阶说 有的有的 江西今年受灾严重 地方申请朝廷拨款300万 够粮赈灾 另外去年下半年 有些地方征收的负税过高 甚至是往年的三倍还多 我打算再拨200万 把百姓多缴的税补回去 家境急了 不要说了 妈的再说下去 钱就要被分完了 沈天府跟万平大兴两个先令 把他们的家都抄了 还百姓的钱 潜台词是 别跟老子抢国库的钱 徐阶叹气说 可就算抄了他们的家 这钱也是杯水车薪呢 家境无语了 望向吕方说 朕都舍得你还装什么样子 拨吧拨吧都拨了吧 无非是朕住的地方破一些 无非是宫里的人穿着旧衣服 上街都讨饭去 家境是想让吕方张嘴替他要钱 吕方赶紧说 徐阶老 皇上的万寿宫才修了一半 宫里十万张嘴也都等着吃饭呢 这笔开销 内阁就没算进来 徐阶顿悟 原来皇上是等着要钱呢 赶紧上前表示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君父 我们都商量好了 剩下的这二百万都给公理 一部分修万寿宫 其余的给皇上当零花钱 家境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 很显然他嫌这个钱少 家境很不爽 严松才刚走没几天 你们这些清流就抱团欺负朕 是觉得你们没对手了吗 那老子就给你点颜色瞧瞧 但家境不会直接说钱的事 而是要找个把柄去打压他们 这个把柄就是海瑞 几个时辰前 海瑞接到调令 进京当户部主事 恰巧路过六臂居 自从六臂居挂上新的牌匾之后 那有关严松的扎心故事就传开了 没人再敢进去消费 六臂居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凋零 海瑞进去后说 我给你这个牌匾加个注解吧 说着便大手一挥写下了六行字 这几个字可给家境找了发飘的借口 谁都知道我把心改成了币 是为了内涵严松 海瑞怎么敢随便改我的意思 海瑞是豫王的人 是不是你们让海瑞这么干的 故意跟老子作对 徐杰一脸懵逼 这都哪跟哪啊 家境又问旅方值不值得此事 旅方说朱七跟我禀报过了 就是那个海瑞不知天高地厚 胡周的几个字 里面也没有什么犯机会的话 更跟豫王没有关系啊 家境一听旅方 不愿意帮他说话 更气了 海瑞不就是豫王举荐的吗 还说跟豫王无关 旅方继续帮豫王开脱 说海瑞是今天刚进京的 豫王都已经在家养病一个月了 他压根就不知道啊 家境又问 那你们说说 海瑞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写这些话呀 旅方抢答说 当时在场的锦衣卫都听到了 海瑞说自己是为了正人心而敬福岩 家境小嘴一撇 哼 我大明朝文官那么多 轮得上他帮我敬福岩 再说了 我身上哪有福岩可让他敬的 徐杰赶紧解释说 愚民言之盛心 自古哪朝都有流言 严党已经倒台 那严松写的牌匾还在那挂着 民间少不了有些议论 也许海瑞是真的为了正人心而敬福岩 家境依然不买账 说徐杰嘴里一句实话没有 吕方你怎么看 吕方明白 家境是想利用他打压豫王一派 但他当了一辈子好人 这种平排无故诬陷人的话 他是真说不出来 他支支吾吾的说 凭良心讲 海瑞的字确实能起到正人心的作用 但是胆子忒大了点 末了 他又象征性的骂了徐杰一句 不像有些人 今天上一道书 明天上一道书 只为了博个忠名 家境再次对吕方失望了 这不疼不痒的话 骂了跟没骂一样 算了 不跟你们掰扯了 海瑞到底安的什么心 或许只有豫王知道 既然是他的人 那就把海瑞的话送到豫王府 让他抄完也刻成扁 立马挂上去 吕方点头领指 但家境却说不用你去让陈鸿进来 陈鸿进来后 家境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让豫王刻扁的事 第二件是让陈鸿教训下锦衣卫 要懂规矩 不要再越级汇报 吕方听到后脸色很难看 陈鸿是锦衣卫的直系上司 但由于陈鸿不得人心 锦衣卫往往都喜欢直接向吕方汇报 现在家境刻意强调 月级汇报不OK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吕方失宠了 而第三件事 家境没有明说 只给陈鸿使了颗眼色 陈鸿瞄懂 他很开心 他现在也是和皇上共享秘密的人了 但如果他稍微复盘一下就会发现 皇上分给他的全是得罪人的烂活 包括这一次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 陈鸿明明是小人 家境为什么会让他取代吕方 长大后我才明白 原来每个领导都需要一把刀 帮自己干见不得人的事 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人 严松和严世帆就曾是家境的刀 他们俩走了之后 家境已经很久无刀可用了 吕方心太软 徐妻太伪善 他们都无法胜任这个角色 只有阴狠独拉的陈鸿最符合家境的需求 陈鸿到豫王府之后 先传达了让豫王抄字刻点的口语 豫王虽然觉得这个指令莫名其妙 但也不好多问 出于客气 他送了一块玉佩给陈鸿当车马费 陈鸿非常开心 豫王是未来的皇帝 如果他能把这层关系搞好 那自己未来几十年的荣华富贵就有保障了 但接下来他公布的第二条指令 却彻底打碎了这个美梦 皇上对王爷府上有个人十分不快 要能被把他送到朝天棺扫地服役去 谁 冯宝 李妃听完圣旨情绪很激动 冯宝是唯一能搞定小万里的保母 如果冯宝此时被逐走 不光儿子的心灵会受到创伤 可能连衣食起居都会出现问题 他想不通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陈鸿 妒忌冯宝想取而代之 所以故意在皇上面前挑唆 让冯宝远离世子 此刻他再顾不上什么格局和体面 抓着陈鸿就是一顿丝 豫王一看媳妇竟如此失礼 气得当场嘎了过去 陈鸿见惹了祸 赶紧溜出去想偷偷把冯宝带走 但王妃又追了出去 对着陈鸿又是一顿辱骂 甚至还给了他一巴掌 陈鸿也很委屈 我就是来传个旨 你为啥把火都撒在我身上 你要觉得是我的错 那我就给你赔罪好了 说完他跪下疯狂磕头 冯宝一下就慌了 陈鸿是传旨太监 代表的是皇上 太监带着一身伤回宫 那豫王不就成大不敬了 于是他急忙安抚王妃和小万利 说不怪陈公公 我是自愿走的 小万利站在原地痛哭流涕 恰好张居正及时赶到安抚住了他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冯宝贝逐出豫王府这事 真的是因为家境受了陈鸿的挑唆吗 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实在是太低估家境 而高估了陈鸿 就算陈鸿真有挑唆 家境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太监 跟自己的亲孙子过不去 家境对冯宝下手 是因为冯宝 是吕方和豫王之间的纽带 吕方和豫王抱团这件事 让家境非常不爽 逐冯宝出府 就是在同时打压吕方和豫王 但陈鸿也是够心机的 回宫复命的时候 故意在脑上绑了绷带 生怕家境不知道 他在豫王府被打了 家境一看豫王 竟然敢殴打船只太监 就更气了 他把气全撒到了吕方身上 陈鸿赶紧跑进来说 这句话可太心急表了 他明明知道家境 所以讨厌别人叫吕方老祖宗 此刻还故意火上浇油 然而这还不够 他接着说 皇上您千万别生气 我在豫王府真的没有被打 也没有被骂哦 陈鸿这句话也太假了 简直就是把说谎写在了脸上 不仅帮不了豫王 还会越描越黑 吕方赶紧说 是什么就说什么 是不是冯宝那个奴隶撒赖 既哭了世子 你不得已责罚自己 相比之下 吕方这个谎就靠谱多了 他撇清了豫王和王妃 把错都推给了冯宝 家境问陈鸿是不是这样 陈鸿这才说 世子哭得厉害 是我自己赔罪磕的 渝王不在场 王妃还帮我拉住了世子 虽然陈鸿这么说 但真实情况 家境能不清楚吗 指他不能跟儿媳妇撕破脸 所以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吕方 真是十步以内必有芳草啊 宫内二十四个衙门都长满了草了 锦衣卫就不用说了 身上就绣着芳草 现在连朕的儿子孙子的院子里 都长满了芳草了 我大明朝真是繁花似锦 绿草成荫啊 芳草指的就是吕方的势力 曾经吕方跟家境一条心的时候 吕方的势力就等于他的势力 现在吕方被家境推到了对立面 那吕方所有的势力都成了威胁 所以家境要把吕方的势力连根拔起 李克传之 从镇福斯东厂开始 出草去 陈鸿走后 家境画了道符送给吕方 跟了朕大半辈子 磕抱你下半辈子 吕方明白 他不能继续陪在皇上身边了 能伺候住在这半辈子 我被治疏了 吕方走后 家境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无助 吕方是他唯一的精神伴侣 他在吕方面前从不伪装 什么露骨的话都敢说 然而现在吕方就要走了 但吕方的离开不是惩罚 反而是家境对他的保护 严嵩倒了 家境下来要斗的就是玉王和徐杰 如果吕方继续做他的刀 就会势必得罪玉王 如果家境一死 那吕方的下场可能比严嵩还惨 所以家境选择放手 给吕方一个平静的晚年 让陈鸿去当那个不招人待见的替死鬼 离开皇宫后的吕方先去了一趟朝天灌 把家境给他的先府交给了蓝神仙 让他用这张府护住冯宝的命 只要冯宝不死 那他未来必定成为掌印太监 吕方提前给冯宝磕了个头 嘱咐冯宝 我的干儿子们就托付给你了 然后吕方就一路向南直奔南京 同时他还接走了杨金水 路上他看四处无人 便让杨金水下车休息 但杨金水丝毫不敢放松 继续装疯 吕方抓着他的手说 静儿咱俩俩平安了 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 三年了真是哭了你了 现在好了 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 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 静儿把头发把脸 还有咱们这只有半雕的身子 都洗干净了 重新往后 咱们俩干干净净的 重获新生的杨金水给吕方磕了个头 然后缓缓走向河中央 发出了三年来的第一声嘶吼 吕方被贬 冯宝被竹 欲望一并不起 不敢见客 徐杰这下终于明白 皇上这是在跟他们置气 他联盟召集各部门领导开会 复盘了一下 发现是因为钱没给到位 所以他让各部门再把预算盘一遍 每个部门都要精简几十万出来 让给皇上 第二天 徐杰带着他们给出的第二个方案 李春芳说 兵部昨夜又算了一下 发现军费眼下还用不了那么多 可以捡出五十万两给皇上修万寿宫 家境开心敲庆 表示满意 然后高拱起身说 吕部也内部沟通了下 中央各部官员 以及地方一些家境好的官员 都表示愿意今年不拿工资 先捡出四十万两给皇上修宫店 家境再次开心敲庆 接着起身的是赵真吉 如今他已经从浙江巡抚升到了户部尚书 他的方案是这样的 今年受灾的省份和征税过重的省份 必须安抚 该拨的钱 一文不少都要拨足 我大名 梁京一十三省 也有富庶的省份 户部已经跟南直立 浙江还有湖广行文 叫他们从各自的帆库里拿出一些余款 或从各自的官仓里拨出一些余粮 接紧受灾和征税过重的省份 户部也可以拨出六十万两款项给公布 南直立浙江和湖广有无意义 一个月前 属下已经跟这几个省份公文商量了 都愿意拨款 上劫君父之忧下苏灾民之困义不容辞 夹境听完之后激动的把庆敲成了架子鼓 显然他对赵真吉最满意 赵真吉优秀在哪里呢 当财政吃紧的时候 徐杰高拱李春芳他们想到的方案都是节流 让下面的人受点委屈 把钱先让给皇上 虽然能讨好皇上 但是却没照顾到皇上在外的圣名 只有赵真吉想到了开源 该给百姓的一个词都不能少 钱不够就想办法去搞 皇上的需求要满足 皇上的圣名也要维护 夹境从赵真吉的身上看到了颜松的影子 他太需要这种机会搞钱 又考虑周全的人 所以他赶紧出面问徐杰 宋朝有个人出了个绝对 叫三光日月星 你知道后面是怎么对的吗 徐杰说我知道苏氏对出来了 他对的是四德亨利元 为了避开宋仁宗的名讳 略去了亨利真元的真字 夹境说 你现在是内阁首府 内阁眼下只有你 李春芳和高拱三个人 担心苦了点 把苏氏缺的那个字补上吧 徐杰问 哦 您的意思是让赵真吉入阁吗 夹境很无语 即可老聪明 如果颜松在就不会问这么西 陈灵旨 就这样 没有丝毫攻击的赵真吉 凭借着六十万一步登天 胡宗宪之前曾这么评价赵真吉 现在看来 胡宗宪的眼光是十分毒辣的 赵真吉人品可能不咋样 但是他的政治智慧绝对算得上是王者级别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集层官员的工资虽然是发了 但他们领工资的时候发现数目远低于预期 于是当场开闹 而此时高级官员们都还聚在宫里给皇上写清词 赵真吉得知出了事匆忙离场 其他官员议论纷纷 而此时导演特意给了高拱一个镜头 他没有惊慌也不觉得意外 甚至还有一丝开心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这次官员闹事就是他指使的 高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在前面提到过 高拱和徐杰的关系很早就出现了裂痕 颜松倒台后高拱就成了徐杰最大的威胁 两人的关系在徐杰上位之后开始恶化 内阁再次出现了新的党争局面 赵真吉入阁算是让徐杰如虎添翼 如果高拱再不出手 他之后一定会被这师徒两人联手干掉 所以他这次就是为了给徐杰添乱 让皇上看一下徐杰是多么的无能 徐杰显然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直接过来跟高拱说好话 希望高拱出面劝劝这群基层干部 跟他们讲讲道理高拱拒绝说 徐杰叹了口气跟高拱保证 等过了年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官员的薪水都补上 高拱说好啊那您就给个明确的期限吧 徐杰不得已说明年二月高拱得到一明确答复 这才答应出面摆平 但实际上这件事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贾静的万寿公俊公在即 但他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 黄锦哄着他喝药 但贾静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 只说自己在历劫 黄锦说我不管历劫也要喝药 贾静管了一辈子人 今天突然被人管 这种感觉怪好的 这就好 这主子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你再说 这没有病 你是龙子呀 他看着黄锦对旅方很是感激 感激他给自己留了个这么贴心的人 想到这里 他对旅方的思念顿时涌上心头 他问黄锦 旅方有来书信吗 黄锦说没有 贾静一顿失落 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委屈 这个旅方 他呀 他是把他们全忘了 贾静12岁丧父 14岁登基 一辈子没享受几天亲情 旅方对他来说比亲人还亲 现在旅方走了 身边也只有黄锦能够依靠 说到底呢 这个世上 真能靠得住的就两种人 一种是笨人 一种是执人 笨人没有心眼 执人不会使心眼 比方你吧 又执又笨 人就放心 这就是佳静喜欢他的原因 所以哪怕黄锦强迫他吃药 强迫他穿衣 佳静从不跟他计较 喝完药 佳静就让黄锦陪他去看看万寿宫 偷偷去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佳静坐在雪地里盯着万寿宫发呆 突然想起了一位故人 胡宗宪 如果一个人怀念过去 那就说明他现在过得不好 他喃喃自语 如果胡宗宪还在 倭寇哪还敢来 如果他在 我不光每年可以省下几百万军费 那些丝绸瓷器也早就卖出去了 何至于像今天这样 盖个房子还要到处抠钱 这一刻佳静突然感觉自己累了 他决定等万寿宫一见好 就把皇位传给豫王 自己住进万寿宫一心清修 但佳静是真的打算躺平了吗 信他你就天真了 佳静把黄锦带上城楼 说来我带你看场戏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陈宏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陈宏的厉害 话音刚落 几百个讨薪的官员便聚集在了楼下 公务员集体讨薪 这场面百年难遇 黄锦担心佳静受惊想让他回宫 佳静说 佳静这话还真不是装逼 他说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当年佳静的堂哥诸侯赵突然暴毙 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继承皇位的子嗣 大臣们商议之后选择了一个远在湖北的藩王来当皇上 这个天选之子就是佳静 当时他才14岁 按传统佳静要先过继给伯父才能合法继承皇位 矛盾就在这里出现了 文官们要求佳静认伯父为亲爹 把亲爹改叫皇叔 这变态的要求谁能接受 佳静死活不从 他一个人和百官前前后后斗争了三年 最终以百官失败屈服而告终 所以说佳静在权谋这方面那是有点天赋的 今天这场面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洒洒水 但徐杰哪见过这场面 除了道歉他想不出别的办法 说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百姓 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大家的工资补上 然而百官却不吃他这一套 哼 你以为我们是来讨薪的吗 格局小了兄弟 没有钱过年 我们喝口粥吃口白菜也能过得去 我们到这里来 就是要向皇上奏名实情 让皇上问问你们这些内阁大臣 这两年到底在干些什么 徐杰听后直接战略性的下跪不同情 藏在楼上的家境倒是淡定很多 他知道会有人帮他摆平这一切 这人就是陈宏 此刻陈宏站在家境的正下方 想请止教训这些矫情文官 然而皇上却不见了踪影 他一跺脚决定直接开干 一声声惨叫传到楼上 家境一脸冷漠 皇警看不下去 跪下要参尘红 说白官无非是对内阁不满 上个书而已 不至于下次读手啊 然而家境却说 你呀太老实了 他们这不是对徐杰不满 也不是对内阁不满 他们这全是乘着珍来的 无非是因为珍盖了几座房子想养老 因为从非严实翻载他们干这样 这用陈宏就拥在一个狠字 要是连陈宏现在都没有 大明朝立刻就会翻了天 末了还又顺带维护了一下人设 朕不得不这样做 你现在应该明白 朕为什么要立方到南京去 这样的事 女方不会干 朕也不想让他干 黄锦不敢言语 好复杂呀 聪明人的世界我不懂 第二天是家境乔迁万寿宫的日子 然而群臣递上来的贺表却寥寥无几 原因谁都能猜到 他们是在为昨晚的事抗议 是在表达对家境的不满 家境更气了 妈的还蹬鼻子上脸了 他念了一首诗 安德广沙千万千 大逼天下寒史巨幻眼 乌乌 何时眼前凸显子物 乌鲁毒破受冻死义族 住他 大吉大喜的日子 闭嘴 这首诗是高中必备课文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而 这首诗被家境一念却变了味道 他志在阴阳那些读书人 闹吧闹吧 你们开心就好 就让我冻死在外面算了 都府如果知道自己的诗被这么用 估计都得气哭 接着家境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圣旨 让黄锦出去宣读 圣旨大致内容如下 朕执政45年 一直都勤俭节约 现在年龄大了 只想盖间房子养老 然而你们连这都有意见 不上贺表就算了 还把拖欠公司 留民饿死这种锅 都甩在我身上 我就这么无耻吗 我早就把大明的死民交给了内阁 然而前面言松贪莫误国 如今徐阶有没有作为 你们把国家搞成这样 让我怎么有心情搬新家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错就错在是你们的君父 今天我把话撂这儿 你们要是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万寿公老子就不住了 家境这招是苦肉计 不仅把锅都甩给了徐阶 还塑造了一个受害者形象 黄锦和大臣们听完都嚎啕痛哭 但是他们哭的原因完全不同 黄锦哭是因为心疼家境 他完全相信自己的皇上是舍小家为大家 而大臣们哭则是因为心疼自己 妈的为了给你凑钱盖房子 我们想尽了办法 结果就因为收到了贺表少 你说不住就不住了 玩呢 为了让群臣尽快上交贺表 豫王拖着病体带着内阁男团 连夜去慰问艾达的官员 但他只慰问了一句 就开始给官员们洗脑 圣人云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退而论迟 天下更无不适的君父 普天之下能庇护我们的只有一个君父 给他盖个房子不过分 你们实在不应该在这时候出来闹事 国库亏空首先是我的错 其次是内阁的错 但绝对不是君父的错 今晚我把内阁成员都带过来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豫王的态度很诚恳 但诚恳就能让百官听话吗 他们显然没这个私信 所以又上了一道双保险 发指令说 凡是不交贺表的一律开除 但这些办法都是暂时的 长久之际还是要想办法搞钱 徐杰想出了一个对策 那就是和棉商合作 多种棉花增加棉布产量去变现 等等 听起来有些熟悉 这不就是改道为棉吗 合着费了这么大劲 把严嵩干倒 走的还是严嵩的老路 他为什么会选择棉花呢 因为徐杰家做的就是棉叶生意 要说他没有私信 连豫王都不信 所以豫王刻意提醒他 徐师傅 这样的事情 最好不要让你的家人来做 徐杰说 放心吧 我这次选的合作商 是大家都认识的熟人 高汉文 豫王一脸惊讶 张局正解释 高汉文被开除后 就去了江南 靠着媳妇积累的资源和人脉 做起了棉叶生意 结果 越做越大 现在已经是负商一枚了 豫王嘖嘖称奇 这高汉文的命还真好 与此同时 云娘正在屋里和王妃诉苦 说高汉文 因为娶了自己被逐出家门 心里一直不好受 想通过这次机会证明自己 让高家再任他这个子孙 王妃说 你放心 这次来就是让他干大事的 我们一定会帮他 云娘摇头 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求你别让他干这个 朝廷和官府的水 比海还深 民妇的丈夫 没有这个本事 就让民妇陪着她回去吧 她再也经不起错跌了 王妃很诧异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云娘索性跟她掏了金窝 云娘说的很真诚 也很有道理 可王妃是谁 她可是忽悠过家境的女人 哪那么容易被说服 她反驳云娘 你说的不对 改道为丧是严党的项目 严党坏事做尽 所以不得善终 但这次不一样 你们是要和我老公合作 我老公是谁你清楚 压根就不存在翻车这一说 接着她又反向给云娘洗脑 说只要你们干好这个项目 我就请指给你封个告密 让你们封封光光为高奖 看谁还敢不认你 果然还是女人最懂女人 身份一直都是云娘最致命的短板 王妃的这张大饼对她非常有吸引力 为了让云娘放心 王妃又加了一个筹码 她说我有个亲弟弟 平时闲着没事干 我想让你们带她一起做项目 让她历练历练 云娘一听更开心了 又国舅入伙 那简直是吻上加吻 这还有啥不愿意的 这下不会担心你丈夫 什么海洋浪洋了吧 娘娘 一转眼又到了家境搬家的日子 这一次的贺表显然比上一次多多了 但还是缺一个人 海瑞 赵真吉作为海瑞的上司催了又催 直到最后一刻 海瑞的贺表才被递上来 结果就是这一地 让赵真吉的职业生涯彻底断送 这是家境最狼狈的时刻 一辈子好面子 他竟然被海瑞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封骂人的贺表 就是著名的《天下第一书》 全文2778个字 核心骂点就是说他迷信道教 消极代工 把子民当成韭菜搁了又搁 后面还举了种种例子 教他如何当好一个皇帝 剧中只挑了几句重要的话来体现 为了上这封奏书 海瑞准备了很久 为了和好友撇清关系 他刻意让王永吉去外地出差查案 为了保全家人 他提前把母亲和怀孕的妻子送离了京城 然后为自己买下了一口棺材 为了能让这封奏书夺过领导的审查 他刻意将时间拖到了最后一刻 还故意将奏书封了起来 赵真吉拿到贺表后 一秒也不敢耽误 踩着点把贺表盛了上去 根本就没有检查的时间 于是在海瑞的精心策划下 家境终于收到了这份 让他刻骨铭心的礼物 黄瑾急忙冲上去抱住陈红大腿 一贯看不起陈红的他 竟然给陈红跪下来 他不是为了海瑞 黄瑾的心思很单纯 他纯粹是不想耽误皇上搬新家 他劝家境 海瑞跑不了的 今天是吉日啊 不能再耽误了 咱先搬了家再收拾他 结果这句话却被陈红抓住了把柄 陈红这话算是说到了家境的心坎里 他是个极度自恋的人 根本不相信会有人拿命来骂他 一定是有人指示海瑞来逼他退位 一瞬间 家境心中已经列出了几个嫌疑人 黄瑾连忙解释 没有人指示海瑞 日有日报 月有月报 金官的情势 在奴婢那里都有城报 那天的城报上 就写着好几十个金官的情状 其中也写到了 海瑞潜塞家人 卖了棺材的事 奴婢笨 只以为海瑞担心自己染上了重病 故而为自己准备了棺材 我没有想到 他是为了今天这个事在做准备 这是奴隶的失职 主子您寡了奴婢 奴婢都毫无怨言 指望着主子 不要因为让海瑞这样蠢职的人 误了敲牵 普天下的臣民 都望着这一刻主子 但家境根本不买账 真明白了 天下的臣民等了很多年了 就等着有这么一个人出来骂朕 接着逼朕退位 从他的话中我们都知道 家境怀疑的这个人就是豫王 吕方徐杰黄锦赵真吉和海瑞 都是豫王的帮凶 他们上下一心内外勾结 目的就是想逼家境尽快退位 外面的大臣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谁都听得出来 那个海瑞又捅娄子了 这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了一个人 竟然是不沾锅赵真吉 连徐杰都惊呆了 赵真吉给徐杰鞠了一躬 头也不回的冲了进去 仿佛一个英勇就义的战士 家境见到赵真吉很开心 以为是被他吓到要招供了 结果赵真吉却说 臣斗胆祈求陛下 将海瑞写的那个贺表 先让臣看看 贺表 你现在还说海瑞写的是贺表 你只想说这个海瑞写的这个东西 你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是吧 臣回奏陛下 臣确实不知道 好了 大家现在明白 不沾锅还是那个不沾锅 他出来不是为了背锅 而是为了甩锅 他明白 自己作为海瑞的直系领导 这次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了 与其坐以待毙等皇上猜忌 不如绝地反击赌一把 家境一下就猜到了赵真吉的战术 先是把自己洗刷干净了 再来跟战斗法 赵真吉 你岂不闻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你想撇清关系 老子偏不让 你是户部上述 是吧 海瑞是哪个部的主事 回奏陛下 海瑞是陈主管的户部主事 海瑞的这个东西是谁拿来的 是陈亲自到他家里拿来的 是谁让你去拿的 赵真吉顿住了 他明白家境 日是在给他下套 诱导他供出徐阶 不敢说出你背后的人了 回奏陛下 是徐哥老 叫陈去催拿贺表的 就是在大殿之外 当着众人 叫陈去拿贺表的 赵真吉刻意补充 徐阶是当着众人的面 让他拿着贺表 是想强调 我去拿贺表 不是什么暗中指使 是公开透明的常规流程 陈红捕刀说 你是英雄是好汉 就敢做干人 你属下一个小小的护部主 是都知道把棺材背后 你这个当仓官的 反而连他也不容 赵真吉听完默不作声 家境问 怎么被问出了 赵真吉说 臣不是被臣公公问住 而是臣不屑回答 臣公公这样大逆不道之言 海瑞是臣的属下 他欺君等同一臣欺君 此臣罪一 海瑞写的这个东西 是臣亲自拿来承奏给圣上的 承奏者与书写者同罪 此臣罪二 海瑞承奏上来的 是何等狂被犯上之言 臣知与不知 由此二罪以难逃其咎 赵真吉这一招是以退为进 表面是认罪 实际上是在告诉家境 如果这事真是我指使的 我不会傻到让自己下属出头 更不会傻到自己把它呈上来 接着他又说 陈公公问臣是不是英雄好汉 臣这就回陈公公的话 海瑞狂被犯上 陈公公何以称他为英雄好汉 海瑞既不是英雄好汉 陈公公何以把臣也叫做英雄好汉 陈公公这话本就是大逆不道之言 陈恳请皇上 命陈公公收回此言 陈方可又下言陈奏 请看黄瑞的表情 他此刻一定在感叹 赵真吉好牛逼啊 竟然抓住陈红的语言漏洞 给他扣帽子 瞬间就压住了陈红的气焰 显然 家境也为赵真吉的冷静和积齿惊 惊艳到了 佩服了 这会儿心里一定是在想 这才是英雄好汉是吧 但他坚持不松口 依然咬定赵真吉是徐吉的同党 这个海瑞是英雄好汉 这个赵真吉也是英雄好汉 真人一生就喜欢英雄好汉 包括你的什么恩师 什么靠审 什么同党 徐吉简直是要被吓晕过去了 而赵真吉接下来的回击话术 简直就是洗白教科书 臣不是英雄好汉 臣也没有同党 臣是家境二十一年的进士 是天子的门生 要说恩师 陛下就是臣的恩师 家境二十四年 臣从汉林院出任检典 后生试读 生徐府 省户部尚书 一直到两个月前 他说要说靠山陛下就是臣的靠山 要说同党 臣也只能是陛下的臣党 君不密 则是臣陛下 是才所言 非君论臣之道 臣恳请陛下生徽 意思是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别把我往外推 不许说我不爱你 看似是反驳 实在是强势告白 把自己和家境绑在一起 强调我和你才是一条心哪 家境第一次听到这么硬核的表白 一下子给整不会了 他转身问陈宏 这个赵真吉一定要你收回那句话 而且要朕也收回那句话 你收不收回 回主子奴婢绝不收回 这个赵真吉分明是巧言令肆大见四中 恳请主子切勿被他欺瞒了 更不要被他背后的人欺瞒了 那个海瑞要立刻抓起来 这个赵真吉也得立刻抓起来 以往跟海瑞有关联的人都要抓起来 要彻查 彻查到底 都查谁 谁来查 奴婢来查牵扯到谁便查谁 赵真吉 陈宏的这句话该不是大逆不道吧 赵真吉故意积家境 您要真愿意听一个太监的 我也没话说 朕谁的话也不听啊 朕就认你是个英雄好汉 这句话朕也绝不会收回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对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让好汉去查好汉 让赵真吉去查海瑞 能想出这个办法 家境自己都佩服自己 赵真吉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皇上的人 那这次就看看他会不会偏袒海瑞 同时这也是对赵真吉能力的一次检测 如果他的表现能让家境满意 赵真吉或许就是下一个言松 接着 家境公布陪审名单了 前面几个还属正常 后面两个就逐渐离谱了 哪有让道士去查的道理 可见此时的家境已经神志不清了 陈宏问 问题一出 家境的CPU瞬间就烧了 陈宏还在逼家境下旨 黄瑞看不下去了 如果家境今天原地去世 那海瑞的罪过可就大了 但幸好家境缓过来了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 先对黄瑞下了手 陈宏先把朕身后这个吃里爬外的奴婢抓了 是 虽然黄瑞是他的小棉袄 但家境一旦起了疑心 哪怕是羽绒服他也舍得扔 接着他让徐姐几个回内阁后查 赵真吉也想跟着溜 却被家境叫住了 站住 你也想走 陈后指 朕没有指给你 听陈宏的吧 该查谁该抓谁该审谁 怎样审 你心里明白 奴婢明白 英雄好汉跟我走吧 海瑞被抓捕的时候 整一脸坦然的坐在自己准备的棺材前 棺材里是他的棺服 也是他已经死去的信仰 他带着镣铐走在路上 脑中回想的是天子脚下被冻死的灾民 是川安县备受盘剥的穷古百姓 是雪地里清官们被殴打的惨叫 当他再次和赵真吉相遇的时候 赵真吉恨不得撕了他 他是造了什么孽 老天要派这么一个冤家来一次次折磨自己 他越想越气决定要先把海瑞提到刑防大刑伺候 然而背后的公公却说 上面交代了不让动刑 就在这里审 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要记录 说完他把赵真吉也关了进去 赵真吉一共问了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那道奏书 你在奏书里都写了些什么 是谁指使你写了这道奏书的 与其说赵真吉在提问 倒不如说他是在刻意表演 他知道皇上一定会看审讯记录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借审问来撇清关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 我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总之跟我没关系 海瑞微微一笑 赵真吉是个什么人他太清楚了 既然你想撇清关系 那我就成全你 他说上书是作为臣子的职责 没有为什么 我写的奏书是写给皇上的 如果你想知道写了什么 可以问皇上 如果皇上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如果皇上不想让你知道 那我也不会说 最后我在奏书里也强调了 尚书是我个人的想法 没人指使我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想审我你不配 赵真吉虽然达到了目的 但总觉得心里堵堵的 与此同时 陈虹也开始在私礼间大杀四方 接着审案的名义对皇锦用刑 给他交醒 让他指认同党 推 压下去 黄锦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陈虹这哪是审案 他分明就是借其打压旅方的势力 树立自己的权威 其打压 其打压上次死里逃生后 就被朱锦看中成了锦衣卫 他一直视海瑞为恩公 想为他开脱 朱锦急忙拦住了他 不要解释了 解释再多都是火上浇油 来人把他们压下去 是 此刻陈虹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但大家都知道 顶峰一过 接下来就全是下坡路 陈虹奉家境之命 把海瑞的揍书拿给玉王看 家境让他记录玉王的反应 如实反馈 玉王清楚 家境是怀到自己身上来了 听清了 如是回耻 此人竟敢如此狂辈 辱骂父皇 作为儿子 我必杀此人 奴婢一定如是回耻 我的话还没有完 可作为列祖列宗的子孙 我若能继承大同 必重用此人 玉王的反应 把陈虹吓到了 他劝玉王 把最后一句话收回去 但玉王清楚自己亲历的尿性 一旦疑心一起 他说什么都苍白无礼 与其被怀疑 不如就破罐子破摔 我知道 父皇疑心是我在指使这个人 上的这道书 疑心我要逼父皇退位 我这就写本账 恳请父皇开取我的王决 把位庶民也好 自我资金也好 我一定立刻奉执 陈虹想不到一向柔弱的玉王 今天竟然这么刚 王爷想亡了列祖列宗的江山吗 玉王冷冷一笑 大明的江山 早就亡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了 陈虹心里一惊 原来玉王竟对他如此厌恶 玉王是未来的皇上 如果他厌恶自己 那自己如今所积攒的一切 终有一天会全部清零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 矫正玉王对自己的态度 他拿起一把刀跪下说 如果您真这么想 不如就杀了我好了 玉王说 六部九卿的官员都被你关起来了 你现在这么牛逼 谁敢杀你 陈虹泪眼盈盈的说 天子一怒 流血千里 奴婢伺候皇上三十年了 也算是知道皇上的人 皇上一旦起了疑心 岂止是大臣们当中 所有人都要受到嫌疑 就连王爷您也会受到牵连 奴婢能做的 第一便是替皇上消气 一切都得等皇上消了气 才不至于不可收拾 王爷说奴婢 将满朝大臣禁闭在西院 奴婢算个什么东西 也没这个本事 敢跟我大明朝满朝大臣为敌 我只能让他们在职房坐着 同时奴婢已经将海瑞进京后 所有的形状从司里建调出来 呈上去给皇上预览 奴婢早就问过了 除了跟那个督察院御师王用吉 还有跟振福斯的七大柱有些往来 跟朝中其他任何大臣都没有往来 皇上看了那些承报 自然会适去对群臣的疑心 明天一早 也就会让徐哥佬他们回布衙里市 王爷 奴婢除了这样做还能怎么做 这一哭 陈红算是把自己彻底洗白了 连豫王都泛起了同情 第二天 赵真吉把海瑞的供词呈上去 嘉靖今天突然变了脸色 大肚子说 人在那儿 真不看 结果赵真吉刚一走 嘉靖就赶紧把供词捡了起来 接着陈红说 豫王也写了请罪书 王妃和世子亲自送了过来 不难猜出 这是陈红帮豫王出的主意 故意让孙子出面哄爷爷 只要老爷子心情一好 对于豫王的疑心也就打消了 王妃跪在地上 举着豫王的请罪书 但嘉靖没有看 而是让陈红把徐家他们都叫过来 大臣们跪在殿外 每个人手里 都捧着一本自证清白的辩状 嘉靖问孙子 家靖烧了变状就是在告诉他们 无论你们和海瑞有没有关系 我都不追究了 他突如其来的大度 让大臣们都松了口气 但嘉靖的大度 真的是因为孙子的一句话吗 经验告诉我们 嘉靖可不是这么感性的人 他态度转变的原因 其实陈红已经说了 海瑞一到北京 就被锦衣卫监视着 一举一动都有记录 记录里明明白白写着 海瑞和豫王一派并无来往 嘉靖在查看记录后意识到 自己可能判断失误了 这个海瑞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想骂自己 招人急审个海瑞的供词 再一次证实了 海瑞确实无人指使 为了不让别人察觉到他的失误 嘉靖决定来一次危机公关 假装大度 把自己的失误掩盖过去 再借机立一个开明君主的人设 你海瑞不是想骂我吗 那我接受你的批评 这是一份 差点把嘉靖送走的奏书 大臣们看完后无不为之震惊 高拱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他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想点赞的小手 豫王和张居正看完后更是两眼放光 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保住这个海瑞 宫审开始海瑞带着沉重的镣铐缓缓走到大门前 门槛足足有半米高 这重铁链加高门槛的配置就是专门来羞辱他的 想让他像狗一样爬过去 所有人都等着看海瑞的笑话 然而海瑞竟然屁股往门槛上移坐 不动了 小太监不敢扶他 赶紧跑进去向徐杰告状 徐杰派高拱和赵真琪出去看一下 赵真琪上去就皮头盖脸一顿骂 海瑞到了这里 你还这般明乱不灵吗 让他去受审 海瑞问你们是已经给我定罪了吗 海瑞这话问的莫名其妙 赵真琪一下就意识到海瑞话里有坑 他不敢正面回答 今天就是来给你定罪 赵大人并没有回悲职的话 到底是定了罪还是没有定罪 高拱没耐心了 问海瑞你到底想说什么 果然海瑞再次启动了大明律技能 据大明律法 现任官员定罪之前审讯期间 一律去掉刑据接受审讯 海瑞他说的是对的 高拱帮海瑞一方面是出于喜欢 但更重要的是他跟赵真琪本来就有过节 敌人的敌人那自然就是朋友 赵真琪一看高拱今天铁了心要当脚屎棍 便一路小跑回去让徐杰出来主持公道 海瑞的罪非以往任何罪官可比 在大明律中也没有任何条文笔照 高大人今天的案子就应该按司理间的意思办 让他带着要靠受审 这可不是你昨日作对时说的话 旨意是让我们来论海瑞的罪 现在他的罪还没有论 赵大人就先一把罪给定死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论了 我何时把他的罪定了 你刚才还说他的罪非以往任何罪官可比 怎么现在不承认了 我这样说也不是定罪 既未定罪 那就得解开廖铐 高拱一看徐杰在犹豫便施压说 既然你们不解廖铐 那我们就退场叫陈公公来什么 做刑 就这样海瑞成功取下了廖铐 进去后赵真吉问刑部的申大人 海瑞是应该坐着受审还是站着受审 刑部说海瑞是三片以下的官员 应该站着审 赵真吉顺势甩锅说 好的那你开审吧 沈大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起身告状说 报告老师昨天皇上点名让赵真吉审 不是我 徐杰又把锅递回给赵真吉说 审吧不要再甩了 我遵旨 赵真吉上来就先孤立海瑞 你以赫表为名暗藏祸心 写的这道狂犬废致 立骂君父的大逆之言上至欲望 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大臣看了 无不义愤天鹰万难里遇 我现在要问你这样做到底是背后有人指使 还是你自己丧心病狂以妖执名 海瑞没有被赵真吉吓住 反问道 赵大人和诸位大人都是读圣贤书 辅佐皇上治理天下的人 看了卑职的这道书 会认为卑职的话是丧心病狂 为妖执名吗 赵真吉打断海瑞疯狂输出 你说你没有受旁人指使 又不是为了妖名 难道我大明朝君道臣直 能够交给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户部主席来管吗 赵大人的话卑职听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又要证君道 又要明臣直 君道有何不证 臣直有何不明 居然字字句句 只斥立骂圣上 从古至今 有你这样的狂背之徒吗 海瑞看出来了 赵真吉根本就不是想审案 他只是想公开批斗海瑞 海瑞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赵真吉不在乎 他只想通过攻击海瑞告诉所有人 我跟海瑞没有关系 所以海瑞必须让赵真吉闭嘴 此时高孔突然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他问海瑞 海瑞 且不说你昨夜地上的那道书是何等之犯上 只你今日的言行也着实难以理喻 都什么时候了 你居然还提出 让奉旨审案的赵大人回避 是何缘由啊 高宫这话明面上是在批评海瑞 实际上他是在给海瑞递刀 让海瑞公开赵真吉的黑料 家境四十年 卑职在浙江任淳安支县 赵大人任浙江巡抚 那一年卑职所管的淳安县遭了大灾 全县被淹 五月江南制造局奉旨发放了赈灾粮 九月 赵大人为了一己之政绩要在当年完成五十万匹丝绸 竟不顾百姓的生计 向百姓催还奉旨的赈粮 还要以半价逼买百姓生死 卑职抗了赵大人的命 赵大人上书参赫卑职 那时候他曾经说过卑职是为邀之名收买人心 今天在大唐 卑职又听到了赵大人同样的言辞 这便是成见过节 也是卑职给皇上的奏书里所提到的 臣直不明 赵大人 你就是我奏书里要参的大臣之一 赵真吉坐不住了 他妈的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 都行 让他把话说完 何必和他计较 且听他把话说完 赵真吉被按住后 海瑞终于可以自由输出了 他对赵真吉发起了致命一击 他说 你昨晚在牢里表演 今天又在这里蹦的 为的是什么 不仅是因为你是我领导 你怕别人说是你指使的 我今天就把话说明了 你赵真吉这种人 是不可能指使我写出这种奏书的 赵大人 你的干系已经洗刷了 皇上不会再怀疑你是我的背后主使 但是 你也无权审我必须回避 徐哥老 卑职再重申一句 倘若赵大人再不回避 卑职将一字不答 高宫吃瓜吃的心满意足 他强忍笑意问徐杰 这下可怎么办 您老拿个主意吧 这得请旨 佳金看完审讯记录后 被弃得半死 在他面前 伶牙利齿的赵真吉 竟然被海瑞按在地上摩擦 他意识到杠精还得杠精吃 既然你喜欢辩论 那老子就组个辩论队出来跟你斗一斗 与此同时 王永吉刚办完泰州贪污案 正要和谭伦汇报 谭伦一脸着急 说北京出大事了 王永吉一下就猜到与海瑞有关 急得连夜赶路奔赴北京 他不能让好兄弟独自战斗 在二审开庭之前 佳金先派石公公过去打心理战 以搅乱海瑞的心智 石公公用了三招 第一招是恐吓 他告诉海瑞 皇上组了个百人精英团 把你的奏书研究了三天三夜 今天要一一反驳你 你怕不怕 海瑞白眼一翻面不改色 石公公一看没用便使出了第二招 威胁 他说 吕公公因为你被流放到南京 皇公公那么好的一个人 因为你现在被折磨的不成人样 如其和其他处也因为你被抓了 还有你的那个好朋友王永吉 现在也被叫过来了 你要是还不认错 这些人一个个都得死 这次海瑞心里抽了一下 问 我该怎么救他们 石公公这才使出第三招 李佑 他说皇上连认错话术都给你想好了 你就说自己书没读好 认知有限 导致写出了那些风话 王上不会罚你 还会破例让你免试上大学 到时候再给你保个言 让你好处来当官 盯我的吧 私了吧 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君臣佳话呀 艾瑞呵呵了 他说 你回去告诉皇上 让他把心思花在治理国家上 我用不着他操心 石公公退下后 又一位重量级选手登场了 他就是嘉靖本人 都你一人是忠臣良臣贤臣 我只是直臣 无辅无君的直臣 这是大明王朝两大男主的第一次交锋 嘉靖藏身在黑色斗篷里 而海瑞则一脸坦然的坐在阳光下 嘉靖说 别问我是谁 我有个朋友问你 你既在奏书中夸汉文帝是贤君 为何又苛责他沉迷于皇老之学 耽误正事 你是不是在影射当今皇上 海瑞说 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 不爱影射 汉文帝不爱上班是事实 但是他亲民爱民 勤俭节约 不折腾老百姓 与民休养生息 所以我仍认为他是贤君 我们皇上天天说要效仿汉文帝 无为而知 然而他只学了人家不上班 却不学人家亲民爱民 为了修仙 他掏空国库见道观 方人下属剥削百姓 上奢下滩 耗尽民财 嘉靖没想到 这人一开场就这么萌 他毫无防备的心 瞬间就被扎了一刀 海瑞继续说 咱皇上身上毛病这么多 没人提醒他就算了 还都来递死我 你回去问问你朋友 他们不让我骂 是不是想留着皇上给后人骂 加靖开始反击了 都你一人是忠臣 良臣 贤臣 我只是职臣 无父无君的职臣 无父无君这四个字 确实戳到了海瑞的痛处 他突然失了眼眶 开始抒情 我四岁就没了爹 是母亲一手将我带大 长大后我当了官 母亲常常教导我说 既然皇上给你发了工资 那你就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爹 所以不只是我把皇上当爹 全天下的百姓都拿皇上当爹 但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拿他当爹 他拿我们当韭菜 他把自己关在深宫一意修仙 对子民的事不闻不问 放任手下的人 对百姓搁了又搁 最后一句话 是海瑞在告诉他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谁 嘉靖气急攻心 想传个大招回击他 结果大招没憋出来 只憋出了一腔鼻血 海瑞慌了 卧槽 皇上不会就要被我送走了吧 海瑞有些自责 跪下给嘉靖磕了个头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这么不惊怼 嘉靖毫无反击之力 只能站在轮里的制高点 强行给他扣帽子 仅此一意 嘉靖终于领会了海瑞的厉害 如果连他都干不够海瑞 那国子舰的几百个废物 更不是他的对手 不能再审了 越审越丢人 他让石公公直接过去宣旨 海瑞何许人 无父无君 弃国弃家之徒而已 毋庸和他理论 卓徐杰陈宏率内阁司礼舰 会同百官论罪便是亲此 大家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要提前下班了 然而陈宏却来信了 即使海瑞不来 他也要把流程走完 徐杰无奈说 那每个人就把写好的奏书念一遍吧 但全场无一人起身 陈宏强行点名 让李清源第一个上 李清源说 我的奏书里都是博海瑞的话 他人都不在 我博谁 陈宏说 那好吧 我问你答 海瑞有罪无罪 有罪 什么罪 不该在奏书里 以不敬之言 立骂君父 没了 下官已经回答了 我问你 他立骂君父那些话 对不对 立骂君父便是不对 李清源的意思 是海瑞骂的对 错在不该骂 绕圈子是不是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更无不是的君父 陈宏刚想发飙 李清源立马补中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豫王说的 您要觉得不对 那我立马收回 李清源一搬出豫王 陈宏就把已经到嘴边的脏话 又硬生生验了回去 他示意让石公公帮他怼 然而石公公一心只想下班 说既然大家都写了奏书 那就收上来统一编辑成册吧 然后发给司法部门去定罪 徐杰说 对啊对啊 要是一个个念 三天三夜也念不完 此话一出群臣纷纷复义 原来这屋里 只有陈宏是在认真搞事 其他人都是过来敷衍作业的 陈宏也不想跟他们掰扯了 直接揪出了核心人物王用吉 他问王用吉有没有写奏书 王用吉说写了 我的奏书里是这次出差查案的具体情况 陈宏无语了 今天上的是语文课 你把数学作业交上来干啥 他直接问海瑞写奏书 事前是怎么和你商量的 王用吉说没商量过 陈宏对他发起了人身攻击 海瑞被调到惊师 就你与他贫乡往来 多次彻夜长谈 等到海瑞要上书了 你却向督察院讨了个去南边查案的差事 现在海瑞抓起之后你再回来 你当然可以推得干干净净 王用吉你也忒小人了吧 陈宏这话简直是刻薄至极 连王用吉这种好脾气的人都忍不住怼他 我做大明的官 无需公公看得起看不起 大明朝这么多官员 也不是陈公公说谁是小人谁就是小人 那你就回咱家刚才那些问话 你怎么不是小人 海瑞上那道奏书 并不是以我商量为商量 而是他做人做事 向来无打无私 不愿意跟任何人商量 正因为我与他有博雅子气之交 他才在上书之前 就极力劝说我 向督察院讨了那份差事 去南方查案 今天想来 他也是不愿牵连我而已 海瑞不愿有古君子之风啊 海瑞身犯要案 所有人都极力想撇清关系 然而王用吉却毫不避讳为兄弟发声 这才是真君子 堂上的官员们虽然没有掌声 但他们看王用吉的目光 都带着敬佩和赞赏 陈宏想给王用吉安个罪名 但徐杰却不配合 甚至还为了保护王用吉打马虎眼说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君臣 不要提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于是陈宏便抓住了刚进门的赵真吉 赵真吉去哪里了呢 其实在陈宏刁难李清元的时候 赵真吉就已经坐立难安 很显然他这是尿急 后来他实在憋不住 跟老师打报告说要上厕所 这会儿才刚回来 所以赵真吉对于堂上的局面一无所知 但陈宏却故意问他 赵大人 这个王用吉好像就是你当年 在浙江当巡抚的时候推举过的人 你说说他的那些话该怎么论 赵真吉不好说自己上厕所了 于是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徐哥老刚才说的话就是正论 怎么是正论 出而为是实军之路 把君臣大义抛在一边却大谈朋友之道 赵大人 王用吉和海瑞这个棚子在这里该怎么去 陈宏添油加醋说王用吉把君臣大义抛一边 就是在故意误导赵真吉 赵真吉虽然存在信息缺失 但他曾是王用吉的直系领导 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了解王用吉 然而惯性告诉他要永远与皇上站在一边 既然王用吉是海瑞的朋友 那就绝对不能袒护 在朝官员不论君父 只论朋友便是彭党 赵真吉一开口全场哗然 王用吉为了朋友死也要说真话 而赵真吉为了跪天皇上 却闭着眼睛说假话 这一笔高下利剑 陈宏高兴坏了 既然你们内阁说王用吉一算彭党 那黄金朱七其他柱就都是彭党 要一起定罪查犯哦 陈宏的话没毛病 赵真吉确实是内阁的人 花也确实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徐杰无法反驳 索性百烂 回同三法司 按私里见的意思办吧 高拱瞪了赵真吉一眼 一个眼神包含了一千去鄙真吉 赵真吉获得了政治正确 却成了官场公认的小人 他的仕途到这里就算彻底结束了 在大明王朝中有这么一个人 脾气比海瑞还大 嘴比海瑞还毒 然而却没人敢对他有意见 哪怕是御王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这个人就是名医李时珍 像李时珍这种人即使放到现在 也是人人争抢的顶级医疗资源 然而只有一个人不懂珍惜 那就是佳靖 佳靖为了修仙玩命折腾自己 冬天穿单衣 夏天裹棉袄 生病不吃药 顿顿重金属 身为太医的李时珍曾多次劝他 但佳靖一直把他当傻逼 气得李时珍原地辞职 为了维护佳靖的面子 吕方偷偷找李时珍要了一个方子 一直给佳靖兼要续命 吕方走后 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就是黄锦 如今黄锦被抓无药可吃的佳靖身体一天比一天滑 太医们只能给他开一些常规的补药 治不了病但也吃不死人 佳靖很无助 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呼唤着黄锦的名字 恰好陈红过来汇报海瑞的情况 佳靖挣扎着爬起来写了两个词 让陈红赶紧送到豫王府 陈红一到豫王府就开始伺候豫王 豫王也毫不客气 看来他已经把陈红当自己人了 徐高昌三人目睹豫王和陈红这么亲密 感觉有些惊悚 豫王解释 小陈已经是我的人了 以前的事就别计较了 他有他的难处 大家先猜谜语吧 徐高昌虽然表面没有排斥 但心里还是有点犯恶心 尤其是高拱 陈红取了两张纸说 皇上交代了 谜底是两个人 徐杰对佳靖这套玩法很熟 他问陈红 出题之前皇上在做什么 或者说了什么 陈红说 出题前 皇上以前是骂走了几个太医 然后又问我海瑞定了什么罪 背景信息一补齐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张神彤率先抢答 皇上这四个字 说的是李时珍和海瑞 豪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因这两句话里 既含着李时珍的十字 李时珍是湖北齐春人 又含着齐春的春字 皇上龙体为和 想召李时珍来请脉 可又不愿明指召他 都是下面两句 随风前入夜 润物戏无声 就是暗含了这层意思 这是叫王爷 急召李时珍进京 也得好 陈红对张局正很是佩服 说要立刻安排锦衣卫 把李时珍接过来 说完便转身离去 接着张局正又继续分析明月这个词 那明月说的便是海瑞 海上升明月是祥瑞之象 其间便含着一个瑞字 但张局正有些犹豫 明月在中国文化中是美好的象征 皇上为什么会拿明月 去指代一个大逆不道的罪臣 高公很激动 大明之月 皇上这应该是有赞许 海瑞的意思啊 是不是暗示我们在论罪的时候 网开一面呢 但徐杰却有另一番解释 他说我觉得明月有两层意思 分别是大明无日和秋后处决 明指的是大明 明字由日和月组成 两个字只留下了月去掉日 连起来就是大明无日 而日代表了皇上 所以皇上是在责怪我们都护着海瑞 心中没有他这个君父 同时明月又象征中秋 皇上是希望我们杀掉海瑞 秋后处决 这时陈虹又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他一直站在门外偷听 他说如果大家伙信得过我 就听我一句 我觉得徐格老分析的对 一定要判海瑞秋后处决 陈虹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徐杰赶紧表态说陈公公所言极是 就按照这两层意思回宫复旨吧 徐王也是个没主意的 既然徐杰和陈虹都这么说了 他也就点头同意了 然而陈虹刚一离开 张居正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刚才还犹犹豫豫的他 此刻斩钉截铁的说 我觉得皇上不想杀海瑞 徐王懵逼了 怎么又不杀了 张居正说 李时珍和海瑞来往密切 海瑞上书之前 还把家人托付给了李时珍 让他带出惊 皇上不但不追究李时珍 还想请他看病 说明皇上对海瑞没那么反感 但徐格老说的也对 大明无日 皇上是怕我们都向着海瑞不顾他 希望我们表明态度 所以综合来看 皇上是想让我们给海瑞判个死罪 然后他出来当好人赦免海瑞 这样既保住了皇上的面子 海瑞也可以不用死 聪明莫过太悦呀 高拱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罪名 我们干脆在这里把海瑞的罪名给他定死了 以儿子辱骂父亲的罪名判他绞刑 杀不杀儿子 皆是父亲一句话而已 这个罪名好 就用这个罪名 陈鸿开心回宫复职 却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还没仔细看 就被家境叫过去了 陈鸿把海瑞的判决书递了上去 但家境没有接 而是像看傻子一样盯着陈鸿 陈鸿有点慌 主动汇报了判决结果 家境没有很开心 而是遗娘怪气的问 主子 要是觉得他们判的不对 奴婢发回去 叫他们重判 你是想让他们判的再重点 还是再轻点 主子怎么定 就叫他们怎么判 你何不干脆说 好人由你们来当 恶人要真来做 陈鸿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 但又不知道哪里错了 家境揭晓答案 什么您什么叫做好语之时间 什么叫做海上圣明月呀 这件事你昨天为什么不向朕 陈鸿一下子就懵了 原来他昨天跪舔欲望的事 皇上全知道 走了个吕方 来了个人又想学吕方 陈鸿鸿告诉你 你想学吕方啊 连影都没有 吕方和朕的儿子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从来都不瞒着朕 你却瞒着朕 你以为吕方那样做 结果被朕赶走了 那是啥 那不是啥 那是小杖兽大杖走 小杖兽大杖走 是儒家文化里对于孝子的要求 意思是如果父母打你打得轻 那你就受着 如果打得很 那你就要赶紧跑 不是为了自保 而是不要让父母落下家暴的骂名 吕方激流勇愧 换来了他和家境的体面分手 如果吕方继续纠 那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 你陈红懂个屁 你除了打脸和华贵还会什么 李方临走了心里都明白 别看有那么多人管他叫老祖宗 他永远都是奴才 你以为你是谁啊 会做媳妇两头门 你也想做我住家的媳妇啊 摸摸你的波勒壳的鸡蛋脸 够我格吗 拿住笔来 家境强人嫌弃 在判决书上打了个叉 陈红又懵了 打对勾是同意 打叉是啥意思 他从没见过这个批法 他们不是会猜吗 让他们猜去 你不是也会猜吗 猜猜 真会派谁去看大脑 看着那个海瑞和王永吉 主持心比天还大 我比哪敢猜 你猜 陈红大脑飞速运转 如果他再猜不出来 可能就要原地下岗了 皇上是让我去看大牢吗 不对 除了我还有谁呢 刚刚门口的那个胖子 有点像黄锦呢 如果皇上把黄锦放了 那意味着朱七和齐大柱也要放 并且朱七以前是管赵玉的 没错 就是朱七和齐大柱 主子的意思 是不是想让朱七去看管赵玉 让齐大柱去看管海瑞王永吉 夹经这次没有发飙 果然陈红猜对了 你不是说朱七其他柱都和海瑞有勾连吗 奴婢该死 当时也是急了 怕宫里宫外勾集了不忠主子 几个月下来奴婢都问明白了 除了王永吉 没人跟海瑞有往来 包括黄锦 不过蠢职了些 当面顶撞了主子 其实也并无吃力爬外的事情 奴婢一并恳请主子 把黄锦也放了 让他依旧来伺候主子 你今天能猜到这一点 就还有药可救 陈红离开后 黄锦端着药一瘸一拐走了进来 家境憋不住笑了 调侃他说 打你几下就瘸成这样 至于吧 如果换成别人一定会说 对不起是我自己摔的 我一定好好走路 然而黄锦一点都没跟家境客气 赌气说 回主子 怕主子瞅着烦 奴婢这还忍着呢 家境看着他哀怨的小表情 眼睛都笑眉了 临走时他又叫住黄锦 黄锦 主子 慢点走 是主子 黄锦和陈红都是忠心的好奴才 只可惜陈红忠的是黄帝 而黄锦终的是嘉境 想到这里 嘉境对黄锦又格外珍惜 明朝处决犯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斩立决 一种是秋后处决 等同于我们现在的死刑和死缓 海瑞被判的就是死缓 立秋这天 太监们会把犯人的名单再给皇上过目 凡是名字被画了勾的 就会在当日53刻处决 如果过了53刻还没画勾 那这个犯人就可以继续活到明年立秋 所以黄锦特意把海瑞的名单挑出来 放在最后一张 目的就是想拖时间 还故意在嘉境耳边说 黄锦这是在给嘉境心理暗示 希望嘉境可以对海瑞手下留情 在批到海瑞的时候 嘉境停了下来 他让黄锦再把海瑞的奏数念一遍 黄锦用0.3倍速硬生生念了快一个小时 明臣指求万事至安事 多时辰吧 拿过来 等自己看 嘉境让陈红把已经勾绝的名单送到内阁 再让他把徐杰叫过来 内阁的几个人都在等消息 心情比高考公布成绩还紧张 海瑞够了吗 我也不知道 都在上面 各位自己来看吧 他们快速翻阅了一下名单 发现海瑞还没有被勾绝 顿时松了口气 徐杰明白 下面就轮到自己上场了 徐杰递上了两份加急的奏书 嘉境明白 这是玉王给自己准备的台阶 徐杰说 第一份奏书是南直立巡抚谭伦送过来的 高汉文夫妇创办的松江棉叶作坊已经建成投产 第一批十万匹棉布已经全部上缴国家 嘉境撇了撇嘴就这 十万匹棉布至于六百里加急 徐杰说 北边蒙古的停战协议已经签了 只要把这十万匹棉布给他们送过去就可以停战 往后每年可以省出一百多万军费哦 意义重大 还是有必要尽快让您知道 你们真这么想 真也只好相信 该说与海瑞有关的那道奏书了 说吧 是 第二封奏书是广东巡抚送来的 海瑞的妻子在回海南途中生了 还是难产 因为海瑞是最沉 所以没人敢帮他媳妇接生 他媳妇在驿站挣扎了三天三夜 最后母子都没能保住 嘉庆的心突然抽了一下 天下去真有这种人 为了自己那个剑 连老婆孩子都不顾 他叹了口气 让黄锦上了三炷香 虽然关乎两条人命 但这也实在不至于让一个巡抚六百里加急 徐杰的解释是这样的 海瑞打不敬于君父 凡有关他的情况 地方官照例要急奏朝廷 嘉靖明白了 所有的人都不想让海瑞死 从广东到南京 从高汉文到徐杰 他们上下一心 凑齐了一喜一伤两道奏书 目的就是让自己赦免海瑞 虽然嘉靖自己也不想杀人 但看到他们为了一个海瑞能这么团结 嘉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难过 他会怎么做呢 现在什么时辰了 五十斩快到了 你处军人犯还有三克 你刚才说海瑞的妻子死在雷中 是上天的报应 既然上天都报应了 真也就听天命吧 这个差事叫黄锦去办 你走着去 平常怎么走 这次就怎么走 让腿觉得黄锦去宣旨 很明显是在故意放水 既然他要放了海瑞 那为什么不直接赦免呢 因为他不想被这群人牵着鼻子走 这是作为一个帝王最后的倔强 海瑞看着牢里的蜡烛 发现时间已经过了五十三刻 他突然就崩溃了 五十三刻 已经过了 他都已经把皇上骂成狗了 皇上怎么可能会赦免他 夹净这操作直接把海瑞整不会了 他开始自责 好像皇上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昏庸 他突然顿悟好像输的人是自己 傍晚的时候 黄锦终于走到了监狱 有旨意高决罪官海瑞一名 着黄锦传旨 不许骑马 不许乘坐车轿 若五十三刻旨意未能送达 是天命赦免海瑞 海瑞罪存在 谢天命吧 海瑞再次搬出大名旅 说我这个罪属于大不敬不能赦免 还是杀了我吧 黄锦一脸莫名其妙 得了吧别闹 说完便让齐大柱烧了勾绝海瑞的圣旨 同时也赦免了王用吉 释放海瑞是家境与自己的一次和解 他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过与失 他问徐杰 朕继位这么多年 这么多的措措 平时你们怎么就没一个人敢于造见 徐杰很想问 皇上您还记得第一集就被打死的周云翼吗 但是他没有 天下无不适的君父 怎能伪过于君上 这么多的委屈 这么多的难处 哎呀 你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镜子一个橙子 但凭这两个字做去 家境说别再哄老子了 说点实在的吧 徐杰又搬出了那套国民媳妇论 国朝以孝之天下 天下便是一家 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 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 陈等便是中间的媳妇 能忍则忍 两头紧力顾着 实在顾不了了便只好娶了子孙 也不能娶了公婆 家境很自责 北戈海瑞在书里也说过 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顾齐家者 他见得是 臣没有关好这个家 没有当好这个君父 现在明白了 臣已经老了 也冲病缠身了 再想振作起来 也管不好这个家了 臣一直在想 对了喂 对了喂 让渔王继位吧 家境这话让我想起来啥呢 就好比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要和分手 你要真顺着他 那就完蛋了 正确回答应该是 我不同意 离开你我会活不下去 徐杰就神安此道 家境听完两眼放光 快把李诗人给朕的药拿过来 老子要向天再借五百年 与此同时 高汉文压着十万匹棉布赶到北京 直办渔王府 汇报改道为棉的情况 什么六三一 六成归田主可棉商 三成归朝廷 才一成归百姓 这样做和严松严世帆他们 当年在浙江改道为藏 有什么两样 渔王虽然没有明说 但大家都清楚 他骂的是徐杰 因为徐家就是松江最大的田主 徐家在松江大肆兼并农民土地 靠着朝廷的项目大耗特耗 终于成了第二个严党 渔王越想越气 说要把徐杰叫过来怼一顿 高汉文急忙拦住他说 如果徐家撂挑子不干了 这个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 渔王以为高汉文是怕自己利益受损 就把枪口对准了高汉文 你是歌家出身 不要写沈一世 高汉文心里很委屈 沈一世是他媳妇的前男友 你说我像谁都行 就是不能说我像他 张局正赶紧出来解释说 小高可比沈一世强多了 这次的十万匹棉布 中间有一半是他从自己家拿的 人家小高又不领朝廷的工资 按理没义务帮朝廷出血 他做这些纯粹是因为忠君爱国呀 渔王听了很惭愧 跟高汉文道歉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拿你跟情敌对比 徐家也真是抠门 百万亩棉田 纯利润二十万匹 但徐家只肯出五万吗 张局正说 按摩大明祖制 官身和黄族的田都不需要纳税 只有在棉商跟他们买棉花的时候 才会产生交易税 税率是百分之十 二十万匹的利润 他们也需要交两万匹的税 这次人家交了五万匹 已经算是很给你面子了 渔王很丧 那就没办法了吗 张局正说 有办法改革 我知道有些话不是眼下当说的 可藩王不纳税 官身也不纳税 朝廷的赋税 全押在平民百姓身上 百姓不堪重负 就只能将这些土地 卖给那些藩王或者官身 如此兼并下去 总有一天 国库会一空如洗 百姓也会一贫如洗 再不改之 便就要改朝换代了 沈爷 沈爷 王爷 皇上的病已经尘科难起 天崩地利也就几个月的事了 王爷当下必须有所谋划了 渔王一向胆小 哪想过颠覆组织的事情 张局正的话 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张局正急了 你是未来的皇上 身上背着江山社稷 你该操什么心 你心里没数吗 别一心只想扮演乖儿子了 颠覆组织的事 可以再放放 但是江南 但腼腆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 渔王弱弱的问 我应该怎么办 张局正说 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保住海瑞 将来到江南改制 非此人不可 以亿人敌万人 大明朝 只有一个海瑞 海瑞现在还在牢里 皇上天天嗑药 情绪极其不稳定 守不准哪天脾气一起来 就把海瑞嘎了 那咱们才能让家境放了海瑞呢 张局正又采用了献血精的死路 那就是天降祥蕊编故事 这是家境最后的时刻 他灌了一口续命汤 穿上了被自己放置了二十年的龙袍 今天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孙子 一定要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家境抱着万力慈祥的说 听说你有东西要给我 回皇爷爷的话 父王河臣 倾向给皇上的是天降祥蕊捕据东西 你告诉皇爷爷 鬼背上都写的什么字 回皇爷爷的话 巫围亮写的是 浩元初年勿云 对天降祥蕊 只见你有1730年了 皇爷爷许书上说 汉文帝是有贤君 天哪人都说 皇爷觉得汉文帝 那也却说 皇爷和汉文帝的坏话 上千边见了这个神龟 就让他明白 还有说的话不对 家境的心被揪了一下 原本已经愈合的伤口 再次被撕开 他故作坚强对孙子说 他故作坚强对孙子说 家境愣了一下 小万利又顺势跪下了 看似是求情 实则是施压 我一个小孩子都给你跪下了 你怎么舍得说不 家境面露不悦 他不是生孙子的气 而是气欲亡和张居正 为了救海瑞 只能把自己的孙子当工具人时 家境笑着对孙子说 好啊 只要你把这龟放生了 我就放了海瑞 小万利一听立马答应 小万利回来的时候 刚好遇到海瑞 他迫不及待上去装逼 这是家境与海瑞的第二次交锋 裕王和万利坐在家境两侧 光从阵容上 家境就已经赢了 他挑衅的问海瑞 你现在抬头看看 坐在你前面的三个人 想什么 海瑞说 三只猪 海瑞说 臣看到的是大明江山的山子 海瑞 裕王猜到海瑞要说什么 急忙打断了他 老子费这么大劲救你 你别又点火自焚 江山也是可以分开来说的吗 不术不通 仅凭一个侄子 管什么用 但海瑞不听劝 皇上 王爷 世子 就是大明江山的山 群臣和百姓 才是大明江山的江 海瑞话说的漂亮 却被家境抓住了漏洞 流雨昕有石云 山刀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 拍山流 花红一衰是狼翼 水流无限 是浓稠 江水滔滔拍山而去 江和山又有什么关系 江水拍山而去 你的意思是群臣和百姓都不要皇上了 海瑞第一次低下了头 陈的比喻是不甚恰当 家境终于搬回了一局 抓住海瑞的失误疯狂输出 不断上升放大 否定了他整篇揍书 就凭你读了一些高头讲章 就来妄谈天下大事 指点江山射击 你岂止这个比方不恰当 既然为君的是山 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 哪座山还在啊 回陛下都在 在哪里 在史册里 在人心里 海瑞的回答铿锵有力 家境无言反驳 当你在吵架中 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 就一定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正确的做法是赶紧转移话题 把话题转移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所以家境没有接海瑞的话 而是说出了自己 早已经准备好的台词 君既不是山 臣民便不是江 古人称 长江为江 黄河为河 长江水清 黄河水浊 长江在流 黄河也在流 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 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树省两岸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 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 在走述里 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 甘岂可呼 反之 黄河一旦泛滥便去治理 这便是朕为什么罢处严松 杀严世帆等人的道理 再反之 长江一旦泛滥 朕也要治理 这便是朕为什么罢处杨廷河下言 杀杨继生神炼等人的道理 这就是著名的长江黄河论 长江指清流 黄河指阎党 我们再回到第一集 当时清流和阎党 因为立场不同而争吵 嘉靖出场的时候念了一首诗 殿德身行似贺行 千诸松下 两寒经 我来问道无语说 云在青天 水在平 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 有些是水 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 都是忠臣 没有奸臣 云在青天水在平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他看来 清流并不比阎党高尚 他作为统治者 选人用人 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做事 道德品质不是核心 第二是平衡 无论任何时候 清流和阎党都要同时存在 彼此制衡 阎党泛滥要治 清流泛滥也要治 这就是嘉靖的帝王心术 很多人觉得嘉靖这话很自私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只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从不考虑百姓死活 但是我个人觉得自私不是缺点 是人的本性 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做到不自私 即便是海瑞也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报复牺牲自己的老婆和儿子 所以自私或不自私都是因为立场不同 海瑞代表的是百姓 嘉靖代表的是统治者 如果我是老百姓 我会支持海瑞 但如果我是老板或者管理者 我不仅会认同嘉靖 我还会偷偷向他学习 比如说张居正 海瑞是他一手捧起来的 然而张居正成为首府后 他的执政理念却是少用清流 为什么 因为立场变了 嘉靖说这些话 一方面是在帮自己开脱 另一方面 他是在向孙子传授帝王管理学 末了他要向海瑞发起了攻击 朕知道你一心想朕杀了你 然后你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史册里 留在人心里 却致朕一个杀清流的罪名 这样的清流便不得不杀 本朝以孝之天下 朕不杀你 朕的儿子将来继位也必然杀你 不杀便是不孝 为了不是真的儿子为难 朕让你活过今年 欲望一听家境要杀海瑞 他身体一震 心想玩砸了 海瑞倒是很淡定 他没有再与家境争辩 磕头表示甘愿付诸 海瑞被带走后 小万力绷不住了 朕一军 你是不是想说黄爷爷说话不算数啊 才不敢 知道不敢就好 朕告诉你 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 只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才算数 明白吗 才明白 这是佳境给他上的第二节课 小万力记住了 但这堂课也成为他右小心灵中的阴影 突然佳境身体颤了一下 他意识到 早上灌的续命汤药效已经过了 他的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 越来越轻 他急忙让黄锦把小万力带出去 让孙子去库房挑些喜欢的玩意儿 结果孙子却说 这客气又生分的话 像一根钢针狠狠插在佳境心口上 万力离开的时候 镜头聚焦在他的皇冠上 那是他从幼童走向帝王的象征 佳境看着孙子的背影 心中盼望着他能回头看自己一眼 可是万力没有 不愧是他的孙子 竟然跟自己一样 一样的冷血和自私 这一刻 佳境终于垮了 真的孙子都不愿意认真了 父皇 父皇 你怎么了 父皇 我去叫太医 背 背震到踏上去 好 背得动吗 儿子背得动 来 来 来 儿子背得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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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得动 儿子背得动 来 一向雷弱的御王 突然充满了力量 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背上的这个老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而是自己的父亲 佳境拉住儿子盯着他 脸上出现了三个微表情 分别是转移视线 撇嘴 挑眉 这个表情如果你跟着坐一下 就能体会到佳境的心情 应该是开心 尴尬 以及为了掩饰尴尬 硬装出来的不以为然 他示意玉王 去把庆搬过来 然后让他打开御储 里面有三封诏书 第一封是储王装田 退还百姓诏 储王死了 没有厚思 湖北周边的好些藩王 都想要他的装田 我们朱家 真的是欠百姓欠的太多了 朱不会将储王的田给他们 一共是一百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六亩 全都退发给过去替储王种田的百姓吧 也算是朕最后替百姓做了一回主 如果海瑞看到这封诏书一定很开心 因为佳境在做决策的时候 终于考虑到了百姓 但佳境做这事单纯是为了百姓吗 不 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大明组织规定皇族不用交税 如果把这一百多万亩田地都分给亲戚 那产生的收益一分钱都进不到国库 自己的儿子还要继续过苦日子 把这田分给百姓 百姓纳税 国库才会充盈 第二封是赦民海瑞赵 张局正说过海瑞是国之利器 这话说的平常 这个海瑞 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 唯一有德者方可吃之 真功德伯 你呀 你比真人厚 留给你 将来对付那些贪沉莫利 不要推行心智 唯此人可一枉无前 左相披靡 玉王刚听了一半就哭得稀里哗啦 张局正是啥手说海瑞是国之利器呢 是在玉王的家里 国之利器 这意味着玉王和张局正私下谋划结尾改制 用神规套路亲爹的事 家境一清二楚 但家境不仅没有斥责他 还帮他提前铺路表示支持 玉王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父爱 但问题来了 家境明明要赦免海瑞 为什么刚刚还故意让玉王杀海瑞 给孙子上课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因为张局正 家境是在告诉玉王 我赦免海瑞 不是因为张局正的套路有多高明 而是因为海瑞对我们有用 作为一个帝王 无论做什么决策 都要有自己的考量 不要被下面的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他说要杀海瑞 就是在打张局正的脸 而暗地里又把赦免海瑞的权力给了玉王 他当了一辈子好人 终于为自己的儿子做了一次坏人 海瑞给朕上了这道书 朕看了不下百变 海瑞的意思是向我大明朝 以民为本 君臣共治 朕一级四十五年 从来都是一个人独治 你太弱了 没这个本事 让内阁和六部酒精 多担些担子 用先臣为首付 家境的话无比刻薄 又无比实在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几斤几两 但这不算坏事 就家境这多疑又敏感的性格 但凡玉王多长几个心眼 他就活不到今天 所以家境没怪他 只能用最朴素的方式帮他兜底 玉王也很配合 干脆把至山归零 我当明朝 那些是真正的贤臣 请父皇教会 没有真正的贤臣 贤义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贤时便用 不贤便处 贤时便用不贤便处 我认为这句话就是管理学的精髓 放在现在的职场也依旧实用 贤与不贤不光只品德 还可以发展到很多方面 如果你是老板 一个员工可以在某个阶段 给你创造很大的价值 但到了下个阶段他突然不行了 不是因为他堕落 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和你的需求 不再匹配了 这时候你需要寻找更合适的人 而不是一味去骂员工不思进取 挑选合作伙伴也是一样 人在不同阶段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如果两个人目标一致 那你们就可以共事 如果到下一个阶段发生了分歧 那你们就要挑选新的搭档 没必要去指责对方初心不在 贤敬给玉王挑选了三个贤臣 分别是徐杰高拱张居正 贤敬早就把这三个人安排到了玉王身边 玉王需要做的就是按次序用 用完一个丢一个 然而你猜玉王是什么反应 请父皇之遇 这三个人以后 还有何人 家庆被自己的傻儿子气笑了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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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566年12月24日 家晋帝去世 享年60岁 他是明朝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这一天 齐大柱到牢里通知了海瑞两件事 第一 你老婆难产去世 儿子也没保住 第二 皇上驾崩 你被赦免出狱了 听到第一件事的时候 海瑞情绪克制 他只觉得对不起母亲 没能给海家留个后 然而 当他听到家境去世 情绪异常激动 直接哭晕在地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相爱相杀吧 宋米巴格子 我父母君 齐过齐家 家境的葬礼上 大家神情恶意 有人目光呆滞 有人若有所思 有人仰天长叹 有人迷惑茫然 真正伤心痛哭的 也许只有黄瑾一个 在解除最后一集的时候 我好几次哭成了黄瑾 大概是因为陈宝国老师太有魅力 让我对家境这个角色 充满了惋惜和不舍 总之 大明王朝完结了 非常感谢各位几个月的陪伴 虽然中间经历了很多坎坷 比如封号 比如生病 但竟然还是坚持的更完了 最后 感谢大家 一直陪我 到最后